第一章 离婚吧 离婚吧 两张薄薄的纸张 轻易地给四年的婚姻宣判了死刑 秦叔念银白的细纸扣 在合同上男人龙飞凤舞的签名上 抬眼看向历尘的时候 眼里藏着一抹难以掩饰的水色 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他的声音有些阴雅 刚刚做完家务 病脚的汗水还未散去 粘在他厚重的黑色镜框上 显得整个人笨重而呆板 因为他说今晚会回来 因为他说想跟自己谈谈 满心期待地早早起床 亲自买菜煮饭 把整个家都打扫得焕然一新 甚至还来不及停下来歇息一分钟 就等到了这个让人难以喘息的消息 本来就是一场交易 丽一臣不耐烦地胆了胆烟灰 再说 婉婉快回来了 原来如此 宋婉婉 丽一臣的朱砂痣 白月光 舌尖顶了顶上颚 挫败的感觉一如四年前 秦叔念垂头有些恍然 只要宋婉婉一出现 丽一臣就会为了他 放弃一切利益和原则 无论是当年被逼娶了自己 还是四年如一日 只为了给宋婉婉守身如玉 久久没有等到回答 丽一臣皱了皱眉 打亮着眼前垂眸乖顺的女子 秦叔念的长相 是挑不出错误的 白玉一般的肌肤 精致的翘鼻 玫瑰花瓣一般的嘴巴上 点缀着一颗小巧的唇珠 连掩盖在黑矿眼镜背后的那双眼睛 都能偶尔从灯光的折射里 看出流光溢彩 只是太无趣了 甚至到了木讷的地步 一成不变的温柔语调 多年如一日的贤妻良母 寡蛋宛如一眼看到底的白开水 适合当丽太太 却不适合当她的女人 手指夹着香烟 在烟灰缸里碾灭 丽一臣随意开口 你之前顿了顿 她下意识扫了眼情书念的神色 女人仍就是垂着头 莫名让丽一臣 品出了一点委屈讨好的意味 她换了一个说法 声音凉淡中 透着一丝兴致缺缺的乏味 考虑到你的个人经历 以后就业困难 除了公正财产 会额外送给你三套别墅 那辆限量款法拉利也归你 现金账上 也会以我个人名义 补偿你五千万 当初送晚晚出国 丽一臣为爱奔赴万里 气得丽家老爷 要把他逐出家门 要不是丽一臣亲妈有手腕 以死相逼迫丽一臣骗回来 堂堂丽家长子弟孙 怕是要赔了夫人又折兵 为了重回丽家长权位 丽一臣只能不情不愿 接受丽爷爷的安排 取了当时据说 刚从老里出来的情书念 虽然对这个女人没有感情 不过看在她四年来兢兢业业 恪守本分 从来没有给丽家惹一点麻烦 伺候自己还算舒心的份上 丽一臣不介意 多给她一点钱打赏 就好比她养马途开心 也要花点代价 男人修长的食指点了点合同 四年来从来没有从食指摘下的 那枚特殊寓意的戒指 刺痛了秦淑念的眼睛 可以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但不要拖太久 我耐心有限 不必了 秦淑念抽过旁边的黑笔 潇洒地在签名处 留下一行龙飞凤舞的字体 我有自知之明 今天就会搬出去 不会打扰你们 丽一臣毫无波动地点了点头 OK 确实得承认 即使走到今天的局面 秦淑念依然一如往日一般 得体之趣 从来不会让她在除了事业以外的 任何地方操心 平心而论 作为丽太太而言 她几乎可以是大部分 名媛太太里的翘楚 只可惜 感情的事不能勉强 丽一臣转过合同 正想开口 突然门背 碰 地声推开 丽一臣毫无顾忌地冲进门 一边大声嚷嚷 哥 听说你今天要甩了那个劳改犯 他那辆限量款 法拉利能不能送给我开啊 冷不丁跟转头的情书念撞个正着 丽一臣皱了皱眉 说过多少次了 我在书房谈试的时候 敲门再进来 没规没矩的 还有没有一点名媛千金的样子 丽文涵撑着桌面撒娇 知道了知道了 快把车钥匙给我 今天跟朋友约了兜风 向来对这个骄纵的妹妹宠溺无度 丽一臣朝着秦淑念抬了抬下巴 给文涵 秦淑念垂下了眸 淡淡道 你不是说 这辆车归我 他语气仍是一如往常的清淡温柔 却莫名 让丽一臣听出了一股陌生的冷意 丽文涵脾气急 镜子上前 狠狠嗓了一把秦淑念 什么你的我的 这家都是我哥的 有你什么事 赶紧把钥匙交出来 嫁到丽家这些年 秦淑念自问 对这个小姑子人至义尽 丽文涵爱惹是生非 偏偏又是一出事 只会哭着喊妈的草包 当初得罪圣誉五小姐 被圣誉当家 三少爷傅廷撑绑在本市最高塔威胁 要不是他孤身一人 去跟傅廷撑做交易 怕是早就被推下楼 摔成残废了 可惜 他的问心无愧 只能换来一句 老改犯 罢了 不给 秦淑念拒绝的单粹 准头看向丽一辰 我就要这台车 丽少惊口欲言 不至于连一辆车都舍不得给吧 明明还是寡淡温顺的相貌 甚至连说话的声音 都软绵绵的 毫无攻击性 丽一辰却陡然觉得 面前这个女人 跟之前那个任人糟见的秦淑念 完全不一样 他顿了顿 冷声对着丽文涵道 家里十几辆超跑 自己去我车库里挑 然而丽文涵却脾气上来 他从小千娇万重长大 除了得罪傅廷春那次 从来没人敢给他气瘦 更何况是眼前这个 还背着暗底的女人 他气得抬手指着秦淑念 我再问一遍 你给还是不给 不 啪 一巴掌带着扬起的掌风 狠狠扇在秦淑念右脸 少在这里脸不要脸 什么玩意儿 敢跟我叫吧 不配及我提鞋的东西 丽一辰眼神变了一瞬 随即又恢复平常 只不痛不痒道 文涵 注意你的言辞 秦淑念捂着脸 侧眸看着立文涵 看来你是真的没什么家教 立文涵却愈发得意 抬着下 巴吵着秦淑念挑衅 那又怎么样 啊 秦淑念反手抄起窗边的花瓶 连着里头花朵 满满一瓶水 直接扣在了立文涵头上 那我代替你爹妈教教你 第二章 骚扰 秦淑念你这个疯婆子 在立文涵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中 秦淑念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书房 刚出门 手机上就跳出一条短信 沈依依 我说好姐姐 今晚真的不去飞色吗 结婚又不是出家 犯不着为了立文涵那个傻辈 连自己之前的圈子都丢了 求求你了 Chris扬言你今晚不到 要派人打爆我的手机号 秦淑念 你说的对 沈依依 秦淑念 我离婚了 从今天开始还俗 沉寂一秒之后 聊天框瞬间被 受评 沈依依激动之情 一余言表 十分钟 我在大傻辈家门口 攻阴女帝 重回他的疆土 直到书房门 碰 得一声关上 立文涵还是不敢相信 刚刚发生的事情 他气势汹汹 朝着立义辰诉苦 哥 你就这么看着 那个贱人欺负我 不行 你赶紧把他拖回来打一顿 我也要把水破他脸上 够了 立义辰冷声训斥 你看看现在的样子 还有半点大家出身的气质吗 你是立家的女儿 不是大街上的泼妇 从来没有被哥哥这样训斥 吓得立文涵一下静了声 观摩着立义辰工作半晌 才小心翼翼开口问道 那个 开不了车 总能让我今晚 跟你一起去欢迎宴吧 我都好久没见婉婉姐了 好想他 立义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随你 别打扰我工作 知道这是默许的意思 立文涵立刻又欢欢喜喜地出了书房 安静下来的房间里 电脑屏幕的灯光 反射出立义辰出神的瞳孔 不知怎跌 无论他怎么集中精力 脑海中 秦书念抄起花瓶 扣在立文涵头上的画面 宛如过电一般 从他脑中闪过 他莫名产生了一种 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认识 这位妻子的错觉 沈依依向来雷厉风行 说是十分钟 八分钟之后 就听着大巨一脚跨出车门 朝着出门的秦书念 吹了一声口哨 庆祝好姐姐复兴结束 还未等秦书念反应过来 看他转手拎过一瓶香槟 大拇指一弹 飞溅而出的酒夜 很快把秦书念上 身灵的湿透 来不及买柚子水 桃红香槟给你继续晦气 不算埋带吧 秦书念切了一声 把包往后座椅扔 一把车钥匙 就横在了他的面前 改装大巨 不过过手影 四年不碰了 还不过过手影 秦书念一掌拍开 长腿迈上副驾驶 没心情 沈依依玩耳一笑 一脚油门标出别墅 毫不掩饰自己嘲讽 说说吧 是什么 拯救了你无可救药的恋脑 秦书念一手垫在驳梗下 歌离的画面 似乎在跟过去的四年告别 宋婉婉回来了 沈依依听笑了 我说 你跟历程都挺有意思的 掉在歪脖子树 上死也不放的 这样重要 有时候我都想让你俩去验验DNA 怎么都对石荒这么有执念 耳边沈依依叠喳不休 秦书念却有些出神 她其实对宋婉婉的记忆很有限 温柔 懂事 善解人意 构成了她脑海里 所有关于宋婉婉的形象 然后 她花了整整四年 去模仿这个形象 模仿她的黑长直 模仿她穿着打扮 模仿她温柔细语 只为了能让那个人的眼神 多在自己身上停留几分 可惜 赝品就是赝品 秦书念没什么精神 语调懒散 可能因为 没人愿意喜欢坐过牢的女人 沈依依一个白眼翻到天上 还提着事呢 要不是你那个神经病妓妹 非要把你去圣科夫 全封闭训练造谣成坐牢 她的一尘有什么脸在你面前横 哎对了 正好你离婚了有空 下星期的东海岸的赛车去不去 不去 秦书念一手撑着下巴 不想动 沈依依狐疑地看着她 你不会还沉浸在情商里吧 秦书念没有接话 沈依依却从她陡然降下去的心情 瞬间明白 自己猜中了她的心思 恨铁不成钢的刚想骂 突然眼珠子咕噜一转 叶恒也会去爱 当年赛车榜横空出世 唯一能与你一较高下的敌手 你就不想接她的面 东海岸赛车 是大型地下赛车比赛 出席的成员飞富极贵 均是自己改装的赛车 技术过硬 比赛刺激 甚至一不小心就有性命风险 在这样前提下 主办方别出心裁的要求 所有参赛成员都戴上面具 来到东海岸 只比输赢 不问出处 只有点名挑选对手 在对方接战的情况下 赢了 才有资格让她当场见面 见面 意味着就要退出东海岸 秦书念眼神微闪 突然坐直了身子 也行 可以去瞧瞧 沈依依瞥了一眼她一身贤妻良母的打扮 撇了撇嘴 怎么又要化一身骨子打扮 你这么去酒吧 不知道的 还与我拐带梁家妇女了 秦书念挑了挑眉 谁说我还要这么打扮了 半小时后 飞色 二楼形形色色的人群 到处走动的 坐着喝酒的 都不由自主被角落卡座的女子吸引目光 少女一身火红色碎边长裙 宛如从港台电影里走出来的上世纪画爆女郎 你都多久没穿这么鲜艳的颜色了 沈依依不由感叹 明明身材那么好 天天那种职业套装 或者老妈子一样的素色长裙 不知道以为你在丽家当办公室文员 秦书念低头笑了笑 没有接话 刚结婚的时候 她也尝试过早起化妆 穿上精心挑选的裙子 结果一下楼就被丽母痛斥 骂她花枝招展 不守复道 说女人就该当好嫌妻良母 穿成这样怎么做饭干家务 而丽依晨只会在旁边冷冷的无声附和 不过如今无所谓了 脱离了丽家的束缚 她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正聊着天 忽然沈依依手机铃声响起 她脸色陡然一变 朝着秦书念挥了挥手机 我出去接一个电话 沈依依刚离开 秦书念正低头擦拭 刚才不小心粘在手背的九字 突然肩膀被一只油腻的大手一把攥住 小妞 一个人啊 要不要咱们几个好哥哥陪陪你 第三章 够陪你的伤了吗 丽依晨到飞色的时候 宋婉婉和另外几个朋友 宋婉婉拍了拍她的脑袋 声音温柔 怎么还是跟她大小孩一样 她抬头看了一眼坐在对面 面容沉沉的男人 意有所指道 不过 也只有你这个小朋友 才会一直把我放在心上了 丽温寒连忙直起身 急急解释道 怎么会 我哥可想你了 知道你要回来 立刻就跟那个女人离婚了 话音刚落 周围一圈顿时起哄一片 宋婉婉嘴角笑一压 也压不下去 无数个日夜心心念念的恋人 如今坐在面前 韩晴默默地盯着自己 原该是梦寐以求的画面 立议臣心中 却有些说不上来的别扭 她张了张嘴 正想开口 一旁的朋友 却突然抱了句粗口 操 立少 那是不是你老婆吗 立议臣立刻转头看去 正看见 秦淑念一头浓密的大波浪 配着浓艳精致的妆容 衬得整个人娇媚祸人 大红色掐腰长裙 让盈盈细腰一览无余 下摆碎边的剪裁 更是衬托的一双眉腿 纤长笔直 只远远一眼 也能瞧出来 是不可多得的油物 她正被一个 肥头大耳的男人 领着几个流里流气的青年 围在中间 面上满是难以掩饰的厌恶 那不是李家二少李龙吗 出了名的好色布奖礼 落在他手里 可要倒大霉了 说不定人家乐意呢 哪家好老婆 穿成这样来酒吧 不就是为了吊男人 该说不说 真看不出来 立少的老婆身材这么好 平常一副老气横丘的样子 我还以为是飞机场 立温寒立刻附和道 打扮成这种骚礼骚气 肯定是来烈焰的呗 被我哥抛弃的破鞋 不用点手段 哪来人皆怕 下流的玩笑 当时让几个朋友乐开了花 无端的烦躁 满意了一尘的心头 让他控制不住音量 闭嘴 突如其来的怒斥 吓得所有人立刻进了声 他冷冷盯着立温寒 再这么没教养 就滚去温莎学府好好读书 别天天跟着狐朋狗有鬼混 立温寒被害得几乎要哭出声 一旁的送完 碗伸手轻轻握住立一尘的手 立一尘偏过头 他温柔地劝慰道 温寒还小 你怎么还跟小丫头置气 顿了顿 他扫了一眼不远处的秦淑念 到底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回来 抢占了秦小姐的位置 也不会逼得他做出这种下策 立一尘眼神沉沉 他自甘堕落 没人逼他 秦淑念本就心烦 肩膀一扭 秦淑念的细腰 后的发子的嘴唇 就要往秦淑念脸上贴 跟哥哥玩玉琴故纵是不是 快让哥哥好好疼疼你 秦淑念冷眼看着那张猪脸 眯缝着眼 嘟起的猪嘴 即将触碰到他的皮肤时 冷冷一笑 碰 反手抄起旁边桌子的啤酒瓶 干脆利落地给李龙抱了头 炸裂的声响 打断了酒吧震天的音乐 李龙抱着被酒瓶碎屑 和鲜血糊满的脑袋 跌坐在地 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 曹你大爷的 小贱人 你他妈敢对老子动手 秦淑念师诗然站起身 手里还拎着半截断裂的酒瓶口 指着李龙冷笑 你再碰我一下试试 看我敢不敢当场给你废了 李龙咬牙切齿道 你知不知道 老子什么身份 李氏娱乐公司大老板 那是我哥 只要老子一句话 能让你这个贱人 再是无声无息的消失 秦淑念把酒瓶口一扔 拎过自己的爱马仕 Burking 低头在里面翻炒着 看着他半上不吭气 李龙只觉对方 应当是被自己身份下的心虚 不由更加得意 这是我跟你没完 这么大一个伤口 我能让你 赔到倾家荡产 待会我就去做全身体检 警察局有我就熟人 一个电话 关你十天八个月 哥 你干嘛 看着面前突然起身的李亦诚 李温罕猛地抓住他的袖子 不敢置信地盯着他 你不会要去给那个女人解围吧 李亦诚抽出手 表情冷漠 手续还没走完 他还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侮辱他 等于侮辱整个李家 李温罕还想阻拦 可是这里没人知道 他是李家人 只要你不出头 就算倒霉 也是他自己活该 声音戛然而止 李温罕看着李亦诚 陡然黑沉的眼神 瞬间闭了嘴 宋婉婉连忙跟着站起身 我去劝劝吧 我跟李家大少之前 有过商务合作 看在我的面子上 二少应该不会太为难秦小姐 他拦住李亦诚 想出口的拒绝 满眼温柔 一辰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下一秒 秦书念从包里抽出一打美金 直接甩在李龙脸上 哗 漫天飞舞的美金 从二楼玻璃走廊 飞到一楼吊顶的天花板 泼天的纸醉精迷 少女后背以着栏杆 过低的高度 让她上半身探出一半 似乎下一秒 就要从二楼飘落而下 红衣雪夫 热烈地站在飘飞的美金雨中 朝着眼前宛如落水狗一样的男人 笑得祸人 够赔你的伤了吗 李龙背弃的瞪眼 朝着身后几个混混大吼 给我把这个娘们抓起来 弄死她 老子弄死她 看她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几个混混正想冲上前 就听到身后一道爽朗的女声 弄死谁啊 我倒要看看 谁敢在我沈依依眼皮子底下 动我朋友一根汗毛 李龙脸色猛的一变 就看到沈依依拎着一根棒球棍 走到秦书念身侧 笑眯眯盯盯着自己 宛如盯着一头死猪 你哥见我都要叫姑奶奶 你他妈敢对我朋友大呼小叫的 第四章 读一把 沈依依 利温寒经意不定 她一个坐过牢的女人 怎么认识 是富豪榜前五的沈氏千金 丽沉眼神沉沉的盯着秦书念 嘴唇紧敏成一条线 李龙早就吓得魂不附体 哈巴狗一样跪在地上 朝着沈依依双手合十 姑奶奶我错了 是我大逆不道 有眼不识泰山 竟然敢动你朋友 我该死 我长嘴 不等沈依依开口 抬手就给自己扇了十个巴掌 看着脑满肠肥的人 满脸黏糊的血迹 秦书念嫌恶的皱眉 算了 我看到恶心 这钱当我陪你伤口的 赶紧捡了走人 哎 你手怎么流泻了 沈依依一把抓住秦书念的右手 紧张地看着上面不断肾血的划痕 秦书念随意甩了甩 不耐烦道 大概是刚才被啤酒瓶崩到的 我去卫生间处理一下 转出卫生间 秦书念一边擦着手上未干的水渍 一边慢悠悠地往卡座走去 刚到半路 迎面正撞上丽义成 和一个挽着他臂弯的女人 眉目温柔多情 气质也是婉约大方 正是他模仿了四年 然而在丽义成眼中 连他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的宋婉婉 秦小姐好巧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宋婉婉 她热情地跟秦书念打招呼 却只换来秦书念漫不经心的冷漠 宋婉婉脸色一僵 一旁的丽义成及时解围 明天晚上去老宅吃饭 奶奶知道我们的事 要见你一面 秦书念点了点头 垂眸正想跟两人擦肩而过 丽义成看着毫无反应的秦书念 皱了皱眉 这地方不是你该来的 没必要为了刻意接近我 来这种不符合你身份的地方 还打扮成这种不适合自己样子 秦书念淡淡扫了一眼丽义成 丽先生和我现在是离异状态 似乎没有什么立场 干涉我的行为 丽义成不知为何 心里那股涌起的烦乱欲胜 看起来 你急着跟我撇清关系 秦书念有些奇怪的 上下打量丽义成一眼 难道丽先生不急吗 丽义成一噎 到嘴边的话也说不出口 拉着宋婉婉就想离开 义成 等等 我有些话想跟秦小姐说 等到丽义成识趣的 走到拐角点烟 宋婉婉才向秦书念走来 声音温柔 秦小姐 对于我的回来 影响你婚姻这件事 我很抱歉 但是 经历了第一次的痛彻心扉 我真的做不到 再次放开一尘的手 秦书念迷惑得皱眉 所以 宋婉婉咬着嘴唇 双手拎着包 垂头踢了踢走廊玻璃的缝隙 抬头的时候 满眼都是甜蜜 我很感谢 你愿意成人之美 能让我再次抓住我错失的幸福 我也希望 你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这样就不会 一直困在自己得不到的感情上 秦书念瞬间了然 不是道歉 是示威 让他清楚明白 他花了四年五的心 不是不会暖 只是暖的人不是他 他费尽心思的穿着打扮 如履薄冰的察言观色 小心翼翼的斟酌语句 都比不上那个人 安静的站在那里 就轻易的赢得了一切 不过 已经不重要了 从他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起 不管爱与不爱 丽一辰都注定 只是人生的一个过客 散了就散了 宋小姐 我是说 有没有可能 秦书念抬眸 看向宋婉婉的眼神里 有一丝细血 我离婚单纯 只是因为没兴趣了 丽一辰算得上一个优质对象 不过四年时间 也够我跟这么一个无趣的男人 丸你角色扮演了 宋婉婉一正 牵强的扯了扯嘴角 秦小姐没必要为了跟我赌气 说这种违心的话 我知道 你一直很喜欢一辰 那又怎样 秦书念走到宋婉婉身边 呼吸划过她的颈侧 漫不经心道 我可以喜欢很多人 祝你们幸福美满 与我无关 她背着身挥了灰修长的手臂 高跟鞋在玻璃走廊 踩出坚定而又清脆的步伐 背影热烈的宛如夜晚里 最孤独清冷的月色 顶楼包间 男人倚着栏杆 把二楼一脚 所有场面都一览无余 这历程也有点意思 当年被宋家那丫头甩了 等了四年 结果人一回来 立刻抛弃 糟糠之七个人结婚 撑得上一句真爱了 奇小转头 看像坐在沙发上的男子 男人一手一杯红酒 双腿自然交叠 简单的动作 却掩盖不住 周深散发出的 高冷不可清泛的气质 三哥 我找你来飞色 是喝酒找乐子的 不是为了 让你看豪门狗血爱情的 你从刚才李龙闹起来 就一直盯着 一路盯到他们三个人 在走廊吵架 干啥 你不会想说过历史吧 奇小陡然警觉 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内部消息吗 傅廷称懒得跟他胡闹 抿了一口酒 淡淡道 我对西洋产业没兴趣 他眼神随着那道红色的身影 在卡座落座 才挪开视线 他那个前妻 很有意思 前妻 奇小反应了一回才明白 有些奇怪道 你认识 随即又飞快摇了摇头 自己否认 怎么可能 他那个前妻家静平平 又坐过牢 算是半个社会 底层人士了 都不知道怎么攀上这门婚事 竟然还能认识沈依依 只能说是命好 瞎猫撞上死耗子了 傅廷称放下酒杯 站起身 走到围栏旁 更无阻碍地 看着卡座上少女一边划拳 一边喝酒的豪迈模样 之前利文涵得罪小五 被拎去最高塔的时候 是他孤身一人来找我求情的 四世回忆起了什么 他嘴角勾了勾 意有所指 看起来 比利家人有种多了 齐霄瞪大眼 有些不敢置信 就是你说那个 敢跟你玩俄罗斯轮盘 还赢了的女的 是利臣前妻 傅廷称点了点头 齐霄满脸惊叹 又忍不住多看了情书念两眼 随即四世想到了什么 对了 小五病情怎么样 之前不是说 得到了一点鬼手圣衣的消息吗 傅廷称原本轻松的脸色 突然沉下来 婆娑着掌心 淡淡道 消息说 鬼手之前是东海岸赛车榜的榜首 不知道什么原因 隐退了四年 我这次打算去赌一把 第五章 是我不喜欢 赶到老宅的时候 比约定的时间 早了半个小时 少奶奶 你 管家看着秦叔念 宛如脱胎换骨的打扮 愣证了几秒 仍然恭敬地领着他进门 正好老夫人还在念叨您 趁着晚餐没开始 还能陪他说说话 果然 吃饭是假 劝他不要跟历成离婚才是真 一进门就看到 客厅沙发那里团聚的人群 秦叔念有心想避开 历奶奶先一步热情招呼秦叔念 小念 来这里 快来跟奶奶聊聊天 好久没见你了 秦叔念无法 只能上前打招呼 到了才发现 历母也在 历温涵和宋婉婉一左一右 跟护法一般 把人拱在中间 历母向来是极为看不上秦叔念的 人还没过来 一个白眼先翻了过去 过去为了讨好历成 对待这个母亲 秦叔念也是百般贴心 孝顺至极 历母之前 因为子宫积留住院两天 全程都是秦叔念亲自伺候 洗手耕汤 安前马后的照顾到人出院 连一句好话都没有落到 如今离婚已成定局 秦叔念也懒得热脸 替人家冷屁股 直接做道理奶奶身侧 一个人都没大理 怎么也没想到 秦叔念竟然敢真的忽视自己 历母到底沉不住气 冷哼了一声 真是没规矩 看见长辈也不知道打招呼 是等着长辈问候你吗 秦叔念笑眯眯的 握着历奶奶的手 声音一如往常的甜美 奶奶你最近咳嗽好点没 之前给你炖的雪梨汤 还吃得惯吗 历奶奶喜欢她喜欢的井 温和地拍着她的手 属你最有心思 一直惦记着我的身子 那汤我都喝完了 咳嗽好不少 秦叔念点了点头 喜欢的话 我下次炖了 再给你送过来 彻底被当作隐形人 历母与气声音 都要离婚了 就别纠缠不清了 都攀附了四年 不属于她的荣华富贵了 怎么还这么不知进退 秦叔念还未开口 历奶奶先一步拐杖 重重处地 小念进门四年 勤勤恳恳 孝顺懂事 前年听说你胃不舒服 专门找了老方子 一天三顿给你煲了汤送过去 去年你随口一句 想吃江南的汤包 他专门花了一个多月去学了 回来给你做原汁原味的江南风味 怎么 都吃狗肚子里了是吗 妈 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 丽母脸色难看至极 不敢对着丽奶奶发作 只能狠狠弯了秦叔念一眼 你也不想想 她什么身份 没钱没背景 还有坐牢前客 当初要不是您坚持 我根本不可能让她进门 就算她做事情分 有什么用 四年了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谁家想花大价钱 娶个不会下单的母鸡啊 丽奶奶瞪着她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丽母下的脖子一缩 仍旧梗着脑袋 抓着送婉婉的手 小声嘀咕 本来就是 只有婉婉这种身份 才一出众的名媛 才称得上 跟我们义辰门当户对 他俩这么好的基因 我才能保证 丽家的下一代不转弯 不然让那个女人 生出来一个老改犯 丽家的脸都要丢光了 话说到这么难听的份上 秦叔念反而没了争辩的想法 默念清心咒 反正忍过这一天 就彻底跟丽家人 说白白了 唇当被狗咬了一口 丽奶奶却彻底沉了脸 冷笑一声 门当户对 你给我听好了 一声下来 奶奶你们在说什么 丽奶奶心里气未消 连带着对这个孙子 都没好脸色 什么阴阴阴 真当扒上一尘做情妇 就能随随便便 进我们丽家的门 我告诉你们 那不能够 我丽家自来家风正派 容不得什么小三渣男狗 丽一尘脸色一僵 一旁的宋婉婉 抬头看向他 一双大眼隐隐水色 要哭不哭的样子 分外惹人怜惜 倒是秦叔念 一时尴尬不已 起身扶着丽奶奶坐下 又给她倒了一杯热水 奶奶你本来咳嗽 就没好 大声说话伤嗓子 丽一尘手心钻成全 又慢慢放开 奶奶 你知道的 我心里的那个人 一直是婉婉 本来娶书念 就不是我的本意 勉强维系 没有感情的婚姻 对两个人都是痛苦 不如好聚好散 我也会好好补偿他 怎么补偿 你的时间 有小念的青春值钱吗 他哪里对不起你 四年了 端茶送水 知情知义 一块铁都要五花了 可你呢 明完不灵 当初我没有成全 你跟那个女人骂 是她选择抛下你 远走她乡 让你跟条狗一样 追在后面跑 你在她身上吃的亏 还不够吗 送完晚一下站起身 还未开口 就已经泪水连连 奶奶对不起 我知道 当初是我对不起一辰 在跟她分开的日子里 我也痛苦万分 这些年的折磨 足够让我看清 我真的离不开她 所以我选择回来 这一次 我一定会用一辈子 证明我爱她 丽奶奶眼睛一瞪 眼见着又要吵起来 秦淑念抢先一步 把水杯递到 丽奶奶嘴边 奶奶你先喝点水 等着丽奶奶喝了口水 缓了缓 她才轻声道 奶奶 不是她的问题 是我不喜欢了 整个客厅灯时 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风暴眼的秦淑念本人 却在说出口之后 平静的宛如 挣脱了束缚自己的钱 就像您说的 没必要用自己的青春 不计成本的 五一块不会画的石头 不值得 褪去了黑矿眼镜 带来的笨拙 少女的凤眼 在灯光下流光一彩 要目的让一旁的丽辰 脸色陡然难看了起来 第六章 回归 丽奶奶扶着水杯 似乎还没从 错愕的情绪中 抽身而出 念念 你认真的 当真没有回旋 秦淑念只是笑着 风淡风轻 往事成烟 沉默在丽家客厅回旋 半上还是丽奶奶 打破了平静 是丽家对不住你 奶奶尊重你的选择 眼看着事态到了这个地步 秦淑念自觉 自己留在这也不合适 站起身 向丽奶奶告辞 丽奶奶侧头 扫了眼身边的丽一辰 榆木脑袋一般 处着不动 心里没来由的冒火 转头慈祥地 拍了拍秦淑念的手 奶奶也不留你 只是日后你开心了 也要记得 常回来看看奶奶 陪我说说话 你知道的 奶奶最喜欢你手艺了 秦淑念只笑着 没有接话 拎着包转身离去 一顿晚饭 也吃得五味杂陈 任凭宋婉 一顿晚使劲浑身解数 都没让丽奶奶多看她一眼 用餐到一半 更是看不惯 宋婉婉年在丽一辰身上的姿态 筷子一摔 沉了脸 一辰 跟我去书房 丽母下意识反驳 妈 一辰还没吃饱 少吃一顿 能饿死是吧 丽母立刻静了声 丽奶奶瞪了丽一辰一眼 转身静 自上了楼梯 丽一辰握筷的手指 不由发紧 一辰 你快去陪陪奶奶吧 奶奶看起来 好像真的很喜欢秦小姐 当面看着秦小姐 一点不在乎的离开 肯定很难过 你是奶奶最疼爱的孙子 奶奶也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宋婉婉手指答在丽一辰手背上 语气里都是真情实感的担忧 听着恋人温言细语的安慰 丽一辰心里满是感动 婉婉 你总是这么善解人意 奶奶现在是因为跟你相处的时间不多 我相信 只要她好好认识你 一定会对你改观的 宋婉婉笑的温柔 没关系啦 不急于一时 咱们还要很长很长的未来 安抚好宋婉婉之后 丽一辰上了二楼书房 一进门就看到丽奶奶 再盘一个眼熟的佛手串 她抿着嘴观上门 站在桌前 语气也有些无奈 奶奶 婉婉是我认定的未来妻子 而且 宋家也是咱们丽家多年的试交 您就算有意见 对我发作就好了 何苦要这么给她难堪呢 还没进门 就这么护着了 怎么当年没见你对书念 有这份心思呢 丽奶奶瞪了她一眼 抬手示意了一下手中的猪串 还认得这个吗 丽一辰皱眉思索了一会 还是摇了摇头 丽奶奶气得痴笑一声 冷声道 对着那个女的一点小事都铭心刻骨 自己这么多年的结发妻子 就弃之如履 这是你俩刚结婚那年 书念送我的 十来年了 我夜夜惊梦 睡不着 看了多少医生 吃了多少方子不见好 是那丫头自去普陀山十败九寇 专门找大师求来的开光猪串 让我每天带着 就为了叫我睡个好觉 远的你不记得 那上个月你妹妹生日 她为了那个什么狂欢会 忙活了两个通宵不说 还在给他们烤肉的时候 被焰火烫伤 现在腰侧还有一个疤痕呢 你都忘得一干二净啊 丽一辰紧紧抿着唇 眼底晦暗如深 这些我都会在物质上 给她双倍的赔偿 补偿得了吗 丽奶奶叹了口气 看着这个向来懂事的孙子 唯独在感情上 让她头痛不已 骗骗别人也就罢了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当年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 书念才会嫁进咱们家 丽一辰锤下的手 不自觉钻井 身黑同仁如墨色翻涌 酒店定了 喜铁发了 订婚宴就在眼前 未来的新娘子逃婚了 要不是书念愿意 接下这个烂摊子 咱们整个丽家 都要成为商场上的笑柄 丽奶奶从鼻孔里哼笑了一声 我对宋婉婉 为什么没有好脸色 不清楚吗 为了她那点一己之丝 留下那么大一个深坑给丽家 她自己倒是攀高知 现在回来 还要我接受她 想的也太美了 她挟了丽一辰一眼 你自己想清楚吧 丽一辰沉默地宛如一座雕像 垂下的发丝 在她脸上 留下巨大的阴影 书房里的谈话 自然传不到秦淑念耳中 甩掉丽一辰之后 她倒是难得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大早上 还是沈依依来客房喊她起床 她一边揉着 还有点发酸的眼角 嘴里嚼着抹了蓝莓酱的吐丝 一边还要腾出一只手发消息 秦淑念 丽先生今天上午有空吗 她如果没记错 以往这个时间 一般都是立事的早会时间 丽一辰开会 从来都是开着免打扰 丽一辰 上午没空 秦淑念 下午三点呢 四点也行 别超过六点 那边下班了 丽一辰 过几天再说吧 最近都没空 之后的消息都时辰大海 丽一辰再也没有回复 秦淑念皱眉盯着手机 实在是想不通丽一辰的脑回路 急着跟宋婉婉办婚礼的不是她吗 怎么变成自己在催她了 对了 前几天钟老还托我问你 沈一一倒了一杯牛奶 放在秦淑念面前 皱眉回忆了一瞬 问问你有没有意向回港 你要嫌麻烦 当个指导老师也行 给你在S大开课程修资历 他给你当大课助手 秦淑念抿了一口牛奶 嘴角还没擦干净 就摆了摆手 我可受不起 让人一个六十多岁老头 给我打下手 我都怕折瘦 那我给你回了 秦淑念抽了一张纸擦了擦嘴角 若有所思到 回港再考虑考虑 好久没动柳叶刀 我都怕自己手不稳 指导老师还可以 能旁听别人课程吗 也不知道这么多年不关注 大家是不是背着我发了一堆论文 沈一一翻了一个白眼 拉倒吧 拍马也赶不上你的水平好吗 第七章 少自作多情 秦淑念到医院的时候 钟老刚从手术台下来 听到敲门声 一边吐着茶叶 一边不耐烦 人不在 明天再来 秦淑念一时有些尴尬 那 钟老 我把东西放你门口 待会记得拿 还未转身 门就被人一把拉开 钟老看着秦淑念的神情 满是惊喜 书念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快进来 他热情地拉着人 往屋里招呼 我今天在手术台 遇到一个突发情况 正瞅着找谁商量呢 你还可太好了 我一堆问题等着问呢 上来就被塞了一堆文件报表 秦淑念被按在教授的办公椅上 一旁钟老还在殷勤地泡茶 难得能抓到你 今天我 可得问回本 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 秦淑念合上了手里的翻了一半的文件 手指点着文件夹 不会的 我离婚了 看着钟老错愕的神情 秦淑念有些说不上来的滋味 今天来 也是想找您商量一下 之前您跟依依说的指导老师的事情 眼前的女子面容沉静 钟老心里却顿时感慨万千 当初作为实习生的秦淑念 第一次跟手术台 就表现出了神秘莫测的天赋 只是后来 为了一个男人 心甘情愿放弃医学界最顶尖的荣誉 到现在 也是钟老心里最大的遗憾 现在得知秦淑念离婚 原本他心里打了一个咯噔 还担心秦淑念 为了那个男人要死要活 如今看着情绪稳定 钟老也松了口气 你要是愿意 那是再好不过了 我明天就帮你跑程序 过两天就能入职了 说着 钟老还有些可惜 你这种资质 当博导都绰绰有余 指导老师真的太取材了 要不申请一些 特聘你当导师 钟老师 钟老师眼眸微动 他深知钟老的意思 却只是摇了摇头 但笑道 钟老你太抬起我了 四年不碰手 数到我早就不能 跟当年相提并论 贸贸然当导师 对他人也是一种不负责 怎么可能 以你的专业知识储备 和临场经验能力 绝对 钟老急切的狠 忍不住要反驳情书念 却被他摆了摆手 温声打断 谢谢钟老好意 但我还是想慢慢来 正好也有机会 学更多的知识 看他态度坚决 钟老也只能叹了口气 又突然想到什么 哦对了 最近我听朋友说 有人在私下重金悬赏 想找你问诊 秦书念戏眉促起 听说还是一位大人物 好像是为了自己家人 秦书念手指婆娑着裙脚 还是麻烦钟老 暂时不要 我知道 钟老爽快的硬喝 你于医术这块 帮了我那么多大忙 我自然不会随意透露你的身份 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 秦书念心中慢起一股热议 他与钟老 到底不比与沈依依那层关系 陌生人相交 四年没有来往 却仍旧能与他推薪致富 是他的幸运 又与钟老聊了一会 推脱了钟老的祖饭局的邀请 秦书念离开医院 为了第二天东海岸的赛车比赛 秦书念早早回家准备护具 养精蓄锐 毕竟是时隔四年之后 首次重回赛车比赛 秦书念难得有些紧张雀跃 第二天一大早 沈依依就开车带着秦书念赶去了东海岸 秦书念还是以当年叱咤排行榜第一的 Tequila的名号出现 按照规矩 等到开始比赛就要隐秘身份 除了相关人员 没有人能知道这些面具之下的赛车手 是什么人 秦书念的比赛 还有两小时才开始 干脆装作观众和沈依依靠着栏杆聊天 听说今天叶衡也会参加比赛 我真的好期待啊 要是结束能要到联系方式就好了 感觉他是我的菜 利温涵的声音实在是过于熟人 秦书念下意识皱起了眉 到时候让你哥帮你去问问呢 他是赛车比赛的股东之一 股份虽然不能跟附加相提并论 但是要一个小赛车手的联系方式 想来问题不大 宋婉婉转头朝着利益晨温柔笑道 利益晨 你喜欢哪个赛车手 利益晨似乎对这场比赛无甚兴趣 随口道 都行 不是听说有一个什么排行榜第一的 停赛多年 今天要付出了 那都是噱头 利益晨的好友话刚说一半 陡然瞪大眼 哎 那不是你那个 他怎么会在这 话一出口 看着利益晨的脸色好友 有些后悔自己嘴快 秦淑念难得扎了一个高马尾 摘去了厚重的镜框 上了一层薄薄的底妆 整个人在阳光下泛着一股清透感 简单的白T 配着低腰牛仔裤 入着一节细白的腰线 他咬着啤酒瓶口转头的时候 飒爽的宛如九十年代的画报女郎 宋婉婉下意识看向利益晨 清楚看到 他眼里划过一抹惊艳 他紧抿着嘴唇 手指甲在手心挖出一道身痕 利益晨飞快地收敛了眼里的情绪 皱眉盯着秦淑念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沈依依听笑了 翻了一个惊天白眼 小三配狗都能进来的地方 门槛够低了 怎么还不让人进来看看热闹 宋婉婉表情微动 随即温柔地解释 沈小姐误会了 益晨是东海岸赛车比赛的主办方 今天回来也是因为我回国之后 一直好奇赛车比赛 只是没想到 秦小姐跟得这么紧 她看向秦淑念 称得上好言相劝 感情还是讲究好聚好散的 既然秦小姐已经跟益晨离婚了 还是不要用这么低级的手段 吸引她的注意力吧 她话说得巧妙 听起来得体大方 一副正宫大方的做派 瞬息间就坐实了 秦淑念是自己不知好歹 死皮赖脸 非要跟来 偷窥利益晨 来东海岸看比赛的 本就大多是豪门 当年没少听利益晨 秦淑念还有宋婉婉的爱恨情仇 自然知道 当年利益晨是如何对宋婉婉情根深种 秦淑念又是怎么倒贴上位 这么多年 利益晨都没有承认过秦淑念的身份 现在离婚了 还这么阴魂不散 多少有点狗屁高耀的嫌疑 滚你大爷的吸引注意力 你他妈以为 那傻被玉皇大帝 秦淑念拦着沈依依 即将脱口而出的三百字小作文 朝着利益晨和宋婉婉淡淡道 宋小姐没事 还是多照镜子 少自作多情 等这位股东什么时候取缔我看比赛的资格 再来教训 我也不迟 第八章 你说了 利益晨陡然变了脸色 四年婚姻 秦淑念从来都是低眉顺眼 半点不敢跟他唱反调 可是自从那天提了离婚开始 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一般 锋利而金贵 你什么态度 真以为你傍上了沈家小姐 就了不起了 利温涵到底沉不住气 敢对我们利家人出言不逊 我现在就找保安 把你赶出去 他说着就转身呼唤身侧的保安 立刻把这个闹事的女人驱逐出 话音一段 人群忽然进了声 宛如潮汐一般往两侧退去 流出一道极宽的空地 听着长靴在落地的脚步声 平住呼吸 看着前方走来的男人 傅廷称 整个A是最尊贵的男人 东海岸实际控股的背后大佬 连立一沉都换了更为严肃的表情 朝着慢下脚步的傅廷称 主动打招呼 副总 上次西岭山庄一别 好久未见 您还是这么 修长鼻挺的身影 擦肩而过 行进的脚步一顿 傅廷称微微抬头 正好跟依靠在栏杆上 低头往下看的秦淑念 四目相对 秦淑念下意识站 直了身子 还未避开眼神 傅廷称先笑了一声 好久不见 秦小姐 狭长的凤眼深邃 唇角的弧度恰到好处的勾人 仅仅只是一眼 就能让无数女生为之倾倒 秦淑念有些意外 没想到当年匆匆一面 傅廷称竟然还记得她 好久不见 傅先生 傅廷称唇角笑意未散 侧头扫了身后特注意 秦小姐与她朋友 今日所有开销都记在我账上 秦淑念一正 下意识拒绝 不必了 傅先生没必要这么破费 他正想说 两人的关系 倒也没好到这么客气的地步 秦小姐吓住了吗 他打断了秦淑念的话头 叶横还是Tekila 秦小姐的答案是 东海岸的一点海风 擦过秦淑念的鹅脚 他眉目舒朗 眼角绕上了一点 饶有兴致的意味 他笑了一声 我点鹅小 喜欢梳哈强者 稳妥一点 傅廷琛眉眉毛一条 买的Tekila 秦淑念没有否认 傅廷琛微微侧身 吩咐道 以秦小姐梭哈点数的五倍 再下一注给Tekila 务必保证秦小姐玩得尽兴 秦淑念直直地盯着傅廷琛 眼里满是毫不掩饰的审视 傅廷琛却似完全不在意一般 微微一汗手 镜子转身离开 等到确认 傅廷琛听不到这边的声音 利温寒不服气地 朝着秦淑念质问 你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傅廷琛 她怎么会对你态度这么不一般 秦淑念凉凉地扫了她眼 怎么认识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蠢货 她扭声跟着沈依依离开 再也未多看着行人一眼 今日东海岸赛车比赛的观看人员格外的多 多半是冲着退影复出的榜上第一 Tekila和横空出世的叶横 加上听说傅家当家人傅廷琛 也要亲自出席 一瞬间 东海岸能容纳万人的场地 坐无虚席 刚刚发生的一幕 还是不断在丽义成脑海里盘旋 她无意识地婆娑着手心 想着刚刚傅廷琛与秦淑念的互动 眼眸会暗 一瞬怎么了 你从刚才开始表情就不好看 宋婉婉有些担心的 挽住丽义成胳膊 没什么 比赛开始了 丽义成显然不愿意多说 眼神投向了场地中央 宋婉婉却捏紧了衣角 她没有忽视丽义成 在看到傅廷琛和秦淑念互动时 爆发出男人那股争强好胜的镜头 让她极度地发疯 不过那又怎样 离了婚的女人 凭什么跟她争 赛车场内 秦淑念摸着熟悉的方向盘 那种心中的热血油然而生 久违的兴奋躁动的她 恨不得尖叫两声 在一声枪响之后 秦淑念眼神一立 新红的跑车 犹如利剑一般射了出去 红色赛车和黑色赛车 在赛道上激烈地角逐着 吊起了所有观众的兴趣 两车全程紧靠着 你前我后 你来我往 分不出胜负 最终在最后一圈压弯 黑车压弯提速 直接飘移冲破了终点 赢得了胜利 叶横 胜出 场上一时掌声雷动 秦淑念摸着方向盘 透过车玻璃 看着前方走下车的男人 慢慢地眯起眼 你说了 第九章 有必要跟你交代吗 前夫 男人的声音在头盔里 闷闷地辨别不清 秦淑念坦然道 你很厉害 他双手握住头盔 一用力就摘了下来 飘散了长发 瞬间惊艳众人 我草 这击了 竟然是女的 我的妈呀 女人开车也能这要牛 不敢相信 这么多年 霸榜东海岸赛车榜第一的 竟然是个女的 幸好叶横赢了 给我们男的争气了 谁输谁赢说不定 下一次赢得 可能有事 这击了了 秦淑念透过面具 看着不远处的男人 也摘下来头盔 他一手放在面具下 我履行约定 面具揭开 刚刚露出一个圆润的下巴 就被男人制止 等等 男人朝着他比了一个手势 做个交易怎么样 秦淑念见面的动作一顿 疑惑的皱起眉 什么意思 帮我一个忙 男人向秦淑念 走进了两步 你可以不见面 斗转的形式 让场外所有人都猛在当场 一时间议论纷纷 再说什么东西 一句话也听不见 不是见面吗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么tequila 不会是输不起吧 没看见叶横打了手势吗 他阻止人家见面的 嘈杂的人声 从立一尘耳畔擦过 他却没有在意 只定定地盯着场地 正中间那道人影 目光满是探究 突然一双手 附上了他的手腕 在想什么呢 一尘 思绪突然被打断 立一尘侧头 看着身边眼带光滑的宋婉婉 下意识遮掩去眼底的情绪 不知道今天东海岸 出了什么问题 以往早该见面撤场了 由着这两人在那僵持着 立一尘抿了一口 刚刚服务员送进来的香槟 这么大的失误 被副公子知道 怕是都要倒大美 送完晚一游所 指的问道 这位副公子 这么厉害吗 我没出国前 倒没怎么听出过他的风头 立一尘一口喝尽最后一点酒 淡淡道 他身份特殊 这两年才进了副氏 一去就是不容置会的当家人 他眼神装向场中央 想借由别的事情 打消心里忽然涌上的别扭 比赛前情书念和傅廷成熟人的互动 宛如一根刺一般 扎在他的心口 看着场中央的两人 还在不慌不忙的交谈 他正欲转身重新倒一杯酒 动作陡然一顿 眼睛突然撑大 我拒绝 秦书念扭了扭脖梗 朝着男人潇洒道 我平生最烦被人要挟 男人似乎还想张嘴解释 秦书念就已经捏住面具 抬手一接 妩媚动人的五官 在长时间比赛之后 沾上了一层薄汗 显得肤色清透 眉目疏了 瞧人的时候 眼尾上扬 带着坦然的傲气 正是前不久 依靠着栏杆的秦书念 他随手扔掉面具 抱着头盔 朝着男人伸出手 不过 你技术真的很溜 有机会下次再比一场 男人沉默着 低头看着他伸出手半上 突然笑了一声 秦书念微微皱眉 正以为男人 是要说出什么羞辱他的话 未曾想 下一秒 男人捏住面具 抬手一掀 面具下的五官 依旧是精致活人 妖念横生的气质 和生来凌驾于人的 气场诡异的结合在一处 只看一眼 就叫人过目不忘 傅廷琛随手 把被汗师的短发捋到脑后 朝着秦书念笑了笑 Tekila 果然名不虚传 秦书念怎么也没想到 叶恒竟然就是傅廷琛 传闻中的富家房地产起家 老牌资本 上诉五代 都是写在网站上的富人 只可惜到傅廷琛父亲一代 孩子太多 争夺家产 整出了九龙夺敌的架势 傅廷琛父亲 是个不中用的顽固 除了折腾出了一堆 登不上族谱的私生子 没有任何作用 直到傅廷琛作为当年 神秘失踪傅太太的独子 回归傅嫁 以一己之力 斗败所有基于萧小 稳坐傅氏化世人之位 这两年引导傅氏转型金融 新兴行业 更是愈发势不可挡 只是这位傅公子 形式诡诀 作风很辣 少有人能与之接触 秦书念倒是涌出了几分好奇 瞧不出别人言语间 刻板冷漠的工作狂 私下竟然喜欢这么凶悍野性的活动 他垂下眸子 看着地上一片头下的阴影 一时说不清情绪 秦小姐和朋友可否赏脸共进午餐 傅廷琛突然开口 在对上秦书念探究的目光时 坦然道 为我的莽撞赔脸 秦书念也不是扭捏的 笑着朝傅廷琛点了点头 那就多谢傅先生招待了 上了观景台 两人各自去换衣服 秦书念走出更衣室的时候 沈依依还在他身边 愤愤不平 那个鸭丸你放水了 你肯定放水了 秦书念有些无奈 我又跟他不熟 我没事 给他放水干嘛 严莫收钱 打黑赛都没人收买 沈依依脸上还是不减 你以前飘一多牛啊 连过五个弯都不减速的 怎么会在这失手 秦书念垂头扫了眼自己双手 因为四年来操持家务 尽心尽力地扮演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 手心已经长了一层薄薄的茧子 他坦荡的伸手 给沈依依细看 手感的问题 秦书念耸了耸肩 毕竟我四年没碰车了 一提这件事 沈依依就愈发生气 骂骂咧咧道 要不是为了那个贱男 你怎么可能说 骂谁呢你 背后说坏话正起劲 转头正主就从拐角大拉拉地走来 立文涵盯着秦书念 宛如看仇人一样 阴阳怪调 以前怎么没见你这么多才多业 才跟我哥离婚 就上赶着学点东西掉男人了是不是 症状枪口上 沈依依煞实跳脚 说得好像学了就会是的 某些只会惹事的笨笔 学一辈子 可能也只会洗车吧 你骂谁笨笔呢 谁赢我骂谁 沈依依一个白眼 翻得立文涵撩起袖子 要上前拼命 到一半被立义成拦住 他冷冷地盯着秦书念 眼里满是审视与探究 你什么时候会的赛车 你怎么可能是 特K了 秦书念淡淡扫了他眼 有必要跟你交代吗 前夫 第十章 打车 立义成的目光冷烈 你别忘了 我们两个还没离婚 秦书念冷哼了一声 立先生原来还记得 这么嫌弃就早点离 怎么还要我一个弃腹 三催四寝室吗 男人张了张嘴还没说话 被宋婉婉走上前挽住手臂 朝着秦书念温柔道 秦小姐 你可能是误会义成的意思了 他也只是没有想到 你背着他 还有这么多秘密 他看了身侧立义成一眼 总归夫妻一场 你也知道 义成是一个很守信的人 所以会很在意 婚姻里有没有背叛 秦书念听得好笑 他还在意背叛 这么在意 倒也没妨碍他第二唇 宋婉婉被秦书念 直来直去的话 对得脸色一僵 秦小姐 我觉得 你对我和义成的关系 有些误会 婉婉 没必要跟一个 没有素质的劳改犯计较 丽义成眼眸沉沉 降低你的身份 秦书念杨纯对着他笑道 那就劳烦天龙人丽先生 早日跟我明政局见面 省得我婚姻关系一栏 还有一个名字 看着像前科似的 哦 对了 秦书念带着沈依依转身要走 又转身 回头提醒丽义成 我却你速度点 省得宋小姐跟在你身边 莫名的 要背上小三的骂名 名不正言不顺的 远远的 秦书念听到背后 丽文涵的骂声 宋婉婉的唾气声 和丽义成的安慰声 交织在一起 爽啊 沈依依一阵雀跃 对得好 那个死渣男 自己找了小三 心里有鬼 就以为你和他一样 是一坨屎了 秦书念懒洋洋的 随意撩了撩法司 只要他不再来招惹我 我懒得 再和他有什么牵扯 这场比赛 主办方已经订过餐厅 是这边非常有名的 一个空中餐厅 渊明居 要提前一个月预约 才能订到位置 大家陆陆续续入座 秦书念刚被送完碗 拉着在观景的位置坐下 这间餐厅的经理 穿着得体的西装 静止向着秦书念方向走来 秦小姐 东家说 请您和您的朋友 到A层用午饭 A层东家 A层可是他们这些 即便是有钱人 也不一定能去到的地方 众人闪烁的目光 齐齐看向秦书念 他竟然和这处的东家都认识 丽一辰远远看着 眸色暗了暗 宋婉婉在一旁 看着他的脸色 故作压一倒 倒是没想到 离婚之后 秦小姐好像在男人堆里 更加如鱼得水了 秦书念心中了然 是傅廷琛的意思 便起身拉着好友 跟在经理的身后 向A层的方向去 秦书念到的时候 傅廷琛正舒适地 坐在露天大圆台的沙发上 旁边摆着美酒和精致的美食 他也不扭捏 拉着省衣 衣镜自挑了一个位置坐下 看着面前 满满一桌子的食材 朝着傅廷琛抬了台下巴 多谢傅先生款待了 坐在傅廷琛身旁的齐霄 看着秦书念 眼神满是探究 右侧头 看了傅廷琛一眼 亦有所指道 早就听闻 Tequila大名 今日一见 真是风采别样 秦书念 慢条丝里的切着牛排 那还是傅先生 更加令人眼前一亮 这话倒确实不作假 不得不说 以傅廷琛的长相 就算去当电影明星 也是绰绰有余 他高耸的鼻梁 优越的眉眼 透过他也能看得出 他的母亲 定也是个极其美的人 傅廷琛看着秦书念 眼神里肆无忌惮地打量 半点也没有因此羞窘 反而一手拎着红酒杯 坦然地迎着秦书念的对视 感谢傅先生今日款待 秦书念放下刀叉 转开了跟傅廷琛对视的眼神 传闻中诡诀很辣的傅廷琛 怎么总让他觉得这么 意味深长 从空中餐厅下来的时候 天色渐晚 沈依依因为临时有事 跟秦书念不顺路 尽管沈依依百般坚持 还是被秦书念提前赶走 秦书念低头从包里翻找出手机 准备打个滴滴回去 正当他手指点 进手机软件 到温柔清冷的声音 响起 秦小姐是没人接吗 我们车上还有位置 不如一起回去 秦书念转过身 看到正小鸟一人 挽着丽一辰手臂的宋婉婉 带着笑容看着他 这两个人 怎么阴魂不散的 怎么走到哪 都能碰上这两个人 极力忍住要翻白眼的冲动 秦书念握着手机 冲他们摇了摇 我有手机 自己能打车回去 不劳烦丽先生和宋小姐 可是 这周围晚上荒芜人烟 秦小姐一个人回去 多危险啊 宋婉婉仰起头 可怜巴巴地看着丽一辰 有些撒娇的语气 阿晨 反正我们也顺路 不如就带秦小姐一程吧 好不好吗 丽一辰眉眼沉冷 勾着宋婉婉的腰 目光划过秦书念的脸颊 既然是你说的 自然可以 阿晨你真好 宋婉婉露出幸福的表情 继而看向秦书念 秦小姐 上车吧 这两个人 好像施舍一般做戏的样子 令秦书念十分想吐 他皱起了眉头 你们听不懂人话吗 我说我可以打车 你们聋了 秦小姐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宋婉婉好像是被秦书念的狠话吓到 眼睛红了一圈 我只是 看天色有些晚了 怕你一个人有危险 丽一辰皱眉户 在宋婉婉前面 婉婉是为了你好 别不是好人心 阿晨 别说了 宋婉婉赶忙拦住丽一辰 你若是为了离婚的时候和我置气 没必要将脾气发到婉婉身上 她是无辜的 也是真心为了你好 真心为了她好 这话亏得丽一辰说得出口 她的脑子是不是被狗舔了 有病就去治 别拦在这里 挡着我打车 被秦书念骂了一句 丽一辰面容不善地站在一旁 宋婉婉则有些担忧地 挽着丽一辰的手臂 看来 秦小姐是真的不喜欢我 懒得再和这两个人废话 秦书念干脆低下头去 摆弄起手机 想要打车 突然她的手机被丽一辰抽走 秦书念是真的怒了 丽一辰 你到底想干什么 突然 旁边停下一辆骚气的红色跑车 秦书的一张笑脸 从车窗内叹了出来 尤可 她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几位正吵着呢 第十一章 要求 她一手撑在车窗上 手腕拖着下巴 看着秦书念 饶有兴致道 秦小姐 怎么一个人 要不我送你回去 新红色的跑车 配着夜风吹阳发色 男人俊美的五官 在夜色下愈发出众 却让丽一辰 眼睛下意识眯了起来 秦书 其实珠宝公司的太子爷 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靠着有钱有势的背景 换女友 犹如换高定一般 他怎么会认识秦书念 原本秦书念 并不想跟傅廷成几人 有太多接触 李智告诉他 傅廷成在赛场上 对他提出的要求 没有那么简单 只是这回他实在是不想 再跟丽一辰纠缠 那谢谢齐先生了 秦书念转过头 朝着丽一辰贪开手 可以还给我了吗 丽一辰捏着他的手机 脸色有些难看 还未开口 一旁的宋婉婉抢先道 秦小姐的人脉真广 前有沈家大小姐 如今又认识其少爷 也不知道秦小姐 是靠什么途径 跟他们接触的 他话里话外的恶意悦然纸上 一旁的立文涵 到底忍不住 倒贴呗 像他这种又漏 又没文化的下等人 肯定是经常在那种 不正经的场合乱窜 求着这些富家子弟的关注 宋婉婉连忙打断道 文涵 不能这么说秦小姐 可能秦小姐有什么苦衷 也说不定了 两人一唱一和 配合得极好 秦淑念侧头 瞥了身侧齐骁一眼 大约猜出了他俩的心思 左不过 想在齐骁面前 给他扣上一个 浪荡不正经的帽子 不等秦淑念反驳 旁边的齐骁 倒是先笑了一声 立小姐是吗 上次夜店一别 好久没看你上台热舞了 他挑了挑眉 脸上似是很好奇的模样 对了 上次搂着你的腰 跟你全身贴在一起的男生 怎么没有一起来 我还以为是你男朋友呢 立文涵脸色忽然一变 旁边的立一辰 疑惑地瞪着他 什么男朋友 你去夜店了 我怎么不知道 立文涵吓得舌头都打劫了 不是 哥 你听我解释 你可千万别告诉爸妈 不然我可就完了 秦淑念没空在这围观 突如其来的家庭闹剧 朝着立一辰不耐烦地抬了抬手 手机 立一辰脸色难看 终究还是没在说什么 把手机递还给了秦淑念 夺过手机 秦淑念拉开门 静子上了车 谢谢齐少爷帮我解围 车窗外的景色 在超高速的驾车速度下 快成残影 秦淑念在后座的脸色 却半点未变 他不是不时抬举的人 明晓齐霄今天之举 是在给他撑腰 不用谢我 齐霄踩着快130的时速 还能有闲心 一只手撑在窗外 三哥被欧洲那边 临时的视频会议耽搁搁了 是傅廷撑的意思 秦淑念皱了皱眉 他清楚知道 这天下没有白来的午餐 略一思索 他淡淡开口 傅先生到底所求何事 但说无妨 齐霄透过后视镜 看着后座女子面容沉静 本该是厌绝夺目的容色 这会在他沉稳的气质下 显得清冷又端方 三哥那人脸皮薄 也不想为难秦小姐 我是脸皮厚的 跟他十几年朋友了 所以厚着脸皮 想来求了一求秦小姐 秦淑念微微侧脸 俨然是一副倾听的架势 秦小姐应该见过小五吧 顿了顿 齐霄补充道 就在几年前 厉温寒得罪了小五 三哥教训过他 是秦小姐把厉温寒 从最高塔带下来的 圣玉武小姐 傅希妍 秦淑念脑海里 大概有了一个印象 是 就是他 三哥专程来这场东海岸比赛 也是为了他 齐霄组织着语言 想着如何开口 跟秦淑念解释何事 对方已经先一步开口 我记得 他是不是有不知之症 这句话一出 吓得齐霄方向盘一歪 跑车差点冲出公路 连忙双手控住方向盘 收敛了自己调笑的姿态 齐霄脸色绷紧 语气也带上了一点严肃 你怎么知道的 看出来的 知道了傅廷辰的目的 秦淑念反倒放松了下来 靠在后座椅背上 缓缓开口 那天去最高塔的时候 正巧见过他一面 他是不是时常呕血 时难下咽 夜晚惊记 入睡困难 齐霄松了一口气 心里对秦淑念的医术 也不由敬佩了两分 是 秦小姐完全猜对了 他声音带上了一点心疼 当年小五意外中毒 单的时间太长 即便后期送去医院抢救 夺回来一条命 但是落下了病根 这两年变访明依却无用 前段时间中 老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没有根治方法 小五之多 只有一年能活 秦淑念瞬间眯起眼 敏锐地反应过来 钟老口中 一直在暗中寻找自己的那位 正是傅廷称 如果秦小姐愿意身处援手 您是知道圣玉的财力势力的 只要您敢要 没有圣玉不敢送上门的 秦淑念一手 撑着身旁的扶手上 一下一下地敲击着车玻璃 不是我不愿意 若是没有那四年的可笑婚姻 或许不需要傅廷称 为了讨好他付出什么 他也愿意为了这么一个孩子 出手相助 然而四年的搁置 他连从容走上手术台都不敢 又和谭友把握 救下这么一个绝症患者 我知道 你们大约已经调查出了我的身份 甚至在找到我之前 可能已经把我此生履历都查探了遍 所以 你们应该知道 我很久没有接触任何医学相关的工作 贸然治疗这么棘手的病症 秦淑念淡淡道 抱歉 我可能做不到 傅先生另请高明吧 秦小姐不用立刻拒绝 您可以多考虑考虑 齐霄却像是根本不在意她的回答一样 直截了当道 三哥可以等 秦淑念看着后视镜中 男人坚定的神情 下意识皱起了眉 看着秦淑念坐上齐霄的车离开 直到开车驶出东海岸 栗一辰的脸色还是极为难看 温暖的身子贴上她的手臂 宋婉婉身上熟悉的香味袭来 她轻声问 一辰 过两天 我爸妈就回国了 你有空一起商量我们婚事吗 第十二章 是她一个人的 看着恋人脸上 满是遮掩不住对待爱情的期许 丽一辰一瞬间 心里竟然有些恍惚 这难道不是 她期待已久的画面吗 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 成了整个A时的谈资 为了宋婉婉赶到海外 却被拒之门外 最后宛如落水狗一般重回国内 若不是跟秦淑念的一场婚礼 如今成了笑柄的 还有整个历史 她朝思暮想的女神 如今就在眼前 为两人即将到来的婚礼 费心操劳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逸臣 宋婉婉看出了她的出神 一瞬间 声音都压低了两分 当然了 如果你最近没空的话 肯定是以自己的事业为重的 丽一辰伸手牵住恋人的不安的小手 柔声安慰道 天大的工作都没有你重要 更何况是我们的婚事呢 你放心 这两天 我一定会抽出空来招待伯父伯母的 宋婉婉立刻依偎在丽一辰怀里 小鸟依人 爸爸妈妈想在这边待几天 正好爸爸在国内 也有一个单子需要跟进 可能解决完之后 我们的婚礼也结束了 我想这订酒店实在是不合算 干脆租一套房子 给爸妈小住一下 丽一辰皱了皱眉 不是很赞同 租房子做什么 我名下那么多房产 伯父伯母随意挑一套喜欢的住 不就可以了 宋婉婉眼睛一亮 但仍旧故作扭泥道 不太好吧 这样是不是太打扰你了 丽一辰伸手点了点宋婉婉的额头 语气满是宠溺 说什么呢 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怎么还跟我计较这些 宋婉婉靠着丽一辰的肩膀 脸上都是遮掩不住的甜蜜 其实秦小姐可以再考虑一下 下车的时候 齐骁给秦叔念递过去一张名片 秦叔念手指夹着一番 傅廷称 A是通行证 齐骁挑了挑眉 我三哥说了 不管什么事 只要你有需要 随时报他名号 秦叔念手指点了点卡片 眉毛一条 齐骁朝着秦叔念 比划了一个手势 有机会再见 跑车的轰鸣声 在漆黑的夜里拉响了警报 秦叔念带着笑转声回了屋子 到底一直在沈一一家住着 也不是法子 想到之前历程留给他的那套房子 秦叔念思虑再三 还是拒绝了沈一一的盛情邀请 挑了一个日子 搬进了湖滨别墅 他名下房产倒是不守 只是当年他根本没想过 会在国内发展 全给他买在世界各地的度假圣地了 主打一个享福 导致现在真要住房子 都没有一过去栖身之地 不过湖滨别墅 距离之后 他上班的A大还挺近 倒也省去了他赶路的麻烦 秦叔念到底还是为了傅廷秦的事情 专门找了一趟钟老 对 傅希言我记得 那丫头是在我治的 钟老叹了口气 太棘手了 我从一到现在也有些年头了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刁钻的饼 想了一堆法子 除了拖着 根本也没什么办法 钟老顿了顿 听你意思 他找你了 秦叔念耸了耸肩 也不知道怎么查到我身上的 钟老立刻诅咒发誓 跟我没关系啊 我可安分 你让我不说 我可一句没敢到处嚷嚷 说到这 他突然狐疑地盯着秦叔念 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 偷偷给人治病了 秦叔念 好啊 我就知道 你肯定不可能四年不治病 钟老看着秦叔念的眼神 满是不信任 你是单单不教我一个人医术 还是偷偷摸摸 医治了一堆人 秦叔念只能发誓 自证清白 我发誓 我这四年之内绝对 尽量 大概 反正肯定不多 治病 嗯 他越说底气越不足 眼看着小老头一脸震惊 伤心 质问 委屈得仿佛自己是什么渣男一般 只能无奈安慰 行详行 大不了 A大开课的时候 我多上几节 给你减减负 一言为定 钟老立刻乐颠颠地 出去给秦叔念出去泡咖啡 眼见着 A是大名鼎鼎第一院的专家 顶流大学的座上宾 连傅家都要给几分脸面的中老队上 自己跟个小老头似的 秦叔念实在是有些无奈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天色还早 想到前不久跟丽一辰的纠葛 秦叔念实在是不想跟他过多牵扯 当断则断 当即给丽一辰发过去一条消息 下午有空吗 上次跟你说的事情 考虑好没 依旧是时辰大海 秦叔念有些无奈 发消息的频率也高了几分 稍微有点担当 当时不是你先提的要求 现在你在这拖拖拉拉 我真的没空继续牵扯 能不能给一句准话 全世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很忙 眼见着对方半天没有回复的意思 秦叔念气的正要 直接开车冲去力士抓人 突然手机叮咚一声 消息闯了进来 丽一辰 好 丽一辰 我答应你 秦叔念松了口气 手指飞快 下午三点 别迟到 合上手机 宋婉婉的脸上的神色还没有退去 身后就传来了脚步声 婉婉 你看到我手机了吗 宋婉婉下意识把手里的手机背在身后 故作正常道 没有啊 你手机不见了吗 丽一辰皱着眉 显然有些烦躁 刚刚还在接电话 我记得就放在桌子上 去趟茶水间的功夫就没有了 宋婉婉压抑着心跳 小心翼翼道 可能在茶水间呢 你再去找找看看 丽一辰显然觉得不对 但又不愿否定宋婉婉的好心建议 一边回忆着 一边又夺步 回了茶水间 看着她背影渐渐消失 宋婉婉立刻掏出手机 飞快地把刚才的对话全部删除 看着干干净净 依旧是几天前的聊天框 宋婉婉这才松了口气 眼里闪烁着得意的光芒 冷冷盯着聊天框上方 秦淑念 三个字 心里愈发深恨 还想在她眼皮子底下 勾引丽一辰 妄图跟丽一辰 藕断丝连 做梦 丽一辰只会是她一个人的 第十三章离婚后 傅太太她马甲掉了一地 四万六千一百九十四 喜欢哪套住哪套 秦淑念看了看手机 已经是三点二十了 门口依然不见丽一辰的身影 烦躁她有些坐立不安 想了想 还是翻出丽一辰的电话拨了出去 无人接听 秦淑念皱眉 又给丽一辰发了一条消息 人呢 大哥 我没空跟你号 还有多久 给我一个准话 没空在这干等 消息飘过去 犹如石沉大海 秦淑念看着外面的天色 心里的躁愈得很 看着聊天框上 丽一辰 三个字 秦淑念气不打一出来 那点子四年消退不去的秦淑 在这一刻都拦不住 她想砍人的心情 爱离不离 有种别以后跪着求我 她静止起身 直接走向外头 打算直接回家 可惜 为了贪图方便 她今天出门懒得开车 外头好巧不巧 竟然下起了大雨 秦淑念原本点开了 跟沈一一的聊天框 想了想还是关上 今天审视听证会 知道自己一个电话 就能让沈一一 抛下一堆工作出门找她 但是秦淑念 实在不是打扰沈一一工作 久违地点开打车软件 可惜时间不凑巧 明政局地处偏僻 半天都没人接单 秦淑念只能咬咬牙冲进雨中 在狂风暴雨里 一步一步挪着 走了差不多十多分钟 才看到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 终于拦了一辆出租车 赶回了家 一到家 秦淑念头脑就开始发昏 她翻出毛巾 把身上雨水擦干 还是担心不保险 最后还洗了一个热水澡 提前吃了感冒药 沉沉地睡了下去 咚咚咚 被震天响得敲门声吵醒的时候 秦淑念还是头痛得不行 她摇了摇脑袋 扶着呃 半天也想不起来 谁会在这个点上门找她 只能拖着拖鞋下楼去开门 亲家你不用客气 以后晚晚嫁过来 就都是一家人了 反正一辰房子多 你想住哪套就住哪套 怎么还跟自己女婿客套上了 晚晚能跟一辰再结良缘 是她的福气 小两口当年阴差阳错分开了 倒是让小人上位了 可不是吗 晚晚这个儿媳妇我是横看树看 都比秦淑念那个小贱人满意一百倍 能有她做媳妇也是我 大门一拉开 外头热露的交谈陡然停止 丽母看着穿着睡衣 长发披散 睡眼惺忪的秦淑念 脸色陡然难看起来 怎么是你 你怎么会在我儿子房子里 她探着头往屋里看 声音拔高了几分 王姐呢 我让她提前来屋里收拾 这么大的垃圾 她都不知道清理吗 当着面的纸丧骂怀 深恐不知道 这恶意是冲着自己来的 秦淑念原本那点还未消散的睡意 这回也荡然无存了 看着眼前几人 眼里骤然泛起冷意 怎么没清理 屋外部全都是垃圾吗 几人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一旁的宋婉婉 眼珠子转了几转 走上前 嗅熬着跟秦淑念打招呼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秦小姐 真巧啊 秦淑念打了一个哈欠 懒洋洋道 不太巧 这是我的房子 你千辛万苦找上门的样子 不太像是没想过 宋婉婉脸上满是尴尬 还未开口 一旁的丽母先炸了毛 什么你的房子 你有什么东西 你吃得住的喝的 哪样不是靠一尘 在这里 说你的房子 你哪来的脸皮 秦淑念盯着丽母 一张脸上毫不掩饰的刻薄 心里泛起一股寒意 诚然这套房子 是丽一尘答应送给他的 目前过户手续还没有交接完 非要把这套房子收回去 也合情合理 但是秦淑念受不了的 是丽一尘根本不经过他的同意 就让一堆人宛如房子主人一样 上门给他难堪 好像跟宋婉婉站在一起的 自己才是小三 对面才是有父母撑腰的正宫 即便早已接受了丽一尘 对他毫无感情的准备 但是他以为看在四年感情的份上 丽一尘最起码能给他一点尊重 靠着他大企业当家人的身份 而不是又漏又坏又刻薄 真会气 这房子给他这种下等人住了 还不知道 里面能沾点什么葬位呢 真受不了 丽温涵抓着宋婉婉的手腕 斜着眼上上下下打亮秦淑念 婉婉姐 你待会可一定要重新找人 里里外外都重新打扫一遍 可别沾上晦气 宋婉婉拍了拍丽温涵的手 笑得温婉 我知道了 晓得你这个鬼灵精最维护我了 他转头看着秦淑念一脸为难 软声劝道 秦小姐 你要是真的无路可去 不如我帮你在外面订一间酒店 等你租到房子再搬出去好吗 这套房子 我爸妈已经订下来了 秦淑念一言难尽地看着面前几人 迟来的头痛让他浑身不适 这套房子是丽忆诚送给我的 他没跟你说过吗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我哥怎么可能送房子给你这种 喽 丽温涵和丽母琪琪朝着秦淑念大吼 显然是不敢相信 丽忆诚对秦淑念的无情 会对他这么大方 秦淑念看着丽温涵一脸不可理喻 你哥送我跑车的时候 你不是就在现场吗 还为了一辆车 跟我要死要活 他为什么不能送我房子呢 丽母下意识转头看向丽温涵 眼里带着怀疑 他说的是真的 那不一样 丽温涵耿着脖子朝秦淑念喊道 跑车才多少钱 这套别墅是最好的地段之一 还有胡锦 少说也要上千万 凭什么给你这种下等人住 你也配 听到这回 连送晚晚的母亲也忍不住脸带讥讽 这年头的拜金女 也真的让人大开眼界了 怎么这么不要脸的手段也能用上 真的也是半点没有身为女生的自尊心了 秦淑念实在是懒得跟他们多嘴 直接拨通了丽一辰的电话 开了免提 自己问 还没等丽一辰开口 丽母和宋母争先恐后的抢着解释 一辰 你真的把湖边别墅送给那个女人了 一辰 我是阿姨 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是让我们挑一套房子吗 我跟你叔叔都喜欢这套湖边别墅了 但是你那个前妻现在纠占雀巢 还当众让晚晚难堪 阿姨知道 你是民事里的 不会让晚晚受你前妻的气哦 那段声音沉默了几秒 才传来男人的声音 阿姨你们喜欢哪套救助哪套 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第十四章 他突然出现 利温涵立刻得意的看着秦淑念 看吧 我哥都说了 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 你还不立刻滚出去 电话那头的丽一辰听到这番话 下意识想要阻止 只是想到 这会伤了宋晚晚和宋家的脸面 一时间到了嘴边的话都忍了下来 他换了一个声调 朝着秦淑念声音尽可能的温柔 淑念 我让助理给你在西尔顿开一套房子 你最近先住在酒店里 婉婉爸妈要在这里长住一段时间 等到婚礼结束 再考虑要不要办 这套房子先给他们吧 秦淑念昏昏沉沉的脑袋 在听到他这番话之后 愈发烦躁无奈 你这么急着结婚 我昨天让你去明正居离婚 你是死了吗 他声音都透着一股厌恶 高高在上一副等 我求着你离婚的样子 我倒是好奇 到底是谁婚那出轨 急着又一吹 什么离婚 你昨天找我了 丽一尘声音里满是疑惑 显然完全不知道 秦淑念口中的事 秦是什么情况 宋婉婉目光一闪 心底陡然一沉 原来昨天秦淑念 是要跟丽一尘离婚 倒是错过了这么一个好机会 顿了顿 他心中翻念一想 秦淑念对着丽一尘痴心多年 谁能保证他所谓的离婚 不是什么借口吗 眼见着秦淑念张嘴还要骂 宋婉婉立刻出声打断道 不用这么麻烦的 一尘让秦小姐一起住也可以的 反正家里也有很多空房间 还是可以给秦小姐 提供一处容身之地的 再说毕竟秦小姐现在还是你的前妻 要是真的把她扫地出门 会不会不太好啊 话音刚落 丽母就在一边痛骂 不好什么不好 我说晚晚你就是心态善良 才能被这种下等人蹬鼻子上脸 你没听过一个词 叫痛打落水狗吗 丽一尘在那头听得一清二楚 秦淑念看着免提开着的手机 却安静无声 最后一点期待也消磨殆尽 他直接按断了电话 保安 保安都死去哪里了 丽母拿出手机 直接打给了湖边别墅物业 端着十足父太太的架势 对 一个身份不明的神经病女的 闯到我家里 希望你们立刻来处理 要是之前再发生这种事 我会选择投诉 秦淑念听的好笑 他突然后退了两步 在一堆人不明所以的眼神中 碰的一声 关上了大门 在未来亲家面前 被人甩了这么大一个难堪 丽母那点子豪门太太的坐牌 都险险绷绷不住 破房一般朝着大门 破口大骂 谁许你关门呢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你吃我家用我家 现在还敢 把我儿子的房子据为己有 你小心了 让你去坐牢 旁边的宋母也有些按捺不住 克制着表情 小声拱火 幸好这婚离得及时 这要是让这个女人 再在家里待下去 还不知道趴在一尘身上 怎么吸血呢 宋父也感慨了一句 娶妻不贤得 犹如洪水猛兽 利文涵一把挽住宋婉婉的手臂 声音都是抑制不住的厌恶 多亏了婉婉姐 让我更迷途知返 要不然按照这女人手腕 指不定以后怎么欺负我呢 宋婉婉眼里 划过一抹得意 但仍旧面带无奈的 拍了拍利文涵的手 也可能是有点什么误会 我感觉秦小姐 不会是这种不知好歹 没有廉耻的人 到底是顶尖别墅的物业 没一会 就带着一大帮保安队员上门 一边擦着汗 一边朝着利母 卑躬屈膝 你们怎么做事的 现在好了 那个女人把门都锁上了 限你们五分钟之内 想办法把门破开 保安几下商议 几个人竖着 一二三 一起往门上撞去 直尬 碰 骤然打开的大门 让几个保安 迭罗汉一般 摔了一地 秦书念一手拎着一个 简单的行李箱 看了看地上的保安 又看了眼门外 惊讶的众人 演小品呢 利母彻底恼羞成怒 指挥着保安 就要去撵秦书念 然而秦书念却看 也没看他一眼 拖着行李相近 自出了门 路过利母身边的时候 他脚步一顿 声音陡然打了一个弯 其实 你知道现在的法律规定 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配 我是可以分走利益成 一半财产的 利母猛地转头 看向秦书念 不大不小的声音 甚至让一旁的宋婉婉 都侧了头 你知道 你儿子拟定的那份 所谓婚后财产协议 即使我签了字 也不作笑吗 利母声音都尖锐了几分 你什么意思 少在这危言耸听 不幸就带着你那个 法盲儿子 一起去找几个律师 好好问问 秦书念拖着行李箱 往前走了两步 声音懒洋洋的 都是嫌弃 之前我认了那份协议 不是我只配拿那么多钱 是我愿意拿四年情意 给你那个抠门儿子买单 他扭头扫了几人一眼 嘴角勾了一抹 极为讽刺的笑 不过现在看来 没什么必要 说完 秦书念拖着行李 直接走向了大门 送完婉心头乱跳不停 下意识走到利母身侧 试探道 伯母 秦小姐的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一半财产 逸臣不是给了她很多钱了吗 我当然不是在意逸臣的财产 无论逸臣贫穷富贵 我都会爱她始至不渝 我只是担心 逸臣心肠软 会不会被欺骗 利母眼神闪了闪 很快又是那副高高在上的作派 不屑道 听她说两句狠话 就当真了 好歹当了她四年婆婆 她几斤几两我能不知道 她没那本事跟利家斗 说完 就热情地招呼着亲家 一起进屋子休息 只落下宋婉婉眼神沉沉 想到那天在东海岸 傅廷称对秦淑念种种照顾 总觉得似乎别有内情 随即她又立刻打消了自己的念头 傅廷称那种人物 打赏别人一点好意 就像给路过的狗喂个骨头一样 怎么会对秦淑念这种 普普通通的人物上心 出了湖边别墅 秦淑念的头晕愈发明显 她硬撑着掏出手机 想翻出打车软件 可惜越来越模糊的视线 让她操作都不灵敏 多亏他们这么一折腾 本来只是普通感冒 现在好了 高调发烧了 她身体终于支撑不住 摇摇欲坠之际 突然一双大手横在了腰脊 秦淑念眼前一晃 喃喃自语 傅廷称 第十五章 住进傅廷称家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秦淑念翻了个身 现在柔软的大床上 懒懒地睁开眼睛 眼前模糊的事物逐渐清晰 看见房内不远处 沙发上正坐着一个人 秦淑念脑袋突然强制开机 疼得一下坐了起来 傅廷称 董事长 傅廷称面前的电脑里 发出一声疑问 会议就开到这把 傅廷称抬手拿出 戴在耳朵里的蓝牙耳机 将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关上 起身走向秦淑念 男人走到床前弯下腰来 骨节分明的手指 握住床头柜上放着的玻璃杯 递给秦淑念 觉得怎么样 秦淑念接过傅廷称手中的水杯 道了声谢谢 药也吃了吧 温热的水流淌进喉咙中 秦淑念吞下药 这才觉得自己活了过来 给你添麻烦了 是有点麻烦 秦淑念抬头 撞进傅廷称略带笑意的眸子中 秦大神医 难道不知道自己得了重感吗 下雨天还带着行李箱到处走 知道傅廷称这是在言于自己 秦淑念挪了奴嘴 半天没吭声 总不能和他说 自己被人从自己的房子里赶出来了吧 一只手探到秦淑念额头 手掌温热 惹得他下意识抬头 傅廷称则点了点头 退烧了 我让家庭医生来看过 他说 你感冒又淋了雨 要几天才能好 秦淑念不自在地向后缩了缩 抬起手被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感冒而已 没事 对了 秦淑念看着傅廷称 我记得傅家的律师名声在外 听说打官私胜率是百分之百 的确 看着秦淑念的表情 傅廷称猜出了大概 吴律师打商业官司是很厉害 但他的专业 是离婚案子 秦淑念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揉了揉自己仍旧有些酸胀的额头 傅廷称 我有理由怀疑 你在我身上安监控了 这都能被你猜出来 这有什么难的 傅廷称也淡淡地笑起来 那我也不绕弯子 能不能借你的律师 帮我去打个离婚官司 当然 律师费我会照付 傅廷称点头答应 可以 我让吴律师联系你 谢了 这件事 是我欠你个人情 秦淑念 突然被叫 秦淑念恩了一声 抬头向傅廷称看去 傅廷称看着他 我们现在算是朋友 想起傅廷称这几次的帮忙 秦淑念点了点头 当然 朋友之间 没什么欠不欠的 秦淑念垂眸 手指捏了捏 你好好休息 这几天就在老宅这里安心养病 见傅廷称转身要走 秦淑念连忙出声 你妹妹的病 我会想办法 傅廷称脚步一顿 转过身看着秦淑念的眼神 多了几分深意 秦淑念看着站在不远处的男人 声音坚定 虽然 我也没有把握 但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救他 傅廷称笑了笑 声音温和沉静 谢谢 傅廷称走后 秦淑念倒在大床上翻了的身 舒适柔软的感觉 将他包裹 这几天的疲惫 在这一刻被驱散 感冒药的药效发作 他困倦地闭上眼睛 再次睡了过去 或许是这一觉睡得安稳 秦淑念在醒过来的时候 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秦淑念赤脚下了床 踩在柔软的地毯上 走到门口穿上自己的鞋子 打开门走了出去 他这才发现 自己是身处在一栋别墅的二楼 舒选姐姐 秦淑念下楼 正撞见在客厅的傅廷言 对了 姐姐可能不记得我 我叫傅廷言 傅廷称的妹妹 小女孩被教养得很好 粉白的裙子 衬得她肌肤更雪白 只是长久被病魔缠身 傅廷言的脸色 白皙的有些病态 但她却如同一直有 顽强生命力的鸟 阳光雀跃 秦淑念微微敏唇 冲着傅廷言笑起来 你好 我叫秦淑念 我知道 哥哥时常对我说起舒念姐姐 时常 不等秦淑念反应 傅廷言已经挽住她的手臂 姐姐 我们过去坐下聊 傅廷言整个人软软的 想一块散发着奶香的软糖 秦淑念想 舒念姐姐 感冒好些了吗 吃了药 好多了 傅廷言听秦淑念这样说 小脸上的笑容才灿烂起来 哥哥那会儿将你抱回来的时候 可吓了我一跳呢 傅廷辰 抱我回来 是啊 哥哥抱你回来的时候 脸色很是不好呢 傅廷言眨巴着眼睛 仔细盯着秦淑念看 我可从来没见过 哥哥这样担心过其他人 而且 今晚是哥哥亲自下厨 傅廷言指了指厨房的方向 平时就算是朋友来 也是刘妈做饭的 显然 秦淑念没有明白傅廷言话中的意思 只是有些感叹的道 没想到他还会做饭 西言 傅廷辰从厨房走出来 褪去一身西装的男人 正穿着一身黑色的居家服 脸上 架着一副银矿眼镜 比平时那境遇的样子 好像更好看了 傅廷言偷瞧了秦淑念的表情 忍不住偷笑 起身到傅廷辰身边撒娇 哥 淑念姐姐 果然跟你说的一样漂亮 傅廷辰表情一瞬的不自然 她的目光和秦淑念对上 吃饭吧 饭桌上 傅廷言坐在秦淑念身边 淑念姐姐 尝尝我哥哥的手艺 平时除了我 可是很少有人会尝到我哥的手艺哦 加起菜尝了尝 秦淑念挑眉 果然很好吃 傅廷言脱腮 天真的看着秦淑念的侧脸 是吧 从前我还说 我哥的这一首好厨艺 都是要做给我未来嫂嫂吃的 可嗨嗨嗨嗨 秦淑念被他这句话 呛得一时间咳嗽了起来 淑念姐姐 你没事吧 傅廷言有些慌张的 看向坐在对面的傅廷辰 可 小五是不是说错话了 傅廷辰淡定的倒了杯水 推到秦淑念面前 没有 秦淑念握住杯子 有些坐立不安的低下头去 傅廷辰为了他这妹妹也是拼了 这哄人的话也能印下来 第十六章 他的心思 真的 那淑念姐姐 就是我未来嫂嫂了 傅廷言娇俏的小脸上 浮现出一抹兴奋 事情好像要往离谱的方向 一路急迟而去 秦淑念赶紧打断 不是 西言 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 傅廷一出声 傅廷言立刻吐了吐舌头 哥 不让我说 那我就不说了 为缓解自己的尴尬 秦淑念赶紧转移话题 西言 其实我还欠你句抱歉 傅廷言歪着头 冲着秦淑念的方向眨了眨眼 有些不明白的样子 秦淑念放下手中的筷子 我这次来的意外 第一次见面 连礼物都没有准备 这也不能怪姐姐 你啊 傅廷言认真道 况且 这也不是我和淑念姐姐 你第一次见面啊 几年前 在最高塔我见过姐姐呢 我和哥哥都记得你 秦淑念这才想起 之前齐霄曾经和他说过从前的事 他这会儿又注意到傅廷辰的目光 连忙对傅廷言道 下次 下次 我肯定记得给你代理我 秦淑念在傅廷辰的老宅里 一住就是五天 病刚养好 他就接到从前老师的电话 让他尽快到医院就职 傅廷辰的意思是 他可以住在老宅里 他平时不经常回来 老宅的房间很多 他可以挑喜欢的房间住 秦淑念晚去了 虽然傅廷辰的老宅离学校很近 但终究是住在别人家里 秦淑念也不是很自在 谢过傅廷辰后 秦淑念收拾了行李箱 在傅廷言的不舍之下离开 傅廷言收回不舍的目光 扯了扯自家哥哥的衣袖 哥 淑念姐姐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你女朋友啊 傅廷辰看着离去的秦淑念 目光悠长 快了 市中心的房价高得离谱 而且带租的好地角的房子 被一扫而光 秦淑念听着中介在旁边的介绍 头都大了 这几天为了找合适的房子 他看了不少小区的房子 没有一套适合他的 书念 沈依依踩着高跟鞋 姗姗来迟 看得怎么样了 秦淑念摇头 没个像样的 让你陪我来看房子 你怎么晚了两个小时才来 我的大小姐 你在傅廷辰家里住了五天 不知道联系我 出来找房子 才知道叫我一起来 我还没说你重色轻友吗 你还嫌我慢 我还是走好了 秦淑念挽住沈依依的手臂撒娇 什么重色轻友 男人哪里有我依依重要啊 我错了 我错了 哼 沈依依傲娇的 扬起优越的脖梗 就原谅你这一次吧 秦小姐 你考虑好了吗 其实 越海湾这套八十平的房子 真的很适合您 那户正对着海 客厅还是落地窗 当天就能拎包入住 最重要的是 房东集租 一个月只要一万八 这可是还紧房来 中介在旁边殷勤的说着 越海湾是市中区 最高档的小区之一 这个价格的确很优惠 而且 中介递过来的家装风格 她也很喜欢 秦淑念正要点头说签合同 沈依依伸手 把她手中拿着的平板电脑 拿了过去 沈依依随手划了几张照片 似笑非笑地抬头 看向那个中介 六栋 1103 中介被沈依依看得 鹅脚冒出汗来 抽了抽嘴角 是 是啊 这房子很好吗 很不错了 这位小姐 中介擦了擦鹅头的汗珠 到哪儿去都租不到 这么便宜 这么好的房子了 看着中介拍胸脯打包票 沈依依眼神一冷 把平板拍在桌上 那你可有告诉我朋友 这房子上个星期刚死了人 秦淑念眼睛都瞪大了 什么 中介表情慌乱起来 赶紧解释 不是 是正常死亡 心脏病死的 不影响的 你还撒谎 分明就是人吊死在厕所里的 沈依依气急 坑害消费者 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中介说完赶紧闭嘴 完了 说漏了 沈依依还要继续跟中介吵 秦淑念赶紧拉住他 这个时候 他手机也响了起来 依依 我先接个电话 喂 齐霄 电话那头传来齐霄带着笑的声音 我听小五说 你最近在市里找房子 找到了吗 我还在看 哦 齐霄那头雨掉上阳 那正好 我在市中有套房子还在空的 反正我也不去住 不如租给你好了 嗯 秦淑念还没反应过来 齐霄就滔滔不绝起来 越海湾那边的房子你知道吗 当初买来为了观景 觉得没意思就空置了 秦淑念握着手机疑惑 越海湾 两百平 齐霄握着手机 目光看向坐在沙发上的傅廷撑 后勾起嘴角 你是廷撑的朋友 我也不收你押金了 一个月三千吧 一个月三千 秦淑念怀疑 齐霄是脑子发烧了 沈依依也竖着耳朵凑了过来 越海湾两百平的房子 要你三千一个月 他的房子也死过人 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齐霄抽了抽嘴角 秦小姐 你不用因为傅廷撑特地照顾我 倒也不是因为他 反正我这房子 常年空着也是空着 租给陌生人 不如租给秦小姐你 打完电话 秦淑念顿时松了口气 走 依依我请你吃饭去 沈依依凑上前去 晃着秦淑念胳膊 谁啊谁啊 刚才到底是谁啊 挂了电话 齐霄长舒了一口气 你要把房子租给秦小姐 自己租不就行了 还非要让我租给他 要是我让他住进去 他一定不肯 齐霄点了点 看着傅廷撑笑的奸诈 也是 刚才秦小姐还在电话里头说 让我不要因为你照顾他 这是要和你撇清关系 傅廷撑有黑的毛子抬起 看向齐霄 齐霄一机灵 赶紧找不 那个 他肯定是不好意思麻烦你 第十七章 吃不了一点辣 还坐在这干什么 傅廷撑下毛子 手指操作着电脑 周一把企划书发给我 今天都周天了 傅廷撑你换个人压榨行不行啊 行 傅廷撑手指一顿 面无表情地看向齐霄 那穿山的案子 我让他们交给别家公司 齐霄疼地站了起来 面上带笑 起话舒适吧 我现在就回去弄 明早九点准时出现在你的办公桌上 住进房子的第一天 秦淑念洗了个热水澡 舒舒服服地扑进了柔软的大床中 滚了一圈 齐霄的这间房子 在观景的最佳位置 前面没有楼挡着 从卧室望过去 对面是一望无际的海洋 晚上海岸处 闪烁着星星点点船只的光亮 远处的信号塔 时不时有亮光闪烁 果然不愧是观景房 二十二层楼往下去 还真是震撼 秦淑念随手拿过手机 翻开齐霄的微信页面 手指点洞给他打消息 大房东 房租多少 别说三千 过了好一会儿 那头才回了消息 咱俩也是朋友 我也不坑你 给你打个五折 一万就行 秦淑念也没有继续矫情 直接赚了三万过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头发了狗头的表情 紧跟着又发了一句 客气什么 停车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秦淑念勾了勾唇 点着屏幕 那正好 三天之后来我这里吃个饭吧 就当谢谢你了 发完消息 秦淑念舒服的愧叹一声 翻了个深睡了过去 秦淑念带出来的行李哨得可怜 齐霄这处又是家具水电齐全 他没费心力 就将住的地方收拾得差不多 明天有空吗 秦淑念现在沙发里 给沈依依打着电话 拉头沈依依正敷着面膜 空啊 我宝贝喊我 我哪天都空 明天来我住的地方 一起吃个饭吧 正好谢谢我那个朋友 沈依依抬手把脸上的面膜揭了 你那朋友 该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秦淑念笑骂了好友一句 靠谱点行吗 普通朋友而已 沈依依在那头调侃他 普通朋友 会把越海湾那么好的房子 抄低价租给你 握着手机 躺倒在沙发上 瀑布式的发丝散了下去 秦淑念笑道 你再说 明天的香菜 没你的份 明天你下厨 沈依依立刻来了精神 我都几年没吃过你做的饭了 你知道我这几年 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之前叫你来家里吃饭 还不是你不来 婉拒了哈 立家那群人 我看都不想看见 秦淑念常常睫毛低垂下去 电话那头 又响起沈依依的声音 我不是故意提起那人渣来的 你没生气吧 我没生气 提起立一辰 秦淑念对他只剩下不耐 他拖着不离婚 我已经找了律师 准备起诉了 起诉他就对了 就是你好脸给多了 让他们以为 你是好欺负的 这死渣男 他的青青白月光都回来了 还不肯放过你 他恶不恶心啊 听到好友在电话 那头气鼓鼓的声音 秦淑念低沉的情绪 被驱散大半 以后就是律师和他掰扯 我是懒得再见他 第二天一大清早的 沈依依待着好酒 找到秦淑念这里 沈依依站在落地窗前面感叹 这位置真好 不愧是最佳观景 门铃声在这个时候忽然响起 秦淑念在厨房里熟练的热油炒菜 听到门铃声 冲着外头喊了句 依依 帮我开个门 来了来了 沈依依冲过去开门 和门外的齐霄大眼瞪小眼 齐霄认得 沈依依是秦淑念的朋友 先笑了起来 你好 我是秦小姐的朋友 等到秦淑念做好菜 端出来的时候 微微一愣 除了齐霄 沙发上还坐着两个人 傅希妍乖巧地站起来 向秦淑念打招呼 说念姐姐 我今天正好去亭春公司签合同 小五也在 正巧说要一起吃个饭 我就把人带过来了 不唐突吧 傅希妍看向秦淑念 慈性的声音有些低沉 抱歉 西岩听闻你搬家 很想过来看看 打扰了 人多也热闹 不打扰 秦淑念过去 把菜放到桌上 还有两个菜 你们先坐着等一会儿 不出半个小时 秦淑念麻利地 做好了一桌子的菜 沈依依帮忙端到了餐桌上 香菜的色香味俱全 看得就让人食指大动 只是 齐霄看了看傅希妍 又为难地看着秦淑念 秦淑姐 没有不辣的菜吗 秦淑念整两维群姐下来 文言向齐霄看去 你不能吃辣 是廷辰不能 偶尔吃一次 不要紧 傅廷辰打断齐霄的话 对着秦淑念笑的温和 齐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傅廷辰都十多年没碰过辣了 今天是要破戒了 秦淑念做的菜 惹得几人好评连连 淑念 你这做菜的水平 比之前还要高了 沈依依辣的脸颊飞红 还止不住地夸赞 齐霄也是无辣不欢的 秦小姐 你这一手香菜 比老师傅做得都正宗 太厉害了 淑念姐姐 得出一笔哥哥的还要好呢 傅希妍原本有些苍白的脸色 也被辣味染得粉红 撒娇道 淑念姐姐 我下次还能来你这里 是你做的饭吗 你随时来 喜欢吃什么 我都给你做 傅希妍乖巧地让人心疼 秦淑念也很喜欢这个小妹妹 真的 傅希妍挽住傅希妍的手臂 那能不能带我哥哥一起 傅希妍的目光 落在秦淑念身上 眼底情绪涌动 秦淑念答应得爽快 好啊 下次我记得做几道不辣的菜 傅希妍目不转睛地盯着 秦淑念恩了一声 沈依依目光在两人身上的流转 这两人肯定有事 吃完饭 秦淑念给几人洗了些水果端过去 沈依依早和其消 还有傅希妍打成一片 聊得正欢 秦淑念注意到 坐在另一边沙发上的傅庭琛皱着眉 他起身去了厨房 忽然面前出现一只白皙纤长的手 傅庭琛抬起头 吃不惯辣吗 秦淑念将手中的温水递给他 第十八章 拉黑 谢谢 傅庭琛接过水杯引进 觉得胃舒服了不守 紧皱的眉头梳展开 很少吃 你做的味道很不错 难免多吃了点 秦淑念笑笑 正要开口 就注意到沙发另一头 原本正在说话的三个人 默契地冲着 他们两人的方向看过来 接触到他的目光 那三个人又飞快地 转头聊了起来 把几个人送走后 沈一一对秦淑念 言行逼供 赶快从时招来 你什么时候 和傅庭琛成了朋友的 就是上次在赛场上认识的 那次你走之后 是他的朋友把我送回来的 秦淑念支支吾吾的 不想说出其中的缘由 怕他知道会为自己担心 那可是傅庭琛爱 比大佬还大佬级别的人物 商场上风云变化 他们傅家却不动如山 就是因为他雷厉风行的手段 我听我爸说过 他这个人向来不尽人情 这么多年身边除了他妹妹 也没有其他女人出现 商场上对他有猜测的人很多 但又都不敢去招惹 沈一一感叹 没想到这样的大佬 会在你家吃你做的饭 对你好像又格外好 说出去都会被人说是在吹牛吧 秦淑念眨了眨眼睛 回想过傅庭琛对他的态度 心中泛起疑惑 他好像并不是沈一一说的那样 沈一一注意到秦淑念的表情 眯了眯眼睛 趴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的好友 该不会是他只对你这样吧 你别胡思乱想了 秦淑念对着沈一一抛了个抱枕 你今晚还想不想留在我这儿了 自打上次吃了顿饭 齐霄就厚脸皮的 经常和傅庭琛兄妹俩来蹭饭 秦淑念也乐得家里热闹 常会做些新菜给他们品尝 此刻傅庭琛正在厨房里刷碗 齐霄呆滞的目光 和傅西岩惊讶的目光对上 两人的想法不约而同的一样 傅庭琛竟然也会动手刷碗 今天太阳肯定是打西边升起来的 傅西岩捧着一杯热茶 一双明亮的小路眼盯着秦淑念看 念姐姐 我觉得你和哥哥真的很万配 秦淑念坐在一边正在啃苹果 果汁呛到了嗓子里 他脸色憋得有些红 才没咳嗽出声 念姐姐 你觉得我哥哥人怎么样 傅西岩转头 捧着茶杯 认真地向秦淑念问道 你哥 秦淑念话还未说出口 就看到傅庭琛正从厨房出来 还围着他那件卡通的厨房围裙 看到男人伸手将围裙解下来 秦淑念这才倾咳一声 转移有些尴尬的目光 过几天 傅氏有个慈善晚会 秦小姐有时间吗 可以带着朋友一起去 傅庭琛道 好啊 傅西岩晃着秦淑念的胳膊 念姐姐去吧去吧 秦淑念被傅西岩缠得有些无奈 宠溺地点了点头 好 如果到时候没事 我肯定会去 傅庭琛听他硬下道 明天我让人送两封琴帖过来 好 与此同时 迷清酒吧里的音乐声震耳欲聋 高等包厢里 丽一辰的好友正搂着他的肩膀 丽大少 约了你这么多次 可算是把你约出来了 就是 新嫂子这么漂亮 是不是一直藏着 不舍得带过来给我们看啊 几个人在一边起哄 宋婉婉有些不好意思 玩起耳边的碎发 温柔地冲着他们笑 抬手挽着丽一辰的胳膊 阿晨 这段时间正忙公司的事呢 嫂子就是善解人意 丽温寒在旁边有些得意起来 那是肯定的 婉婉姐不知道要比那个秦淑念要好多少 学历又高 家世又好 人也长得漂亮 哪里像那个秦淑念 大学都没毕业 还是个劳改犯 哪样都比不上我婉婉姐 听到自家妹妹这样采秦淑念 丽一辰莫名的有些不舒畅 微微皱起眉头来 宋婉婉注意到丽一辰的表情 温和地开口 温寒 你也别这么说 秦小姐这几年 将阿晨和家里照顾得很好 我也要对她说声谢谢呢 七 听了宋婉婉这话 丽温寒面上更是不屑 她除了在家里打扫卫生做饭之外 还能干什么 整日在家里混日子 也不出去工作 丽家养她这么多年 也算对得起她了 不会吧 原本丽一辰身边坐着的好友 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我记得 当初秦淑念 可是帮了一辰不小的忙啊 丽一辰眉头一皱 什么 你还记得 那年嫂子出国 你颓废的那几个月吗 丽一辰微微一愣 那个时候 她正因为宋婉婉 和她分手出国的事 黯然神伤 其他的事 她有些记不清了 那段时间 你为了嫂子和家里 闹得很不愉快 好几个月没有接管家里的公司 被丽家边缘化的事 你都忘了 说到这里 丽一辰倒是有些印象 我记得 丽一辰沉声道 当时是秦淑念 为你去求了老太太 在丽家的老宅 跪了三天 打了包票的 才让你回到公司 而且 这件事你不知道 丽一辰的心猛的一缩 这件事 她的确不知道 想到秦淑念那张小脸 失望的脸色 她忽觉得一阵烦躁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那朋友尴尬的抓了抓头发 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咱们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我还以为 你早就知道 知道秦淑念 为自己做了这么多事 丽一辰心中的烦躁淡去 心中涌起几分感动 丽一辰这才想起 秦淑念受了委屈 从别墅搬出去的事 她拿起手机 从通讯录里 丽一辰的机械女婴 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忙 请稍后再拨 秦淑念竟然把自己拉黑了 丽一辰脸色 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哥 她不接电话是吧 肯定是不想跟你离婚 躲起来不敢接你电话 丽温寒在旁边添油加醋 这女人心眼多得很 就是在故意拖着你那个 第十九章 红宝石 温寒 秦小姐可能是有别的原因 她一定不是故意拖着阿诚的 婉婉姐 你就是太善良了 她就是为了不离婚 想出来的招数 哥你 赶紧跟她离婚 别被她一直缠着不放 听到是秦淑念不想离婚 丽一辰不知怎么的 从心底竟有些高兴 宋婉婉注意到丽一辰脸上的表情 心中有些不安起来 她和秦淑念还没领离婚证 这其中有什么变数 谁都说不清 别说她了 丽少 过几日是富士集团的慈善晚会 情节你收到了吗 好友在一旁问道 嗯 那你带嫂子出去 李温涵眼神一亮 跑过去晃着丽一辰的手臂 哥你带我去吗 富士集团的慈善晚会 肯定很好玩 富士集团 宋婉婉也有些好奇 我刚回国 还没参加过这样的晚会呢 不过 还是算了吧 宋婉婉弯下眼睛笑了笑 温涵想去 我就不去了 省得还要麻烦阿尘 丽一辰想要两个人都带去 但是情帖写明了 只允许带一名家属 她也有些拿不定主意 旁边好有笑道 以丽少的面子 带嫂子和咱们妹妹进去 还不是轻松的事 丽家在A室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 虽说比不得富家 但也还是要给她几分面子的 丽一辰这样想着 眉头舒展开来 一起去吧 不过是多带个人而已 和会场的人说一声就是 我就知道 哥你最好了 秦淑念还以为那天 傅廷称说送秦简来 是随口说说的 没想到 她竟带着傅熙岩 亲自上门来送秦帖 身后还跟着两个外国模样的人 两个人手里都提着个大箱子 沈依依也在背着阵仗吓了一跳 有些好奇地站在秦淑念 这是干嘛来了 他们是国外的设计师 哥哥觉得 他们设计的礼服 很适合念姐姐你 特地将他们请到国内的 傅熙岩雀跃地来到秦淑念身边 圆溜溜的眼睛里满是期待 念姐姐 你去试试礼服吧 我想看看 架不住小姑娘的撒娇 秦淑念最终还是点头答应 当秦淑念穿着礼服 从房间里出来时 客厅原本还在说这话的几人 安静了下来 秦淑念略有些局促 看像坐在沙发上的几人 这一身是不是很奇怪 傅庭春眼神闪过一抹炙热的惊艳 声音却淡然 很好看 愿姐姐 你也太漂亮了 这礼服真的很衬你 傅熙岩一双小鹿眼 露出不佳掩饰的喜欢 这件妈胸的湛蓝之海颜色的礼服 衣服下白点 坠着星星点点的亮光 妖际做了个收腰 正中央镶嵌着一颗粉钻 秦淑念纤细的腰肢 在礼服的映衬下 更显得不赢一握 那两个国外的设计师 更是不住的赞叹 Oh my god This is the lady's clothes 书念 连设计师都说 这就是你的衣服 沈依依在一旁惊叹 这一身真的很好看 傅庭春直接将这件礼服留下 让人先送设计师离开 秦书念有些不好意思 其实 傅先生没必要特地为我寻礼服 而且 我莫名的占了傅式慈善晚会的名额 也有些不好意思 书念 莫森的那颗宝石 只有傅先生的慈善晚会上有 你不是很早之前就想要了吗 你忘了 最怕好友多嘴 秦书念赶紧出声 依依 沈依依知道自己说错话 立刻鸣嘴不敢出声 一颗宝石而已 没什么要紧的 秦书念看向傅庭春 你别误会 如果我真的想去 我也有别的办法能去 傅希眼转过头去 明亮的眼睛像是洒了一层星光 他碰了碰傅庭春的肩膀 哥哥和念姐姐 真是心有灵犀呢 对不对 秦书念还没明白妹妹的意思 傅庭春已经站了起来 迈开长腿走到他身边 男人伸手将放在口袋里的盒子 取了出来 他将盒子打开 里面躺着的 正是秦书念想要那颗莫森红宝石 秦书念惊诧地抬起眼眸 傅庭春对着他温和一笑 不知道这颗宝石 能否作为我邀请秦小姐 去我晚会的见面里 第二十章 狭路相逢 沈依依略显夸张的 倒吸一口凉气 这妖巧 傅先生怎么知道 书念喜欢这宝石的 我不知道 只觉得这宝石与他很配 秦书念有些不敢 去看傅庭春的目光 这太贵重了 傅先生还是收回去吧 贵不贵重 要看喜欢与否 傅庭春垂下眼眸 认真对秦书念道 这颗宝石于我而言 不过是磕在普通不过的石头 只当是枕金吧 傅庭春又添了一句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秦书念在推辞 就显得他太矫情 秦书念将宝石收下 傅先生放心 慈善晚会我 一定准时到 慈善晚会当天 秦书念下午准时去做了造型 他造型都快做完的时候 沈依依还没有到 他打电话打了过去 宝贝 我还在路上 背一点事儿耽耽了 你先去会场 秦书念抵着额头有些无奈 沈依依 你能不能靠点谱 每次都迟到 行了行了 我到时候在会场门口等你 今天为了配着身礼服 造型师特蒂将秦书念 柔顺的长发盘起 用绿竹造型的簪子 给他做了个国风的发型 干净端庄看上去 又让人挪不开眼 坐上专车 秦书念来到会场外 他没有急着地勤检 而是退到了旁边等人 你看 旁边那个美女好漂亮 是不是明星啊 她白的都在发光 今天的慈善晚会 好像是请了几个明星 但我怎么好像没见过她 不过 明星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 也太漂亮了吧 即便是退到角落里 秦书念今日的打扮和长相 也惹得人来人往 止不住往他的方向看 这时 秦书念手机收到了一条微信 是傅廷称给他发的消息 他作为主办方抽不开身 让他到会场外的时候 给他发条消息 他让人出来接他 秦书念低着头 指尖微动 给傅廷称回消息 我刚到一会儿 还在外面等我朋友 不着急的 就在这时 丽义成拿着请柬 带着穿着一身 华丽礼服的立温函 和宋婉婉下了车 宋婉婉温柔地 挽着丽义成手臂 两人走上酒店台阶 然而周围的议论声 让两人立刻注意 倒站在门外的秦书念 秦书念优越的场景白皙 锦下点缀的蓝宝石项链 更是显得他整个人 贵起优雅 丽义成看得有些愣住 他从未见过秦书念 如此耀眼的样子 让他的心猛然间漏跳了一拍 立温涵也看到 不远处站着秦书念 嚷嚷开来 他怎么也在这儿 看他穿的那副样子 肯定是不知道 怎么混进来的吧 站在门口看样 是没勤俭了 立温涵眼睛眯起来 对着秦书念的方向走了过去 看不出来 黄脸破离了婚 突然到处跑场子 就这么怕寂寞 就凭你的身份 也赶到这儿来参加晚会 还打扮成这幅花枝招展模样 是人都能看得出来 你是什么心思了 秦书念抬头 对上立温涵 带着恶意的目光 还没说话 就看到立奕成和宋婉婉 也出现在他面前 秦书念只看了他一眼 懒得在搭理面前的人 宋婉婉婉着立奕 轻松地笑起来 我听说 晚会有时候 也会请些特别的模特 和艺人表演 啊 宋婉婉抬起手指 轻轻捂住唇绊 眨了眨眼睛 与其抱歉道 我只是正好想到 没有别的意思 秦小姐千万别误会 秦书念腻了他一眼 直直地戳穿了他的心思 你想说 我是借此来找有钱人的 直说就行 拐弯抹角的干什么 宋婉婉立刻一副受伤的表情 秦小姐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别以你那种恶毒的心思 去揣测我善良的婉婉姐 就算婉婉姐真的说 你又怎么样 那说的也是实话 丽温涵在一边趾高气昂道 眼看着丽家少奶奶做不成 今天这里大佬云姐 你就是想来这座外围 调经归序吧 打量着秦书念 今天穿得十足华贵 再想到丽温涵说的话 丽一辰目光在秦书念 熏熏着沉了下来 丽一辰沉下声音 毛子冷下来 我给你的钱 足够你安稳的过下半辈子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你出轨在先 跟你离婚 我分的是夫妻共同财产 秦书念语调冷冷 而且 我要做什么 关你屁事 七 丽温涵不懈地打量着秦书念 有些人 就是不知道 什么叫知足 什么夫妻共同财产 那全是我哥的钱 说着 丽温涵突然抬高了音调 引得前来晚会的人 纷纷驻足观看 有些女人 离了男人就活不了 还能舔着脸 继续出来勾搭男人 丽温涵斜着眼睛 目光不善地看着秦书念 也是 不是人人都能向我们玩玩解 名牌大学毕业 又是国外知名大学的座上宾 又是高知家庭背景 又或者像我一样 虽然没什么本事 可谁让我命 好生在了立家 天生就和你这种下等人不一样 下等人几个字 被立温涵咬得极重 他立温涵嘲笑地看着秦书念 你也就能出卖你这张脸 或者是身体 求得别人高看你一眼吧 确实 秦书念突然勾唇笑了起来 他看着立温涵 语气不卑不亢 有句话 你倒是没说错 你也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 你 立温涵脸色一变 秦书念接着说道 不仅脑袋空空 还没叫养的 在会场外乱咬人 立温涵张牙舞爪 甚至想要扑上去 对秦书念动手 这时候 负责会场的骆经理 从里面走了出来 门口迎兵的人 接出声打招呼 立尘认得这位骆经理 两人曾经打过交道 他立刻伸手 将立温涵拉到身后 看到骆经理向四周看了看 往自己的方向走来 他脸上也挂上了笑 好久不见了 骆经理 哪里想到 他伸出去的手握了个空 骆经理目不斜视地 走到秦书念面前 秦小姐 我可找到您了 第21章 脸打得啪啪响 立尘瞬间变脸色 伸出去的手 僵硬地收了回来 目光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向秦书念 这位是负责 负饰慈善晚会的人 也算是傅廷辰身边的人 怎么会对秦书念这么引起 立尘心底的烦躁 又多了一分 然而这个时候 立温寒尖锐的声音响起 别随便找个人装模作样的 还真把自己当贵客了 温寒 立尘叫立温寒住口 送晚晚适时温柔地开口 温寒 今晚会来的 当然都是贵客 秦小姐要是不介意的话 可以让一尘带你进会场 立尘的神色 已经恢复如常 声音冷淡 一起进去吧 别站在这里丢人 秦书念对着经理点了点头 连眼神都没有分给立尘 他从包里取出秦简 递给门口的迎宾小姐 迎宾小姐接过请简仔细看过 连忙双手 将请简弟还给秦书念 弯腰鞠躬 秦小姐 您是老板的贵客 请走这边贵宾通道 什么 他是贵宾 立温寒破防地指着秦书念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他一个老改犯 怎么可能会是这里的贵宾 出来迎接秦书念的落经理 知道他在自家老板心中的地位 又听到立温寒这样诋毁秦书念 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这位小姐看起来 家中在一世 一定也是有头有脸的 开口便是随意诋毁的话 果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 说立温寒没有教养 就相当于一巴掌打在立家的脸上 让立一尘面上也无光 秦书念在旁边轻声笑了起来 好看的眉眼打亮过立一尘 落经理 只要有了一张邀请函 就可以带人随意进入会场吗 今天慈善晚会的邀请函 是可以带一名家属入会场的 落经理如实答道 哦 秦书念意味深长的嗡了一声 挑眉冲着宋婉的方向看去 怎么 现在秦夫也算家属吗 宋婉婉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虚弱的亮腔一步 靠在立一尘怀里 一副渲然玉气的模样 落经理自然是明白 秦书念话中的意思 对立一尘攻势攻半岛 立先生 邀请函规定 只能带一人进场 还请您别叫我们为难 立一尘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去 看向秦书念的目光 晦涩不明 哥 我不管 你说 要带我进晚会的 不能说话不算话 宋婉婉低声啜气 紧紧地拉着立一尘 衣袖没有说话 立一尘低头有些心疼 宋婉婉 你每次不能跟我一起去 这次 还是让你婉婉姐跟我进去吧 谁知 立温涵听了这话 不顾形象地 在会场门口撒泼起来 婉婉姐什么时候跟你去不行 难道非要跟我争这一次吗 立温涵看向宋婉婉婉婉婉姐 一定也不会跟我争的吧 虽然这次机会难得 我也想进去看看 但既然婉婉想进去 阿臣你就带着她进去吧 宋婉婉眼睛红红的 语气仍旧温柔道 立一尘头痛地揉了揉额头 宋婉婉这副善解人意的模样 她更是不舍将人扔在外头 还是你跟我进去吧 哥 我才是你妹妹 立温涵伸手没轻重地 一把将宋婉婉扯开 挤到立一尘身边 你怎么能向着外人 由于立温涵的撒泼打滚 会场外面聚集看热闹的越来越多 立温涵一个人挡在会场门口 秦淑念顿时没了进场的欲望 知道的是里头在办慈善晚会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进了菜市场 锅造恼人 察觉出语气的不耐烦 洛经理立刻有些紧张 这位秦小姐老板十分看重 要是他真生气离开 他还真没办法和老板交代 秦小姐 这是我的失职 我立刻将这里处理好 老板还在等着秦小姐入场 秦淑念微微皱了下眉头 他也不想为难这位经理 听到傅廷琛还在等自己 他才默然地点了点头 见秦淑念愿意留下 洛经理这才松了口气 转身对着立温涵和宋婉婉的方向冷下来 要是二位继续闹下去 会场会直接禁止二位任何一位进入 这话说的绝对 谁的面子都没给 说完 洛经理伸手请秦淑念从贵宾通道 走向会场内 立一辰在外头丢了脸面 脸色阴沉可怖 宋婉婉心里咯噔一声 连忙抬手挽住他的胳膊 脸上的委屈散去 宋婉婉柔声对立一辰道 我还是不去了吧 别因为这件事影响你们兄妹感情 我这就先回去了 宋婉婉转身要走 立一辰拉住他的手腕 眼神带着冷意 看向自己的妹妹 你回去 立温涵不可置信的瞪大眼眸 还想闹起来 被立一辰立声呵斥 这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如此一闹 还有什么脸进去 你要是不回去 今天的事要是传到奶奶耳朵里 我不替你收拾乱摊子 立温涵从小到大 最怕的就是老太太 她缩了缩脖子 最终还是穿着晚礼服 灰溜溜的哭着跑了出去 阿辰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宋婉婉有些担忧的 看着立温涵离开的方向 温涵 好像哭了 立一辰不在意的摆了摆手 晚些时候买些东西 回去哄她就好 有她在 还不知道能闹出什么事来 趁早让她回去的好 会场内 舞台灯光渲染 周遭皆是举着酒杯 身着华丽服饰的名人 随便看过去一眼 秦淑念都能认得出 经常在电视 或者财经上出现的人 洛经理将秦淑念 带入前排 VIP座位 秦小姐 这是老板给您留的位置 晚会还没正式开始 您可以随便看看 谢谢洛经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秦小姐不必客气 留下秦淑念一个人 洛经理又忙着去招呼其他人 秦淑念端坐在位置上 给沈一依发了条消息 让她进会场后 直接到前排 念姐姐 秦淑念抬头 寻着声音望去 傅希妍今天穿得 像是小公主似的 踢着裙摆 向她小跑过来 一双星星眼亮晶晶的 念姐姐 你可算来了 我带你去见哥哥去 第22章 找茬 刚才傅先生我发了消息 说他在忙 我就坐在这里等他吧 那好 傅希妍甜甜一笑 挽着秦淑念的手臂坐下 我陪念姐姐一起 通过闲聊 秦淑念得知 傅氏的慈善晚会 每年都会办一次 所得收入的八成 都会捐入慈善事业 而且 大部分有头有脸的明星 也会参加晚会捐款 以此来打造话题知名度 哎 我哥哥他出来了 念姐姐跟我过去吧 傅希妍看到傅廷 撑去了外头的花园 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拉着秦淑念 就过去打招呼 哥 傅希妍牵着秦淑念的手 来到花园 才发现 外头并没有见到 哥哥的身影 反而见到家中的几个亲戚 感受到傅希妍 握着自己小小的手掌紧了紧 秦淑念侧头看到 他有些紧张的神情 将他微微护在身后 傅希妍像是小孩子一般 闹了脾气 不情不愿地 拉着秦淑念的手 不知该进去还是退后 花园里的中年女人 看到傅希妍 悠了一声 咱们的大小姐来了 傅希妍显得有些局促 迅速垂下眼眸 声音滴滴的 姝母好 你说亭琛也是的 你有病还把你带出来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周照秋瞥了傅希妍一眼 听说你身体最近很不好 还能活一年 亭琛不是挺有本事的吗 怎么还没找到治你的办法 听到周照秋的话 傅希妍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他一向被傅希妍保护得很好 家里面这些亲戚哥哥 从未让他接触过 加上他一直有病在身 那些人见到他 往日都十分客气 从不像今日这般刻薄 傅希妍下意识 紧抓着秦淑念的衣袖 声音乖巧低落 哥哥他 会有办法的 原本在旁边没说话的 年轻男人开口 妈 你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 小心把他弃进医院 那位来找你的麻烦 周照秋哼了一声 抱着胳膊 为了这么个病样子 得罪咱们 他有必要吗 秦淑念从这两个人自理行间 听得出 他们和傅希妍是亲戚 可这两个人说话实在难听 傅希妍又实在单纯 被这两个人说得小声坠气 险些要哭出来 秦淑念抬手 将傅希妍拉到身后互助 你们是人民币吗 有什么不能得罪的 周照秋听到秦淑念说话 这才注意到他 目光不善地打量着他 这是哪家的千金 怎么从来也没见过 傅希妮在不远处 捏着酒杯打量秦淑念 眼神不怀好意 又是一个想攀高知的 聪明点了 知道从这个病样子下手了 秦淑念冷眼看了回去 我只是傅先生的朋友 朋友 傅希妮吃笑了一声 什么人都能和我们傅家扯上关系了 你对我念姐姐客气一点 傅希妍虽然有些害怕 却还是不忍他们诋毁秦淑念 壮着胆子在秦淑念背后出声 你是秦淑念 周照秋打量着秦淑念的眼神 更加不屑 妈你认识他 傅希妮眼神在秦淑念身上 上下打量着 你忘了 这位秦小姐 是丽少的前妻 当时结婚的时候 还送过情帖给咱们呢 摇头 哦想起来了 原来是个二手货 不准你们诋毁念姐姐 傅希妍像个护独子的小兔子 挡在秦淑念身前 眼睛红红的看着傅希妮 希妍 叔母也是为了你们好 这样的女人 根本配不上廷秦的身份 周照秋笑着道 就是这种女人接近傅廷秦 还不知道有什么目的 傅希妮在一旁补刀 你可千万别被人骗了 还替人数钱呢 这一顿软刀子 硬刀子捅下来 秦淑念连眉头都没皱 秦淑念嘴角 弯出得体的笑容 说出口的话 丝毫不客气 我记得前段时间 傅家二少出了个不小的新闻 听闻是在毕市的地下赌场 输了五千万 秦淑念眼睛一眯 口吻轻松 也不知道 这五千万还上了没 傅希妮原本看戏的眼神一变 紧盯着秦淑念的脸 秦淑念 你找死吗 哈 秦淑念玩耳灿烂的笑了起来 说这两句你就破防了 该不会是没钱还账 还挪用公款了吧 周兆秋惊出一身冷汗 你怎么知道 你 妈 傅希妮还算有点脑子 胆紧把周兆秋拦住 可惜为时已晚 话都已经说了出去 秦淑念故作惊讶的五注唇半 我猜猜而已 原来是真的呀 他带着笑意的眼眸冷了下来 我看你们才病得厉害 奸懒缠滑的毛病不小 周兆秋被秦淑念对得有点说不出话来 你你你 你怎么这么没教养 我又不是哪家的千金 要教养做什么 秦淑念轻挑眉头 再说了 我要真像夕炎这样有教养 还不得被你们两个没教养的气疏病来 你再说一遍 傅希力动了怒 急步走到秦淑念面前 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欠人就是贱人 不仅没有教养 还是个贱货 秦淑念抬眼看着面前的男人 笑得嘲讽 要是没有傅家保着你 你现在应该在里头蹲监狱了 下一秒 男人的手扬了起来 就要动手 炎姐姐 傅希妍被吓到惊叫了一声 秦淑念把手机抬了起来 轻轻 啊 把你们刚才说的话都录下来了 要是我不小心 再把这段录音发给傅先生 恐怕事情不好收场吧 秦淑念指尖在傅廷称的消息 框上滑动 表情有些为难 你这一巴掌是落下来 我可是很难保证 这段录音不会发过去 周兆秋 赶紧上前拉住儿子 嘴上说说就算了 傅廷称不是他们能得罪的 傅希力气不过 狠狠咬牙 这次就放过你 看着两人转身要走 秦淑念脸上的笑意淡去 声音彻底冷了下来 道歉 傅希力转过身 似乎是不相信自己听到的 你说什么 我说让你给夕颜道歉 傅二少女龙了 第23章 狗都知道怎么道歉 晚会外头的曲声悠长 透过花园的玻璃 还能看到晚会中巧 笑交际的众人 花园内的气氛 却冷到了冰点 傅希力穿着剪裁极好的西装 转身又走到秦淑念面前 恶意地盯着他 秦淑念是吧 我记住你了 面对傅希力的威胁 秦淑念从容地笑起来 看着面前的人没说话 傅希力被秦淑念的眼神 看得一阵烦躁 又不敢在这里闹事 他吊耳郎当地 冲着傅希炎的方向 举了举手中的酒杯 哎 别把我刚才说的话放心上 一家人开开玩笑而已 别当真 你这是道歉 秦淑念吃了一声 狗都知道道歉的时候 要诚心诚意 你不知道 这女人竟然敢骂她是狗 傅希力捏着酒杯 怒视秦淑念 你他妈的说什么啊 别把我刚才说的话放心上 开开玩笑而已 别当真啊 秦淑念把刚才傅希力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给她 傅希力 这下当真被激怒 握着手中还带着酒的酒杯 用力砸向秦淑念的方向 现在躲闪已经来不及 秦淑念唯有快速转身 将傅希掩护在怀里 不让她受伤 啪叉 秦淑念听到杯子 飘落在地上碎裂的声音 却没有感觉到身上的痛楚 她转过身去 看到身前被一件黑色西服遮住 秦淑念仰起头 不知道傅庭琛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她正面无表情地 看向傅希力的方向 贴身的西装衬衣 衬得她肩宽腰窄 这副样子倒像极了外人口中 有雷霆手段的傅庭琛 傅庭琛甩手 像扔垃圾一样 把那件昂贵的西装外套 扔到地上 目光冷得像冰窖 动得傅希力直哆嗦 周兆秋见到傅庭琛 脸色猛的一变 庭琛 误会这是误会 什么误会 齐小手插西服口袋 从旁边晃悠过来 冲着秦小姐砸过来的酒杯 是她不小心扔的 周兆秋张嘴想狡辩 被齐小一句话堵了回去 那你们今晚回去可得小心点 省得马路上有什么车 一不小心就撞到你们车上 这话听到周兆秋耳朵里 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她脸色猛得一白 傅希力哪里还有胆子嘚瑟 吞吞吐吐的和傅希炎道了个歉 带着她妈火速溜了 你没事吧 傅庭琛收敛的视线 在看向秦淑念的眸光和煦 秦淑念摇了摇头 低头看着窝在自己怀中的傅希炎 炎炎 你有没有事 傅希炎着实被吓到 抬头望着秦淑念的眼神 既委屈又可怜 我没事 小公主脸颊上 还挂着两颗晶莹的泪珠 别下嘴巴 让人觉得又可爱又心疼 幸好这次有念姐姐 傅希炎抱着秦淑念的胳膊不撒手 黏着她的这样子 像急了一只小白兔 抱歉 是我的失误 傅庭称道 秦淑念压根没在意今晚的小插曲 炎炎没事就好 一行人从花园中出来 会场内愁光交错 主持人已经登上会场内的园台之上 讲解着今天晚会的展品 坐在前排的沈一一看见好友 冲着他们招了招手 秦淑念坐在沈一一身边 傅希炎也跟着坐在她另一边 看到傅庭琛坐在傅希炎身旁的位置 沈一一有些激动的压低声音 淑念 你这后门走得可以啊 刚才我看见那渣男带着茶姐 坐在会场靠后的位置 我故意拎着包在他们面前晃了一圈 踩到前排坐下 气不死他我 秦淑念轻敲了一下好友的额头 以后再看见他们不用搭理 省得自降身份 丽一辰坐在后面挤排 秦淑念从花园出来时 他就目光灼灼地盯着她不放 秦淑念身边真正的小姑娘他认识 那是傅家掌权人傅廷琛 捧在手心里呵护的妹妹 怎么会和她手玩手 一副相熟的样子 宋婉婉见丽一辰目光盯着秦淑念的方向 心中警铃大洞 弯下唇角 装作刚看到她的模样 诶 那不是秦小姐吗 没想到 秦小姐还认识傅家的大小姐 宋婉婉轻轻晃着丽一辰的胳膊 像是在撒娇 只是以前听一辰你说 秦小姐因为出身的原因 好像不太喜欢和人交流呢 听宋婉婉这样说 丽一辰不禁冷吃了一声 为攀高知不择手段而已 宋婉婉咬了咬唇半 像是有什么话不好说出口似的 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婉婉 怎么了 丽一辰注意到宋婉婉脸上的表情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宋婉婉缓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只是忽然想起 你和秦小姐离婚的事 圈子里的人好像都不知道 丽一辰皱起眉头来 看向秦淑念背后的目光冷了下来 这女人要是借着丽家的地位 攀附高知 丽一辰捏了捏拳头 她不会放过她 宋婉婉娇柔的手掌 搭在丽一辰手背上 阿诚也不用太担心 晚会之后 和秦小姐说清楚就好 秦小姐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丽一辰握住宋婉婉的手 她一向这样温柔懂事 让她心中的烦躁散去 婉婉 我一定会让你以立太太的身份 永远站在我身边 坐在前面 丝毫不知道 自己被议论了的秦淑念 看到主持人旁边的第四件展品 动了心思 这是文国中期的古董陶瓷花瓶 起拍价是两百万 想到家里 还有个对古董感兴趣的老古董 秦淑念第一次在晚会上举起牌子 三百万 主持人敲了一下锤子 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 是以秦淑念的方向 这位小姐出价三百万 三百万一次 三百五十万 三百八十万 会场的何处 响起相互竞价的声音 这古董花瓶 真漂亮啊 送晚晚由衷的赞美着 妈妈从前最喜欢这些古董花瓶 今晚能跟着阿诚一睹风采 我回去告诉妈妈 她一定也很高兴 伯母喜欢 买下来就是 丽一辰坐在后面 随意抬起手中的叫架牌 五百万 第二十四章 绝不让步 五百万第一次 五百万第二次 秦淑念再次举起手中的牌子 六百万 丽一辰目光阴沉的 盯着秦淑念的方向 似乎是不甘示弱 随后举起手中的叫架牌 六百五十万 那个死渣男 不会是看到你叫架 故意跟你叫架吧 沈一一声音压低 秦淑念听 得出他声音里的愤愤 侧身安慰他 他还不配跟我叫架 秦淑念举起手中的叫架牌 直接将价格抬高了一番 一千万 骤然提高的价格 掀起一阵旁人的怯怯思语 主持脸上的笑意与言表 藏品拍出的价格越高 他拿到的提成越多 此时 他正慷慨激昂地 举着手中的木锤 二号这位小姐 拍出了一千万的价格 这也是我们今天 第一个破千万的藏品 丽一辰的脸色 已经变得尤为难看 宋婉婉轻轻捂住嘴 秦小姐 这事 他凑到丽一辰身边 担心的小声说道 一千万不是小数目 拍卖行要是不能结算 会不会对性欲有影响 别的也就算了 毕竟秦小姐现在头顶的 还是丽家的名声 会不会 丽一辰在一锤定音之际开口 一千零五十万 男人心知肚明 当时离婚协议的时候 他只给了秦淑念五百万 他笃定 他根本拿不出一千万来 这是要彻底跟他杠到底了 这花瓶 秦淑念他可以不要 可凭什么是丽一辰想要的东西 他就要一次次的做退让 秦淑念都没有犹豫 直接举起牌子 一千三百万 丽一辰心中吃笑秦淑念的逞能 他深知这个女人 如今连五百万都拿不出 他刚被丽家驱逐 就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 他为了弃他 竟已有胆子 叫出这样高的价格 周围窃窃私语的声音 愈发高涨起来 前面坐着的是哪家小姐 叫嫁的时候毫不犹豫 怎么好像从来没见过 敢和丽家的公子爷叫嫁 身份肯定也是不容小觑 我看也是 他身边坐着的 可是傅家的金戈的 傅大小姐 能坐在他身边的非富即贵 这时 旁边的人惊呼一声 却压低了声音 我见过他 想起来他是谁了 他是丽家大少爷的夫人 啊 有人发出疑惑的声音 他是丽少的夫人 丽少身边坐着的女人是谁 还能是谁 说话那人又将声音压得低了低 外头的人呗 有人恍然大悟 哦 袁佩达小三啊 怪不得杠起来了 什么袁佩达小三 据我所知 丽少身边那位 还是他心肩上的人 他的老婆 当初也是被破取的 那个女的一无是处 穷算人家出来的 抱上了丽少的大腿 才得以野鸡变凤凰 和丽少星肩上的那位 根本没法比 旁边说话的声音不小 尽数灌进宋婉婉的耳朵里 他抿着唇绊 心里畅快 嘴上去劝着丽亦辰 阿辰算了吧 好像秦小姐是真的很喜欢这花瓶 这花瓶 可能对他更重要呢 丽亦辰反握住宋婉婉的手 我答应你的东西 一定会给你 他举牌扬升 两千万 丽亦辰直接将价格抬到两千万 是故意要给秦淑念难堪 就是要让他知道 他不配跟自己比价 也好给秦淑念个教训 丽亦辰朋友坐在一边 也有些惊讶 丽少 两千万拍一个古董花瓶 这也一家太多了 丽亦辰谋色未变 只是紧盯着秦淑念的方向 想看他狼狈出丑的模样 只要玩玩喜欢 他就值两千万 眼看着主持手中的第三锤要敲下 空行的会场里 所有人都不自主地平住呼吸 想要听到最后结果 两人的叫价以及八卦 已经在会场这些人中传了一圈 眼见有些人激动的额头冒汗 一双双眼睛 都在等着看丽少的原配夫人 是怎么出丑的 锤子停在半悬空 众人的心也全都跟着揪了起来 三千万 只见前座的秦淑念 慢条丝里的站了起来 接下来 不管谁出嫁 我都会高他一百万 这位小姐 恐怕有些不合规矩 我们 主持没见过这样叫价 正想要阻拦 旁边助手扯了扯他的衣服 在他耳边低声耳语了几句 主持人在惊诧中回过神来 再看向秦淑念 眼神中多出几分恭敬 根据卖家要求 这款藏品以三千万的价格 与这位小姐成交 会场一片哗然 竟然葬主都出面了 这丽少的前夫人 不像是看上去那么没用 丽一辰坐在后排冷眼旁观 想看秦淑念 最后要如何收场 慈善拍卖 和普通拍卖会不同 慈善拍卖的规矩 拍下产品后反悔的 要赔付藏品拍卖价的百分之二十 藏品拍卖价格超过千万以上 赔付的百分比会翻番 三千万就要赔付一千二百万元 丽一辰眯了眯眼睛 他倒是想看秦淑念 最后是怎么来求自己的 拍卖会结束后 秦淑念去后台交了保证金 他和沈一一出来的时候 洛经理正在外面等着 秦小姐 老板说他有些私事要处理 请司机送秦小姐回去 还是不用麻烦了 这个地方很好打车 不麻烦 专车马上就到 秦淑念一再拒绝 点了点头硬下 好 替我谢谢傅先生 车药一会儿才到 秦淑念拉着好友去会场外透气 却在外面看到丽一辰和宋婉婉 两个人好像是专门在这里等他 见他出来也走进前来 秦小姐 宋婉婉甜甜的和他打招 秦淑念只当是没看见 丽一辰语气有些烦闷低沉 盯着秦淑念的目光黑沉沉的 你拿得出三千万吗 拿不拿得出管你屁事 秦淑念挑没对他 秦小姐 阿晨也是为了你好 宋婉婉婉这丽一辰 表情很是担忧 要是你拿不出钱 是要赔付一千二百万违约金的 一千二百万不是小数目 足以立案 我是怕 丽一辰这时突然冷嘲出声 怕什么 他又不是没进去过 第25章 被围观 丽一辰深蒙凝沉 秦淑念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也能出现在这个拍卖会上 你到底是用多肮脏的手段得到请柬 你心里清楚 宋婉婉温和开口 阿晨 你别这样说 秦小姐也很不容易 她做这些 可能也是迫不得已 她不容易 丽一辰仿佛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忍不住冷嘲热讽 她随随便便床上一躺 就能躺出来几千万 我看她容易得很 秦淑念 被这两人堵在有人来往的会场外 丽一辰说话的声音又不小 许多人都能听到 他们说话的声音 外面 停着的都是豪车 来往的 也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来来往往 远远驻足为官 看热闹的也不少 上流的圈子 有什么事 第二天就会刮的圈子里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我就说吧 肯定是她那个原配有问题 这是磅上大款了 我觉得也是 看她身上穿的那件晚礼服 是国外Chili设计师的袖款 国内还没有人穿过 丽一家是没这个本事 弄到这件晚礼服的 丽一辰目光 触及秦淑念身上的晚礼服 想到她今天坐在 傅西岩身旁的样子 心中一动 又听到外人议论的声音 她看着秦淑念的眼神 中墨色翻涌 秦淑念 你这辈子也摆脱不了下等人的身份 别痴心妄想 靠着爬床上位了 这样荡妇一般的羞辱 完全没有顾及秦淑念的脸面 周围看热闹的人 看向秦淑念的目光 都有些讳莫如深 有些男人带着有色的目光 来回在秦淑念身上群寻 秦淑念抬起手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之时 一记耳光 狠狠打在丽一辰脸上 秦小姐 你这是干什么 宋婉婉紧张地扶着丽一辰 看着他被打歪过去的脸颊 有些心疼 秦小姐 即便是你恼羞成怒 也不该突然动手吧 我们都是有涵养的人 我没有涵养 你再多说一句 我下一巴掌 就会落在你的脸上 秦淑念打断宋婉婉的话 眸色冷冷地看着他 他随意地甩了甩手 又将视线落在丽一辰身上 怎么你是这样的人 天底下就都是这样的人了 秦淑念美目冷冷地看着丽一辰 不用我再提醒你 我们两个正在协议离婚吧 你凭什么指手画脚我的事 你婚内出轨宋婉婉 每天带着小三招摇过世 你是不是觉得挺光荣的 宋婉婉被骂得一副眼泪低垂 靠着丽一辰低声哭了起来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阿辰 刚才这一巴掌打得极响 震得丽一辰的耳朵一阵光明 修奋家恼怒 几乎让丽一辰丧失理智 他咬牙盯着秦淑念 我出轨 你恐怕早就物色好目标 在我们协议离婚之后 立刻就勾搭 上下一个男人 你不就是勾搭上副家身边 那个七少爷了吗 你以为只能包得住火 你勾搭上他很得意 你以为那种顽固公子哥 会真的看上你吗 丽一辰言语中 嘲讽意味浓重 他随便玩玩你 对你勾勾手 你还真就摇着尾巴上勾了 下一秒 在秦淑念忍不住再次动手得失后 感觉身上一暖 一件厚实的外套 搭在他暴露在空气中 有些泛凉的肩膀上 外套上还残留着淡淡清冷的香气 秦淑念微微一愣 转头看见了傅廷辰 你怎么出来了 事情处理好 想出来送你 傅廷辰转过头深深的 瞧了丽一辰一眼 只这一眼 就让丽一辰感觉如居复古 手脚瞬间冰凉 张嘴说不出话来 没想到 碰到外面有人在诋毁你 丽一辰心跳加快 嘴上却还在逞能 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傅少可要看清 这女人是什么嘴脸 千万别被她骗了 傅少的妹妹单纯 我是怕 宋婉婉捋了一下发丝 很是为傅膝炎拙想一般说到 齐霄抱着手臂从一边绕出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前面俩人 我这人名声不好 和我混一起 确实容易被诋毁 秦小姐是小五的贵客 是小五光明正大邀请来的 我哪里高攀得上 丽少倒是说对了一句话 傅家勾勾手 你们丽家就摇着尾巴凑过来了 傅廷辰身谋微宁 开口声音淡淡 从今天开始 傅氏旗下所有涉及和丽家的合作 全部暂停 第26章 给你添麻烦了 这话一出 经得周围还在看热闹的众人 一阵嘀嘀的惊呼 这个秦淑念好本事啊 竟能让傅家家主为她出面 你没见在里头的时候 她的位置紧挨着傅家的五小姐 她可是那位捧在手心里头的 会场外头 有些人在窃窃私语 要我说丽家这位少爷也是活该 带着小三 闹得满城风雨就算了 还在原配面前没事找事 这不撞枪口上了 人家可是真爱 真爱 你在咱们这个圈子里头讲真爱 说话的那人调笑道 你会让真爱给你当小三 这话说的声音大了些 就连宋婉婉都听进耳朵里 她本就有些苍白的脸色 更显得摇摇欲坠 阿晨 丽晨早哪里还有 心情顾及宋婉婉的情绪 因为刚才傅廷称说的话 她大脑一阵嗡鸣 在A市 丽氏集团也算得上市趋之可数的 丽氏和傅家的合作 涉及各个行业领域 两家公司之间 可以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傅廷称突然要暂停两家之间的合作 股市也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 丽晨深谙其中道理 心中恨秦淑念 要不是她事情 也不会闹得这么难看 傅大哨 我和秦淑念之间的事是私事 您难道要因为这件事 影响两家的关系吗 丽晨不敢对着傅廷称发难 只好忍下脾气 让她分析着利弊 我们两家在A市极有影响力 若是两家合作暂停 恐怕我们两家的股份都会下跌 损失就不止百万这么简单 即便只是暂停合作 损失也会不小 丽晨说着 面上表情有些心虚 下意识地一开目光 齐霄拎着外套 往肩膀上一搭 你就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行吗 秦小姐说 你们两个人 已经在办理离婚协议的手续 你这诽谤家诋毁 不请律师告你就不错了 宋婉婉渐渐风向不对 围观的人又久久不散 他暗暗扯了扯离义辰的衣袖 随后他看向傅廷辰 这件事都是误会 傅先生别生气 我替阿诚向秦小姐赔个不是 阿诚没有坏心思 只是有些时候 说话太过于直爽 没有顾忌旁人 宋婉婉弯腰冲着秦淑念鞠躬 秦小姐 这件事是我的不对 还请你不要怪罪阿诚 我不该回国 不该破坏 你们原本美满的婚姻 宋婉婉说着红了眼圈 有些哽咽 丽义辰心中愧疚 狼情惬意 看得秦淑念一阵恶心 做作的要命 齐霄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演得这是哪出啊 你俩在一起 是不是就主打的一个不要脸 齐霄掉锅当 嬉皮笑脸的看着对面 站着的两人 丽义辰脸色变了又变 只能再次看向傅廷辰 傅少 集团合作的事 你要仔细考虑 傅廷辰打断他的话 我为什么要在意 几个西洋产业的前景 丽义辰脸色煞实雪白 对于金融商场上的事 秦淑念也有些了解 就因为他的事闹得这样大 他欠傅廷辰的人情 就真还不清了 傅先生 我知道你是因为傅小姐 才会迁怒丽家 但公是公私是私 因为私事影响两家合作 想来傅小姐也不会赞同 没想到秦淑念 竟会帮着自己说话 丽义辰神色微动 他果然还是在乎他的 秦淑念冷眼 朝着丽义辰方的相看去 不如就让丽家 公开给傅小姐道歉也好 丽义辰脸色突变 也不得不咬牙忍下来 这是个误会 但丽家也一定会给傅家一个交代 傅廷辰策谋看着 站在自己身边秦淑念 他不想将这件事闹大 他也愿意稀释宁人 好 傅廷辰声应下 齐霄则在一旁默默地撑大双眼 傅廷辰这家伙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 丽义辰刚松了口气 就听到秦淑念的声音响起 所有涉事的人都要道歉 宋婉婉柔弱地靠着傅廷辰 阿臣 丽义辰不敢当着傅廷辰的面袒户 宋婉婉 实在道歉 婉婉到时候 你跟我一起登门致歉 宋婉婉没想到 丽义辰真会让他道歉 狠狠攥住手 才维持住了脸上的表情 他勉强地笑着 是 实在道歉的 我一定劝文涵妹妹 和我们一起好好道歉 既然要他道歉 他也要拉上丽文涵一起 这时 一辆黑色的麦巴赫 出现在众人视野中 车稳稳地停在会场门口 司机从车中下来 打开副驾驶的门 对着傅廷辰的方向鞠躬 老板 车已经替您开过来了 傅廷辰甚至没有分给 丽义辰一个眼神 对着秦淑念 做了个请的手势 时间也不早了 我让司机 送你早点回去休息 护着秦淑念 将他送上车 傅廷辰垂眸 看着坐在副驾驶上的秦淑念 淡淡地笑了笑 秦淑念按下车窗 抬起头 冲着傅廷辰的方向 笑得露出酒窝 今天麻烦你了傅先生 外套改天还给你 照顾不周 下次请你吃饭 傅廷辰微微低下头 深邃的眼眸中 闪过笑意 秦淑念筋疲力尽地 靠在椅背上 打了个哈欠 竟也昏昏沉沉地 睡了过去 路上猛地惊醒 秦淑念睁开眼睛 发现车正 缓缓停在他们小区门口 秦淑念下车道谢离开 直到打开家门 他才将手中拎着的包扔到一边 脱下高跟鞋 秦淑念赤着脚 走到客厅沙发上躺下 拿出手机 打开聊天页面 我到家了 谢谢你今天 让司机送我 点击发送之后 秦淑念又咬着嘴唇指尖 点在屏幕上 有些犹豫 看到那边没有回话 他这才又发了一条 今天的事 给你添麻烦了 第27章 新工作 来找茬 秦淑念发完消息 拿着手机去了浴室 他刚把礼服换下来 穿着睡衣 把头发扎起来 手机就来了电话 是沈依依的电话 滑动接听 那边传来沈依依懒懒的声音 书念 到家了吧 我回来就听说 那个渣男 在会场外找你的事了 早知道我就晚点走 骂他的狗血领头 秦书念轻笑了声 过去的事 不提他了 沈依依业余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过来 我可还听说 傅少今天可是英雄救美 为你出头了呀 你又听谁说的 奇消吧 你什么时候 跟他那么熟了的 眼见战火 要波及到自己身上 沈依依小声嚷嚷 赶紧从十招来 你们别乱传 今天是因为傅先生的妹妹 傅先生才生了气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 多多 秦书念放在洗手台上的手机 有另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依依 我来电话了 一会再打给你 挂断好友电话 秦书念接通了傅廷琛的电话 电话那头声音静谜 只想起男人略带雌性的嗓音 今天谢谢你 傅廷琛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让秦书念有些不知所措 嗯 谢我 是小五的事 秦书念这才反应过来 傅廷琛是在说之前会场里发生的事 炎炎没被吓到吧 他没事 电话那头 男的嘀嘀地笑了起来 他回来还高兴着说 还好有你在 听傅廷言没事 秦书念在电话 这头松了口气 那就好 我听你朋友提起 你最近在完成大学期间 未完成的论文 小五也在A市的建华上大学 你有没有兴趣 先去建华任教 正好 建华大学在朝一学部任职教师 建华是A市最著名的大学 里面的学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富二代中的富二代 然而这个学校 并不是什么有钱人都能进 建华的录取分数线很高 优先录取成绩优异者 这也是秦书念的母校 他当年没能顺利毕业 也是他的遗憾 不用麻烦了 傅先生 秦书念客气的拒绝 钟老早就给他安排好了指导老师的位置 明天就可以到岗了 用不着傅廷琛麻烦 电话那头的声音一顿 到底还是没有在说什么 傅廷琛温润的嗓音 在夜里听起来愤外性感 那秦小姐晚啊 挂断电话 秦书念洗漱完 扑在自己的大床上滚了一圈 能聚母校做的老师 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做梦 兜兜转转经历几年 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学校里 学校第二天就来了消息 特聘秦书念为临床指导老师 到建华大学报到 重新回归学校 说实话 秦书念心中还有些忐忑或不安 与社会脱轨这几年 他一直被困在家里的那一方天地中 好像伺候丽辰一家人 就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也不知道 他当时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甘愿放下自己的大好前程 嫁给一个明知道不爱自己的人 秦书念想着过往种种睡了过去 入学上班那天 他起了个大早收拾自己 齐霄租给他的小区 距离建华大学并不远 走路十分钟左右就能抵达 秦书念提前半个小时到了校园内 呼吸着校园内的空气 他觉得整个人都像是活了起来 校园内来往走动的 都是早上有课去上早自习的学生 一边往教室方向跑的 秦书念翘起唇脚 这就是青春和校园吧 他原本想往教学楼的方向走 却忽然听到一道不可置信的声音 秦书念 你还敢到我们学校来 突然肩膀上的一个力道 将秦书念猛地往后一拽 让他转过身去 立文涵看到秦书念 更是咄咄逼人起来 知不知道 你把我害我哥害得有多惨 害得我们公开给附家的人道歉 知不知道本小姐有多丢人 立文涵掐着腰不依不饶地说着 不懈的眼神上下打亮着秦书念 如今你还敢找到我学校里来了 秦书念抬手 将立文涵抓着他衣服的手甩开 现在他心情正好 不想搭理面前的人 他转身想走 可身后的人却不依不饶地追上前来 堵住他的去路 心虚了 想跑 立文涵吃了一声 门卫也不知道是不是瞎了 什么人都能随便放进学校里来了 立文涵在秦书念面前 耀武扬威惯了 一副鼻孔看人的模样 他本就看不起秦书念的出身 现在更是把他贬得一无是处 我哥都要跟你离婚了 现在偷溜进来 想要在大学旁听 你还想自考不成 我劝你还是别吃心妄想 我哥是铁了心的 要跟你离婚 你这个劳改犯 有脑子考上大学吗 还不是只会靠着我哥 救济你的那点钱过活 这话说的难听 丁点不像从大学生嘴里说出来的话 从前在家里这些话 秦书念也没少听 他选择全盘隐忍 不过换作现在 秦书念不会在灌着面前的人 当代大学生 祖国的花孤朵 建华大学里的学生 要都像你这样 没素质没教养 那可就没救了 秦书念的语气平淡 却记得利温涵嗓音尖利起来 秦书念你说什么 你敢骂我 利温涵发现 秦书念脱离自己哥哥后 变得愈发凌厉依人起来 以前可是自己说什么 他都不敢反驳的 心里巨大的落差 让利温涵掐着腰 更加猖狂起来 秦书念你也配提建华 这是我的学校 我不管你是怎么偷跑进来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要不然 我叫保安了 这样的车咕噜话 来回转了几圈 秦书念被他烦得累了 拿出手机 调出页面 给利温涵看 这是我的聘用消息 我现在建华大学工作 七 利温涵甚至都没有仔细看 秦书念的手机页面 嘲讽地笑出了声 没学历还蹲过监狱 哪个学校敢请你 学校的名声不要了吗 随后 利温涵转了一下眼珠 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事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秦书念 你该不会是应聘上 什么食堂大妈的工作 跟我在这装逼吧 我中午是不是能在 打饭的窗口看见你啊 第28章 记大过 利温涵还在旁边喋喋不休 一副拦着秦书念 不让他离开的架势 原本秦书念提前了半个小时 倒笑 现在被利温涵一耽搁 就要过了报道的时间 秦书念皱了皱眉 我来这里做什么 跟你没有关系 我跟你哥已经协议离婚 请你以后别在我面前找存在感 秦书念 你以为离了婚之后 就和我们利家两亲了吗 你在我们利家这么多年 吃我们的喝我们的 算得清楚吗你 利温涵具傲的看着秦书念 你不要脸的 想分走我哥一半的财产 这笔账我还没和你算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贱人 你有什么资格 在我的学校上班 你知不知道 只要我一个电话 就能让你丢掉这个 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 秦书念看着利温涵 目光蕴藏冷意 利温涵 小心脸打肿了 也没人给你这个面子 我怎么不知道 建华大学是你家开的 你说开除谁就开除谁 有本事你就打电话 别只会出一张嘴 在我面前吹牛 我忍着你 不代表我脾气好 利温涵被秦书念三言两语 气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这个女人 以前在家里第三下四 讨好自己的时候 可不是现在这个模样 知道自己抓不住哥哥了 露出他本来的面目了吧 秦书念 你别后悔 利温涵咬牙抬手指着秦书念 我不让 我哥把你开除了 我跟你姓 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你等着求我哥去吧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提着包快步向校长式的方向去 他所在的办公室在15楼 临床老师本来就不多 加上他办公室里 一共也才三位老师 其中一位还是个老教授 一般不会待在办公室里 小秦老师 听说你临床学很厉害 我以后多跟你学习学习 办公室的另一位老师 站起来向秦书念打招呼 秦书念有些不好意思 没有很厉害 我也很多年没教过书 还要请小张老师多帮帮忙 行行行 一会儿中午一块 去食堂吃个饭吧 正好我带你去看看食堂 好 除了早上不愉快的插曲 秦书念一上午的心情都不错 建华大学的饭又好吃 随行的老师也很聊得来 秦书念午饭就多吃了点 吃完饭 秦书念和那位张老师 从食堂出来 就被立文涵和立母 还有宋婉婉拦住去路 立母接到自己女儿电话 听到她是受了秦书念的委屈 趁着午休的时间 驱车赶了过来 宋婉婉见到秦书念 得体地笑了笑 秦书念 你这是准备下班吗 看她从食堂走出来 还真把她当成来食堂打工的了 遇上这几个人 一准也没好事 秦书念懒得搭理他们 是一张老师一起离开 立母开口 就是习惯性的毫不客气 秦书念 你离开我儿子 低调在这里 打工就算了 竟然还敢欺负韩寒 谁给你的胆子 宋婉婉在旁边搭了一句 秦书念也有可能是来旁听的 当初没有从大学毕业 可能也是秦书念的 他们就是来蹭课的 立温寒不客气地撇着秦书念 有立母撑腰 她更是肆无忌惮 妈 你赶紧让我哥把她赶出学校 看见她我就烦 立母也是冷哼一声 别以为你找到寒寒学校 就能重新勾搭 上我儿子了 你别痴心妄想了 离婚手续已经办了 我是不可能再让她 娶你这个义无是处 还坐过牢的女人 实相地就自己滚出学校 还能少丢点脸 醒得到时候被人赶出去 你脸上没光 母女两个人 这话说得难听 就连旁边站着的小张老师 都皱起眉头 这位家长 小秦老师是我们学校特聘的老师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误会 这里是学校 请你们说话注意素质 立母冷哼了一声 她能是老师 老改犯 也能教书育人 你们学校招人的时候 都不做被调吗 小心我投诉你们 立温寒斜着眼看那位张老师 他不会这么快 就跟你勾搭上了吧 所以你才这么替他说话 小张老师是位年轻的男老师 他眉头猝了起来 这位学生 说话是要有依据的 正值学生吃完午饭的人流高峰期 立温寒声音却大了起来 引得周围的学生驻足为观 大家都来看看 这个女的坐过牢 竟然还能来学校当老师 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肮脏的手段 学校里有这样的老师 我们还能好好学习吗 跟我哥离婚之后 后悔追到学校来 又和这儿的老师勾搭在一起 秦叔念你要不要脸呢 这话周围的学生听得清清楚楚 有些人认出秦叔念身边的张老师 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这不是临床那边的小张老师吗 小张老师怎么会和那种女的在一起 这老师从来没见过 听他说是新来的 样子也漂亮 不像是那种女的呀 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知道这个女的是什么来历 少管闲事 看热闹就行 同学们叽叽喳喳的讨论起来 立温寒得意的看着秦叔念 他就是要让同学们的唾沫淹了他 让他没有脸 继续在建华待下去 立温寒 你你的脑子 是怎么考上建华大学的 秦叔念冷笑着 毫不示弱 该不会都是立家拿钱砸出来的吧 立温寒脸色一变 冲着秦叔念嚷嚷道 你别胡说八道 你乱说什么 怎么就许你胡说八道 不准我说了 你也是大学生了 胡乱捏造事实传播 是违法的 你不知道吗 你你别想威胁我 这边混乱起来 保安也赶了过来 立母看到保安 立刻对着保安道 你们是怎么看着学校大门 什么人都能混进学校来 赶紧把这个人带出去 保安不明就里 真把秦叔念 当成混进来的人 两个保安向他靠近 人群中响起一道严厉的声音 秦老师是我笑严格考察后 进来的老师 你们有什么意见冲我说 校长 校长好 学生们问好的声音 夹杂着略带疑惑的声音 从人群中传了出来 校长怎么也来了 你们听校长刚才怎么说的了吗 是考察之后 特聘进来的老师 我也觉得 不像那个同学说的 咱们学校哪有那么容易 拖个关系就进来当老师 还是临床老师 立母见到校长后 表情更加猖狂 一致气使地说道 你就是校长吧 赶紧把这个人给我开了 贵校还真是什么人都往校那招 拉低了建华的档次 立文涵见到校长 气焰削了大半 抬手扯了扯立母 让他不要继续说下去 这位校长 连任建华大学校长的位置 已经有二十年之久 建华成为重点大学 这位校长功不可没 再是 他也有些地位 立文涵不敢招惹 但是立母却不知道这些 仍旧喋喋不休 贵校招聘 连大学都没有毕业的人来做老师 是要砸了贵校的好口碑吗 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校长 原本慈祥的脸上表情严肃 我们学校招聘 小秦老师的时候 已经调查得很清楚 这位小秦老师 的确没有大学毕业 小秦老师当初的专业成绩优秀 我校是破格招聘 你对我校老师诋毁谩骂 我校将会提出严正交涉 立母还不可置信地 没形象地嚷嚷道 他怎么可能成绩优异 你们这是包庇纵容 校长没有再废话 对着站在两边的保安说道 现在立刻把这位家长请出去 立母还想用自己的身份压人 话都还没说完 保安就冲着她的方向而来 几乎是把她架起来往外带 妈 立温涵看到立母 几乎没面子地被往外带 她脸上表情 这才有些难看起来 宋婉婉站在立温涵身边 她轻轻叹了口气 我知道秦小姐离婚后 认识了很多大人物很厉害 你能在建华当老师 我很替你开心 但是秦小姐 我觉得立阿姨再怎么说 也是你的长辈 何必大庭广众之下 闹得这样难看 秦书念冷谋相对 到底是谁跑来学校 把事情闹到如今地步的 从开始到现在 说话难听的始终是他们 要是我的澄清 是给他难看的话 那他们说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话 又该怎么算 秦书念嘲讽地看向立温涵 我和你们立家 早就划清界限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骚扰我 知不知道我可以告你 我对你哥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 别以为他是个香伯伯 没他我活不了 当初是他靠着我 才在立家重新站稳 还用我提醒你 你哥当初是怎么被踹出继承人位置的吗 心中不想提及的是 被秦书念挑起 立温涵脸色大变 当初他们一家人 怎么靠着秦书念 回到立家权力中心的 这是他们一家人 最不愿意提及和想起的 秦书念看着脸色突变的立温涵 冷冷地笑起来 看来不用我提醒你 你也想起来了 我和你各离婚 你各如愿以偿 和他的白月光在一起 你倒是放不下我这个前嫂子了 有这个时间 不如和你现在的好嫂子 多培养培养感情 一时间 同学们好奇的目光 都落在立温涵和宋婉婉身上 打量起来 啊大八卦啊 新来的美女老师的情史 好像挺惨的 前夫的妹妹 带着前夫的小三 在学校闹事 还想搅和美女老师的工作 美女老师实惨 立家 听说他们家最近还得罪了副奖 举家道歉才了事 他们家怎么那么能惹事 刚才那个家长 也太不讲道理了些 说话又那么难听 幸亏没信她的话 立温涵了两步 听到这位同学的议论 几乎有些站不稳 她紧紧握住拳头 心中愤恨男人 秦淑念这个女人 什么时候嘴皮子这么利索了 就连她把哥哥搬出来 她都不为所动 立温涵心中有些惊慌 更多的是难堪 这个女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给她难堪 以后一定要她好看 立温涵心中正咒骂着秦淑念 校长突然响起的声音 让她经不住打了个寒颤 立温涵同学 上学期间不仅不尊重师长 还恶意诋毁老师 记大过一次 立温涵没想到 事情会闹得这样严重 在建华记大过一次 是要全校通报批评的 会严重影响她在校内的名声 校长 你不能这么偏袒秦淑念 她肯定是伪造学历 才能进入学校来 校长 你一定要查清楚才行啊 原本慈眉善目的校长 脸色也冷了下来 立温涵同学 记大过不够 是想留校查看吗 校长也不等她低头认错 转身对秦淑念叨 小秦老师 临床课室的交接 办公室那边已经安排好 一会儿 你和小张老师 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的校长 看热闹的学生们逐渐散去 立温涵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心中对秦淑念的恨意不解 宋婉婉站在旁边 和声安慰立温涵 韩韩 可能秦小姐刚入校 校长对她多有照顾 学校要给你记大过的这件事 我跟你哥哥说一声 看看能不能帮你说个情 立温涵心里恨意翻涌 秦淑念这个贱人 因为勾搭上校长 就能为所欲为了吗 她做梦 早晚让哥哥开了她 她不让我好过 她也别想好过 第29章 奶奶病了 在校长办公室里 秦淑念谢过校长 替她解围 校长却笑着摇了摇头 是廷辰知道 你来学校 要无论如何 都要在学校里好好照顾你 秦淑念微微一愣 傅廷辰为了妹妹 办事还真是周到 还有你的学籍和论文不用担心 你的档案还在学校存档 你当年是临床奇才 罗教授到现在还念叨着你 希望你回来继续学业 他这回可算是把你判回来了 老师当初因为他休学结婚 扼腕了好久 秦淑念垂谋 也不知道当初自己 到底是怎么想的 尽可以为了一个男人 放弃学业 谢谢校长 我这次回来 也是想将我没有完成的 学业完成 对教授和我自己 都有过交代 丽温涵被校长严正处分 记了一次大过之后 安分了不少 连带着丽家 都没在找秦淑念的麻烦 只不过丽一辰 傅廷琴偶尔会从他的通讯录诈尸 每次都说 想约他出去谈谈 秦淑念也毫不留情面的 让他去和律师谈离婚的事 这天周六 秦淑念没课 正在傅廷琴的老宅里 给傅熙岩诊疗 诊疗的过程有些痛苦 小姑娘痛得泪眼汪汪 但还是坚强地忍了下来 傅廷琴让人带着傅熙岩去休息后 秦淑念舒展的眉头 才缓缓皱了起来 怎么了 小五情况不好 傅廷琴察觉到秦淑念脸上的表情 跟着促起眉头 情况比我料想中的还要糟糕 秦淑念对傅廷琴实话实说 傅小姐身上的肿瘤细胞扩散得厉害 以常规手段治疗 恐怕收效甚微 我的治疗办法 会让傅小姐接受诊疗的时候 越来越痛 但这样激进的治疗办法 却还有治愈的可能 傅廷琴沉下眸子 像是恍神一般沉默了一会儿 治愈的几率有多少 秦淑念却不愿意骗傅廷琴 她缓缓摇了摇头 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把握 我唯一能向你保证的 秦淑念认真的看着傅廷琴 是哪怕只有1%的概率 至于傅小姐 我倾尽全力 也会让傅小姐痊愈 傅廷琴沉眼底紧绷的情绪 忽然像断了闲似的 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水 要奔涌而出 她堪堪压住心里的情绪 不想因此吓到秦淑念 就听身旁的人接起电话 秦淑念声音冷淡 丽一辰 我说过 没事别再给我打电话 奶奶身体有点不舒服 你能来家里的老宅一趟吗 那头丽一辰声音沉闷 似乎是真的在为丽奶奶的是忧心 听到丽奶奶身体不舒服 秦淑念立刻有些关切的问道 奶奶怎么了 总之是身体不舒服 你现在能来吗 知道了 我一会就过去 秦淑念挂断电话 对傅廷琴抱歉道 傅先生 还有些事要处理 我下周会继续过来 给傅小姐治疗 我送你 很方便的 我也要去公司 顺路 傅廷琴弯腰拿起外套 挺直几倍 看向秦淑念 走吧 秦淑念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嗷了一声 就跟着傅廷琴向外走 直到坐上男人的车 秦淑念才反应过来 他都没说要去哪里 傅廷琴怎么就知道是顺路的 安全带 傅廷琴策谋提醒秦淑念 秦淑念沉静神游中 没有听到傅廷琴的话 他正想着开口 身前被一片阴影遮住视线 只听到安全带 发出咔哒一声清脆的声响 秦淑念开着傅廷琴 回身启动车子 有一瞬间的震愣 去哪儿 秦淑念连忙拿出手机 微微有些慌乱的 点开地图定位 我用手机定位 傅廷琴似乎是心情不错 勾着唇角启动车子 冲着丽家老宅的方向驶去 两人很快驱车抵达丽家老宅外 丽一辰正站在他的豪车前面抽烟 宋婉婉站在他身旁 小鸟一人的巧笑着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秦淑念解开安全带要下车 谢谢傅先生送我过来 傅廷琴目光略带深意的看过来 像站在车外的丽一辰 有事电话联系 好 秦淑念这才打开车门 从车上走了下去 丽一辰见到秦淑念 从豪车上走下来 眉头紧皱 秦淑念 妈说 你又攀上有钱人 我还没信 今天亲眼看到 妈还真是没说错你 阿诚别这么说 秦小姐若是能找到好的归宿 咱们也是当真替他开心的 秦小姐能自由出入慈善晚会 又能进入A市最好的大学做老师 的确很有本事 我也很羡慕呢 宋婉婉声音柔柔 客客气气的抬眼 看向秦淑念 丽一辰反而像是被宋婉婉轻巧的三言两语 记得说话难听起来 她的那些本事 你可学不来 这句话暗示意味明显 秦淑念却懒得在丽一辰身上 多浪费一句话 不是说 奶奶身体不舒服吗 有空在这里说闲话 不如赶紧进去看看奶奶怎么样了 扔下这句话 秦淑念也不管后面的人有没有跟上来 她先一步走进了老宅里 走进老宅客厅里 丽奶奶正精神绝硕地 和家里来人乐呵呵地聊着天 见到秦淑念 丽奶奶高兴地合不拢嘴 抬手招呼 她进客厅 念念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秦淑念嘴角擒着笑 过去坐到丽奶奶身边 奶奶 我听说您身体不舒服 所以回来看看您 嗯 丽奶奶眉头一皱 我这身体好着呢 我什么时候 说我身体不舒服了 丽母和丽温涵坐在沙发另一边 默不作声 丽家另外两叔直上不明白怎么回事 也没有开口 丽一辰这个时候 带着宋婉婉从外面走了进来 奶奶 丽奶奶见到丽一辰身边的宋婉婉 就没给她好脸色 你回来就回来 还带着个狐狸精回来 干什么 真想把你奶奶我气出病来 你才舒坦 奶奶 宋婉婉对着丽奶奶委屈道 都是一家人 我 谁是你奶奶 丽奶奶握着秦淑念的手 对宋婉婉横眉冷目 我可没这个本事 能和狐狸精攀上亲戚 第三十章 财产平分 妈 义辰喜欢婉婉 又不是一两天的事 都快是一家人了 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丽母有些听不下去 又看不惯老太太 给秦淑念撑腰 婉婉怎么说 也是您未来的孙媳妇 我不认她这个孙媳妇 我看整个丽家 有谁敢认下的 丽奶奶这是赤裸裸的 要给秦淑念撑腰 宋婉婉委屈的落泪 小声道 奶奶不是很欢迎我 我还是先走吧 婉婉 丽一辰拉住 要走的送婉婉 你留在我身边 名正言顺 丽一辰转头眼神坚定的 看着丽奶奶 奶奶 你知道我心中的人是谁 我认定 婉婉是我的妻子 我这辈子非她不娶 赌赌赌赌 丽奶奶手中的拐杖 和瓷砖敲击 在客厅里 发出响亮的声音 她是你的妻子 你又将念念 对你的付出置于何地 你别忘了当初 是那个女人离开你 差点让丽家颜面扫地 念念为了你 义无反顾地嫁进丽家 这些你可都还记得 宋婉婉哭得眼睛红红 依靠着丽一辰 奶奶 当初我也是没有办法 是迫不得已离开阿诚的 我回来 是因为我不想看着阿诚 为了我那么痛苦 我只想要她幸福 只要她过得幸福 我宁愿孤独死在异国他乡 我也不会回来 情到深处 宋婉婉啜气地哭起来 可是奶奶你也知道 阿诚这几年过得并不快乐 我不想求什么 只想让阿诚开心而已 宋婉婉哽咽着说完 垂泪扑进丽一辰怀中 丽一辰低声安慰了宋婉婉两句 对着坐在沙发上的老太太道 我今天叫秦淑念来老宅 就是想彻底了断过去 我已经拟了离婚协议 今天就签字 看着至死不渝 间谍情深的两个人 秦淑念心中连悲怆都没有 只觉得好笑 他们只用三言两语 就否定了他当初付出的一切 怪只怪他当初眼下 丽一辰说完 才施舍给秦淑念一个眼神 我让律师重新理了协议 会再多给你一些补偿 秦淑念安抚地拍了拍丽奶奶的手 这才站了起来 丽一辰 我的律师应该已经给你发过 我们两个人的财产公证合同 要求是婚后财产评分 如果你没有看到 我可以让我的律师 重新发给你一份 财产公证的合同 丽一辰自然是已经看过 但他怎么都不可能和秦淑念 评分婚后财产的 丽一辰猝起眉头 没有说话 丽母先暴跳如雷起来 秦淑念 我儿子养你这几年 多分你几百万财产和住处 就偷着乐去吧 还敢狮子大开口 要这么多钱 疯了你 对于丽母的 发疯 秦淑念也是早有预料 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他 丽一辰不相信秦淑念 能分走他一半财产 对此并不担心 秦淑念 我对你仁至义尽 你别得寸进尺 小心贪得无厌 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是吗 秦淑念嘴角划出一个弧度 放在沙发上包 对丽奶奶温声道 奶奶你要多注意身体 要是有哪里不舒服 一定叫人告诉我 我马上就过来 丽奶奶握着秦淑念的手 满眼都是心疼 乖孙孙 丽一辰这个不是东西的魂球 不要你 奶奶要你 不管你和他离不离婚 奶奶永远都把你当孙女 只要奶奶在一日 老宅里就永远留着你的房间 秦淑念心中感动 丽奶奶从始至终都十分疼他 他点了点头轻声道 会的 奶奶 他离开的时候 甚至都没有向丽一辰的方向看去 走出老宅 秦淑念这才呼出一口气 打开手机打车软件打车 在老宅的路边站了一会儿 身侧忽然响起丽一辰的声音 我们之间 一定要闹到这个地步吗 秦淑念回头 男人离得他很近 他向旁边走了两步没有说话 丽一辰看到秦淑念的动作 忍不住皱起眉头 从前都是他要靠近他躲开 今天却猛然间调换身份 他烦躁地松了松领带 抬手抓住秦淑念白皙的手臂 秦淑念 你到底在闹什么 秦淑念抬手将丽一辰的手甩开 看向他的眼神 是毫不掩饰的厌恶 我的律师陆续会将离婚的资料发给你 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别来打扰我 看着上车远去的秦淑念 只觉心中莫名有些难受 哪知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他不耐烦地接起电话 什么事 电话那头是律师的声音 丽先生 对方拿出有利证据 对您不利 您恐怕要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 秦淑念上了车 没一会儿 就收到丽一辰发来的短信 上面是阳光咖啡店的地址 要他明天空去一趟 他们在好好商讨离婚协议的事 他只是看完 关上手机 没有回答消息 关于丽一辰的事 他只想越快解决越好 不想再和这个人有一点联系 第二天早晨 秦淑念起来的大早 约好他的律师 和他一起去丽一辰发位置的那家咖啡店 两人来得早了些 整个咖啡店都没有什么人 秦淑念带着律师坐到窗户边 等了大约半个小时 直到他不耐烦的 要给丽一辰发消息 咖啡店中才出现两个人的身影 丽一辰今天没来 反倒是丽母和宋婉婉 出现在咖啡馆中 宋婉婉看到秦淑念 笑意盈盈的跟着丽母 走到他对面坐下 秦小姐 阿晨今天还有工作过不来 我就陪着阿姨过来了 秦淑念冷谋到 和律师我们走 走什么走 丽母瞪了秦淑念一眼 眼看勾搭不了 我儿子想跑啊 秦淑念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 我是和他离婚 又不适合你离婚 你们俩有什么用 能和我领离婚证吗 丽母要我杨威惯了 哪里受得了秦淑念的气 加之上次被秦淑念 让他当众丢脸的事 他一起发作起来 拍桌怒倒 我告诉你 我可不像一辰对你那么心软 赶紧把协议老老实实签签了 滚出我们丽家 第31章 要他好看 正好我也不想和你们丽家再扯上关系 同时 律师将文件一试两份 推给坐在对面的两人 请你们看一下文件 如果没问题 我想我当事人很愿意和丽先生签下离婚协议 宋婉婉仔细看过离婚协议后 轻轻合上文件 乖巧地坐在一旁没有说话 丽母在看过文件之后 却气炸了 她把文件用力地扔在桌上 表情猙獰的不像个贵妇人 你还想分走我儿子一半的财产和股份 你做梦 律师冷静地收好文件 随时可以找律师咨询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丽母表情巨傲地看向律师 你以为靠着这个破文件 就能分走我儿子一半的财产 你以为我们丽家是那么好惹的吗 你知不知道 我们丽家在A市是什么地位 我儿子动动手就能碾死 你们这种蝼蚁 送婉婉亲府上丽母的手臂 亲身安抚 阿姨别这么激动 秦小姐可能也不知道 丽家在A市到底是什么地位 毕竟秦小姐曾经也没有工作 每天的工作也是留在家里处理家务 丽母脸上表情更是轻蔑 我儿子不过当你是家里请的保姆而已 你以为我不知道 逸臣和你结婚以后 碰都没有碰过你 就凭你这种低廉的女人 让你在丽家过几年哭太太的生活 都算是便宜你了 秦叔念冷笑 我看是你的宝贝儿子不行吗 他轻飘飘的一句话落下 砸得丽母瞬间气血涌上头顶 秦叔念你说什么 你这个贱女人敢诅咒 我儿子不行 秦叔念慵懒地向后面靠着椅背 笑着看丽母破防 这么激动干什么 不会他是真的不行吧 秦小姐 我觉得你说话要客气一点 这是你的长辈 送完晚话都还没说完 被秦叔念抬手打断 现在是你的长辈 不是我的 我可没有这样胡搅蛮缠的长辈 眼看在秦叔念这里 占不到一分便宜 丽母转而向律师攻击道 我放下话 你要是敢帮这个女人打官司 我丽家就让你再是待不下去 律师丝毫没有惊慌的表情 反而得体地笑了笑 丽女士 我们身为律师 就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我知道丽家在A市的地位 可我觉得任何人也没有资格和法律抗衡 律师这话是要称秦叔念到底 丽母在A市纵横了这么多年 被捧上高台后 就没有一个人敢当面和她作对 现在秦叔念这个贱人和逸臣离婚后 好像变了个性子 说不得打不得 就连他身边的律师都能这样嚣张 丽母实在气不过 指着秦叔念咒骂道 想平分财产 你做梦 我活着一天就不会让得逞 秦叔念好整以挟地点了点头 那就起诉吧 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我的时间跟宝贵 不像你们无所事事 说完 秦叔念示意旁边的律师起身要离开 丽母实在咽不下今天这口气 也看不惯秦叔念这副好似好好在上的的样子 气得浑身有些颤抖 这时 送完碗退了杯咖啡到丽母面前 阿姨别生气 气坏了身体 我会担心的 看着面前的咖啡 丽母怒从心中起 大脑一时间不听使唤 端起面前的咖啡 就要冲着秦叔念的方向泼去 秦叔念眼疾手快地握住丽母的手腕 仰手让那杯咖啡 全部泼在了丽母身上 我从前好说话 是我尊重 你是长辈 不代表我好欺负 秦叔念甩开丽母的手 冷眸盯着被泼的人 如果你管不住你的手 这次是咖啡 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咖啡泼得稳准很 咖啡叶顺着丽母画的精致的脸庞 流淌进她昂贵的衣服中 因失她胸口一大片 妆容也被破坏殆尽 显得十分狼狈 丽母表情呆住 任由咖啡叶顺着头发狼狈地滴下来 忘记了发飙 飞溅的咖啡叶 也打湿了坐在一旁的送晚晚的发丝 她顾不上自己的头发 连忙拿指给丽母擦着脸上和衣服上的咖啡 秦小姐 你 秦叔念带着律师和她擦肩而过 根本没有留下听她说话的意思 丽母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在后面失去贵妇的修养 失声尖叫 秦叔念 你给我站住 你居然敢破咖啡 第32章 没事找事 伴着咖啡厅中刺耳的叫骂声 秦叔念和律师走出咖啡厅 麻烦你了 吴律师 我没想到 今天会出这种事 秦小姐不用客气 吴律师拿着文件认真道 傅先生吩咐过 您的事一定要办妥 现在证据齐全 如果要起诉我有把握 我们一定不会输 谢谢你吴律师 因为下午有课 秦叔念就近打车回了学校 上完课从教室里出来 秦叔念打开手机 看到一串陌生号码的未接来电 正巧 这陌生号码 在他打开手机之后 又执着地打了进来 喂 你好 秦叔念接起电话 那头立一辰不耐烦的声音 从听筒那端传了过来 秦叔念 你现在胆子大了 竟然敢破我妈咖啡 听到立一辰的声音 秦叔念直接按了挂断 过早的声音从耳边消失 他这才挑了挑眉 要把手机收起来 可没想到 立一辰又执着地打了进来 做事要打到秦叔念肯接电话为止 秦叔念接起电话 冷声道 立一辰 你们立试是要破产了吗 这就开始转行 做起诈骗电话的行当了 立一辰被秦叔念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堵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听到电话那头的沉默 秦叔念淡淡出声 挂了 等等 立一辰缓了缓声音 我们谈谈离婚协议这件事 秦叔念吃笑一声 语气略带嘲讽 我看没必要 今天你们家态度明确 要打官司 你们随意 他今天是有不对的地方 但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妈 你怎么 立一辰说叫的声音 被秦叔念面无表情的掐断 果断把他的新号码 拉入黑名单 后面立一辰 换着其他的号码 打来 秦叔念统统没有接 直接毫不手软的机 把他拉入黑名单 好像是知道 秦叔念不会再接他的电话 之后 几天立一辰 没有再继续打骚扰电话 周五晚上 秦叔念洗碗澡出来 照例想发消息 询问傅希炎的身体状况 傅听称先打来了电话 傅听称温和清亮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秦小姐 得空吗 双范那头的声音 似乎是带上了些许笑意 小五的身体有些好转 多亏秦小姐的胜手 傅听称淡淡的声音 好像有某种魔力一般 扫去秦叔念多日以来的疲惫 他也跟着笑起来 那就好 看来明天的理疗 可以正常进行了 今天小五还跟我抱怨 说 你在他们学校 他也不能时常见到你 早知道他也学临床系 还有可能做你的学生 想到傅希炎 那双范着水光的小鹿眼 冲着他撒娇的模样 秦叔念忍不住翘起唇角 等我再去给他扎几次针 他恐怕是要怕我的 不会 小五今天还在盼着你明天 到老宅陪他 似乎是因为傅希炎的病情改善 傅廷秦今天的话比平常多了些 秦叔念静静听着 偶尔会回应着男人的话 傅廷秦起身走到房中的落地窗前 握着手机 看着外面繁华的夜色 听着电话那头 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他眸中的笑意渐浓 秦叔念是被电话铃声惊醒的 他顺意朦胧的摸起身边的手机 接了起来 喂 叔念你今天陪我去逛街吧 哥去今天上了好几个限量款的包 有几个我特别喜欢 你过去帮我选选吧 沈依依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兴奋 秦叔念翻了个身 慵懒的睁开眼睛 今天上午不行 我要去傅家老宅那边 帮傅先生的妹妹看病 那我跟你一起去 等你忙完 我们直奔店里 秦叔念挂断电话 目光落在昨晚的通话记录上 他猛的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昨晚他还和傅廷琛通着电话 就睡着了 秦叔念点开和傅廷琛的通话记录 通话时长四十分钟 他抬手底额 柔顺的发丝顺着肩膀滑落到胸口 脸颊顿时飞红起来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有没有乱说梦话 傅廷琛怎么也没挂断电话 任由他睡着丢人 这种羞耻心 在秦叔念在老宅见到傅廷琛的时候 达到了高峰 他甚至有些别扭的 不敢去看站 在距离自己不远处的男人 念念道 念念姐 你和哥哥闹别扭了 没有 秦叔念给傅廷琛量血压的手 微微一紧 暴露他有些紧张的情绪 念念姐 我哥是个榆木疙瘩 什么都不懂了 傅廷琛扯着秦叔念的衣袖 声音软软的撒娇 要是我哥真的惹你生气了 我替你教训他 看着傅廷琛仰起来 看着自己的小脸 秦叔念轻轻捏了下他的脸颊 心中羞耻感到是因此消散了不少 我真的没有生气 生什么气 傅廷琛骨节分明的手 上端着一杯温水 放在秦叔念的面前 黑眸盯着他声音寻常的问道 呼得对上男人的目光 秦叔念莫名觉得 有些说不上来的无错感 他眨了眨眼睛 缓解心中尴尬 没什么 是西岩在和我开玩笑 傅廷琛抬手摸了摸傅西岩的头顶 对着秦叔念坦然的笑笑 小五怕疼 请秦小姐多费心 这自然而然的态度 让秦叔念暗暗的松了口气 看来 昨晚那通电话 他好像真的没迷迷糊糊之中 做出丢人的事 两个小时的理疗结束 秦叔念和傅廷琛和傅西岩道别后 出门就看到好有红色的保时捷跑车停在外面 沈依依穿着件黑色的辣妹小洋装 画着精致的甜妹妆容 看到秦叔念出来 冲着他挥手 说念 走啊 秦叔念上车后 沈依依一脚油门 不出十分钟 就到了市中心的Gucci奢侈品店里 沈依依进店就点名 要了新出的水桶限量款新包 他背上转身 向秦叔念问道 怎么样 好看 秦叔念抬头看到 上面格子条纹的蝴蝶包 对着桂园道 那个包拿下来看看 他话音刚落 身后就响起一道温柔的声音 这包我要了 第三十三章 打脸 秦叔念回头 看到宋婉婉 穿着一件白色丝织长裙 笑意盈盈地站在丽艺辰身边 秦小姐 宋婉婉有点惊讶 随后婉儿一笑 好巧 你也来买包吗 丽艺辰没想到 在这里会见到秦叔念 想到前些日子 他挂断自己电话的事 脸色沉了下来 看着秦叔念的方向 没有说话 刚才态度寻常的贵姐 看到丽艺辰三人进来 立刻换了覆面孔 态度热络起来 丽先生 丽小姐你们来了 我让他们去布置一下 VIP室 这就带你们过去 等等 丽温寒还着手臂 走到秦叔念面前 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他 看着他一身休闲的打扮 眼神中的嫌弃 异于言表 丽温寒站在秦叔念面前 出言嘲讽 婉婉姐 她来买包你 也太抬举她了 她哪来的这么多钱 还能买得起这里的包 宋婉婉走到 丽温寒身边 看向秦叔念 善解人意道 秦小姐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里的包 我可以让阿诚送你一个 好啊 秦叔念笑着应下 没想到秦叔念是这种反应 宋婉婉的表情僵了一瞬 还没等她要说话 秦叔念已经转身 指着后面架子上的 一个包开了口 就那个吧 帮我包起来 贵姐去了前面 将包拎了下来展示 这位小姐真有眼光 这款是我们家 星际推出的限量款 这款是主推的包 打完折之后是82万 我们这款包 是需要配货的 贵姐的手指 在手机上翻飞地算着总价 最后抬起头 冲着丽一辰的方向 露出一抹真诚的笑 一共是205万 是先生刷卡吗 利温寒像是 被踩了尾巴一般 没有形象地尖叫起来 一个包要205万 贵姐面上带笑的表情不变 微笑地向他解释道 这款限量的包 是我们这一季的主推限量款 全球就20只 我们店里也只有这一只 的确是需要配货的 丽小姐 秦淑念挑了挑眉 出言提醒 刷卡吧 凭什么给你刷卡 丽温寒趾高气扬地 拿鼻孔看秦淑念 丽温姐 我看你有的时候 就是太善良了 有些人就是会借着你的话 得寸进尺 温寒也别这样说 秦小姐想要限量的包 可能也不是要拿去用的 限量版的包也是保值的 即使不背 将来也可以倒手卖掉的 七 她就是想从婉婉姐 你这里坑一个包 出去做二手贩子 真是不要脸 丽一辰只在一边冷眼看着 压根没有帮秦淑念说话的意思 任由丽温寒出言嘲讽 你说谁不要脸 沈依依清脆的声音 从旁边传来 当才在秦淑念挑包的时候 跟着贵姐去了VIP室 挑了几件当季刚出的衣服 出来看到好友在被刁难 她气就不打一出来 丽温寒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说念想要什么包 我都会给她买 不相上下 丽温寒仗着自己的哥哥 也并不怕沈依依 她甚至还阴阳了起来 你一个沈家大小姐 还真是愿意自降身价 和这种下等人做朋友 你 秦淑念拦住自己的好友 从包里拿出一张包金边的黑卡 你们店里今天所有的包 我都要了 看到秦淑念手里的黑卡 送完完表情愣了愣 随后担忧地看向她 秦小姐 这么多钱 你是不是应该要和这张卡的主人说一声 我怕 秦淑念直接把卡递给站在一边的贵姐 刷卡 贵姐认出这张卡 是店内的超会员级VIP 两只手接了过去 小姐请稍等 丽温寒在旁边 看着吃了一声 别是假卡吧 我怎么不知道 店里还有这种卡 秦淑念 你还是这么喜欢打肿脸充 她的话还没说完 贵姐已经刷了卡 恭恭敬敬地对着秦淑念的方向问道 请问 是秦小姐本人吗 嗯 好的 秦小姐 贵姐道 您卡里积分还有320万 本次消费1400万 我帮您把积分解好 塞琳达 琳达 赶紧帮这位秦小姐 把包都拿出来包好 店里悠闲的氛围顿时被打破 贵姐们都忙着打包起来 丽温寒满脸的不相信 看着贵姐把卡对回到秦淑念手中 大声道 这不可能 秦淑念你找人联合起来 跟你演戏是不是 秦淑念抬眸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丽温寒 我有的时候在怀疑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秦淑念 你过分了吧 丽一辰眉头一皱 在旁边开口 秦淑念勾唇一笑 这几个人 我不想在这家店再看到 我希望贵店可以把他们拉进黑名单 不过分吧 当然 贵姐现在对着秦淑念的态度 恭敬顺从 我们会立刻从系统中 将这几位的VIP删除 这几位会被我们系统永久拉进黑名单 请秦小姐放心 丽温寒瞪着眼睛 掐腰怒道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敢为了这个女人 和我们丽叫作断 你们经理呢 叫你们经理给我出来 丽小姐 不用叫我们经理 秦小姐是我们电钞VIP的会员 就算是总公司的领导过来 他的话 我们也是要听的 丽忆成心底有些震惊 皱眉看着秦淑念 好像从来没有真的认识过他一样 丽温寒还要吵 丽忆成揉了揉眉心 让他先闭嘴 他看向秦淑念态度缓和了一些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 别一见面 就这么针锋相对 针锋相对的是你们 不是我 秦淑念语气依旧淡淡 我还是那句话 有什么话去和我的律师谈 我没空 一一我们走 我答应给你律师1%的股份 我们好好谈谈 凭什么给他1%的股份 丽温寒尖叫起来 他也才有5%的股份 这个贱女人凭什么 秦淑念转过头 冲着丽忆成嘲讽的勾起一抹灿烂的笑 1% 我没记错的话 一旦评分财产 我能得到20%的股份对吧 第34章 谁稀罕你的施舍 秦淑念你好 不要脸 我们丽家的股份 凭什么要分给你 丽温寒尖叫 秦淑念显然没有要和这几个人纠缠的意思 带着沈一一转身走出门店 两人还没走多远 就被丽忆成几人追了上来 秦淑念 丽忆成把他叫住 脸色难看 我答应给你让步3%的股份 我们夫妻名下两处房产 都归你所有 丽温寒心疼在一边咬牙 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哥愿意给你3%的股份 你该知足了吧 这部分本来不应该给你 还不是我哥善良 到现在都还被你这个女人吸血 秦淑念转身笑了 转给了你 也是因为我 你才能拿到这40%的股份 回想起当初丽奶奶转让股份时候说的话 丽忆成脸上表情变了 丽先生想用3%股份打发我 是不是太可笑了 我可以分到20%的股份 凭什么要你施舍我 不属于我的 我不会要 属于我的东西 我必然会挣 宋婉婉挽着丽忆的手臂 表情有些欺然 秦小姐 我以为你和阿晨深爱一场 不会因为钱和阿晨闹到这个地步 我总以为你们之间的感情 不会让秦小姐 你为了钱来伤害阿晨 秦书念语气淡淡地向宋婉婉反问 既然你觉得 我和丽忆成深爱一场 难道我们之前的感情 不止这20%的股份 20%的股份很多吗 秦书念嘲讽得勾起唇角 不过是钱而已 我不缺 但是属于我的东西 一定不会让步 秦书念三两句话 对得宋婉婉眼眶红了起来 表情有些受伤 丽忆看不得宋婉婉受委屈 冲着秦书念皱起眉头 秦书念你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我原本还想多补偿你一些 即便是离婚 我也没想跟你闹到这样难堪的地步 秦书念冷笑了一声 晚点法院见 见到秦书念当真不松口 丽忆成心中才犯起几分慌乱 听律师说 这次的案子 秦书念几乎稳赢 他们几乎是没有胜算 一想到要让步20%的股份 还有名下多处房产和名车 丽忆成就难以接受 秦书念 奶奶当初对你有多好 应该心中有数 难道要为了这件事 让奶奶他伤心吗 丽忆成语气软了下来 你也不想让奶奶知道这件事之后 气坏了身体吧 秦书念冷眼看着面前的人 还没开口说话 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将电话接起 父亲称温润的声音 带着少有的焦急 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小五刚才吃完饭 说有些晕 叫了家庭医生来 医生说他血压非常高 要马上去医院 秦书念眉头皱起来 别随便移动他 我现在立刻过去 挂断电话 秦书念对沈依依道 你要去送我回去一趟 吸烟情况有些不太好 我怕会出事 好 我们马上走 沈依依小跑着去开车 立温涵站出来 拦住秦书念 你不准走 今天必须要把话对我说清楚 秦书念冷了脸色 目光悠冷 今天你要是耽误了我病人的病情 我饶不了你 立温涵心中咯噔 没见过秦书念 这腹冷脸吓人的模样 他惊悚了 垂下手看到秦书念上车离开 才开始发疯 哥 我刚才帮你拦着他 你怎么不帮我说话啊 立忆成还因为秦书念的势头疼着 又被立温涵纠缠 声音不耐烦道 是你对秦书念多多逼人 他会不让步吗 你们逛吧 我没心情先回去了 原本疼爱自己的哥哥 最近三番两次对他不耐烦 立温涵受不了崩溃的哭了起来 我也是为了哥哥好 他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凶我 宋婉婉好心在一旁安慰立温涵 阿诚也是心中烦恼 才会迁怒到你身上 这件事原本也不怪你 都怪秦书念这个贱人 倒是没有他 我们今天也不会这么倒霉 立温涵眼中恨意迸发 总有一天 我要让他吃尽苦头 看他还敢不敢来惹我 秦书念到富家老宅的时候 傅希炎躺在自己的房间 脸色红润了些 但还是有些苍白 简单和家庭医师询问过 秦书念才得知 傅希炎具体发病的情况 虽然家庭医生 已经给傅希炎用过药 但他的血压 依旧没有降到正常指标 秦书念心中判断是血氧太低 让家庭医生给傅希炎加上指甲 测试了一下 血氧的确只有88% 严重低于正常指标94% 立刻上氧气瓶 傅小姐现在血氧太低 要立刻吸氧 家庭医生带来的几个护士 熟练的从外面让氧气瓶带进来 给傅希炎带上氧气罩之后 看到他肉眼可见的 有了些精神 秦书念这才松了口气 对着一旁的家庭医生问道 我来之前 有没有给傅小姐 测过过敏源 这个 家庭医生犹豫了一下 摇了摇头 傅小姐只是血压突然上升 身体并没有过敏的症状 所以 我们并没有给傅小姐测过过敏源 取血测一下吧 秦书念微微皱了下眉头 按理来说 傅希炎情况稳定 应该不会突然出现这种状况 除非是急性过敏 家庭医生不认识秦书念 看她是个女 生长得又年轻漂亮 犹豫的 看向傅廷琛 这个 按照她说的做 傅廷琛直接到 给傅希炎取了一管血 送去化验 傅希炎暂时没有危险后 秦书念紧提着的心裁 松了下来 靠在房间的墙壁上 抬手捏了捏鼻梁 表情有些疲惫 麻烦你了 傅廷琛忽然在一旁开口 打扰你和你朋友逛街 抱歉 傅小姐的是更重要 秦书念抬起头 冲着傅廷琛笑了笑 正色道 她今天的症状 很像是过敏 我再晚回来一点 怕她会出事 第35章 舆论风波 过敏 傅廷琛轻皱起眉头 平常小偶的饭菜 都是仔细挑选过的 秦书念安慰傅希炎 有可能过敏原不是吃的 等结果 出来我再替傅小姐看看 结果出来得很快 家庭医生很快带着报告前来 看着秦书念的表情 多出几分尊敬 这位小姐说的没错 果然是过敏 家庭医生把手中的报告 递给秦书念 傅小姐是花生过敏 秦书念接过咽血报告 看到过 敏原时发生的可能性 是90% 傅小姐是怎么突然花生过敏的 傅廷琛很快让管家叫来了刘妈 刘妈听了傅希炎是花生过敏 惊讶的连连摆手 我们都知道 小姐花生过敏 绝对不会做带有花生的东西给小姐 几十年了 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看刘妈的样子不像撒谎 秦书念沉默了一会儿 向她问道 傅小姐除了吃你们做的饭 可会吃一些外面的东西 刘妈想了想摇头道 小姐平时很谨慎 从来不吃外面的东西 如果不是吃进去的 报告上也不会显示花生过敏 几人正说着话 护士从傅希炎的房中走了出来 傅小姐醒了 说想见秦小姐 秦书念转头看向傅廷琛 见她点头 这才向傅希炎房间走去 傅希炎躺在床上 苍白的脸颊还带着浅浅的笑 小小一团窝在床上 念姐姐 我给你添麻烦了 秦书念抬手揉了揉傅希炎的头顶 你的是怎么叫麻烦 希炎 姐姐问你 你是不是吃了带花生的东西 还突然过敏的 我不知道 我就是吃了平常的那些东西 突然就不舒服的 傅希炎还有虚弱 但却认真的回答着秦书念的问题 她眼睛眨了眨 声音停顿之后 一双小鹿眼认真的看向秦书念 念姐姐 我今天除了吃刘妈做的饭 还吃了几块糕点 那是我小姑姑带着女儿来看我 送我的巨品摘的甜糕 我很喜欢吃 今天吃完饭就吃了两块 得知傅希炎还吃了糕点 秦书念立刻从她房中取走糕点 你好好休闲 姐姐去看看这糕点 傅希炎拿了糕点退出去 把糕点交到傅希炎手中 傅小姐有可能是 吃了这个糕点才过敏的 傅先生可以让人 检查一下糕点的成分 谢谢 我送你回去吧 傅希炎骨节分明的手指 接过糕点 抬眸看向秦书念 秦书念摆了摆手 我朋友还在外面等我 他一会儿会送我回去 他要离开的时候 转过头提醒傅希炎 傅先生 傅小姐身体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立刻打电话给我 我的手机24小时都开着 傅希炎神色震了一瞬 嘴角才弯起一个笑 好 周一秦书念刚到学校办公室 张老师就抱着一打资料 求到他这来 小秦老师 我们班上午要组织做个体检 我上午在别的班又有课 你能帮我带他们去校医室体检吗 秦书念看了一下课程表 发现自己上午没有课 伸手接过张老师手中的资料 好 正好我上午没有课 当秦书念带着资料 出现在临床一学二班的时候 就引来一众学生的窃窃私语 这就是三班来的那个美女老师吗 这人也太漂亮了吧 我听你们说 还以为是瞎吹的呢 这下信了吧 让你们跟我过去蹭课 你们还不去 我那会儿在食堂碰到各位美女老师了 真的很漂亮 谁懂啊 秦书念没听到学生在下面讨论什么 只是拿着资料低头道 我交到名字的到外面排队 去校医室做身体检查 正巧他们到校医室的时候 另一个专业的学生还没检查完 他们跟在后面排起长队 前面排队的学生 开始频频回头看向秦书念的方向 讨论的声音也逐渐高了起来 那是哪个老师 我们学校有这么漂亮的女老师吗 气质好好啊 是不是艺术学院的老师 感觉艺术学院有好几个老师 都挺漂亮的 队伍中有学生认出秦书念来 惊叹的压低声音 不是 这是学校特聘的那个临床系的老师 上次校长还帮他说话来着 哦 我上次在学校论坛上还吃瓜来着 上次拍的图太模糊了 这老师真的很漂亮 不是说他是拖关系进来的吗 光长的好看有什么用 也是 不过真是拖关系 能进临床系当老师吗 几个学生悄悄话说得正起劲 立温涵从医务室走出来 碰巧听到他们说的话 冲着后面看过去 立温涵看到秦书念狠狠地咬牙 又听到那几个学生说 学校的论坛 眼珠子一转又冒出坏主意来 上午学生们的体检还没结束 学校的论坛就炸开了锅 论坛里有一篇加金爆了的帖子 点进去就是一张偷拍秦书念靠墙的照片 长发搭在胸口 微微低着头的样子十分动人好看 下面配的文字却十分恶毒 请小道消息 临床三班醒来的女老师 靠走后门上位 有图有真相 下面贴了一张 秦书念在校门口 从红色宝石接下来的照片 爆料人在一楼继续爆料 据知情人爆料 这女老师连大学都没有毕业 根本没有大学毕业证 她空降到学校来当老师 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而且这个老师私生活非常混乱 知情人告诉我们 她特别喜欢勾带有钱男人 靠着男人尚未来满足自己 我们建华大学 是A市最好的学校 现在却用这么一个老师来糊弄我们 没人觉得很离谱吗 下面有学生吃瓜跟铁 站个楼 不知道真假 但是好刺激 楼主继续爆料 我靠 真的假的 真该死啊 她有什么资格来我们学校当老师 我吐了 我当时还觉得这美女老师 好纯我好爱 没想到竟然是个骚鸡 给也整吐了 第36章 火上热搜 楼内爆料的人还在继续 贴子讨论的热度 光是盖楼就瞬间改了几十层 有替秦淑念说话的几条 也都瞬间淹没在吃瓜的学生里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吧 她之前用了手段 才让丽家的总裁娶了她 害得丽家总裁没有娶到心上人 听说 现在还想撒泼打滚的 从丽家手里讹钱 狮子大开口的说 要分走一半家产 她以前就是只知道 伸手要钱的阔太太 现在倒是在学校装的 一副清高的 教书育人的模样 这下浏览量直接破万 转载树高达几千 盖了几百层楼 真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大学都没毕业的人 来我们学校特聘当老师 校长疯了吧 有人匿名狂骂 在论坛里嚣张起来 也有人持怀疑态度 开楼回复 楼主说的这些根本没有依据 不过是几张偷拍的照片 想怎么说都说得通 楼上说得对 都是大学生了 能不能有点脑子 就凭几张照片 就看图说话 我们这叫造谣知道吗 你们不会是那个 秦老师请来的水君吧 这么着急替他说话 哈哈哈哈 多少钱一条 哥们也想赚 论坛的舆论已经炸了 甚至有人 把论坛的截图 发到某博上 一下冲到了热搜前一百 锦号建华大学 某新入职教师 被抱走后门上岗 锦号 热搜爆了 许许多多吃瓜的路人 涌进热搜里吃瓜 很快就赚了上万条 还爱特了建华大学的官微要说法 秦叔念还不知道这件事 带着查完身体的学生往回走 听到人群窃窃私语的声音 他回过头去 怎么了 后面跟着的一众学生 有几个欲言又止的被拉出 都跟着摇头说 没什么 秦叔念虽然有些疑惑 学生们不愿意说 他还是没有继续问下去 把学生送回教室后 秦叔念回到办公室刚刚坐下 傅熙岩的身影出现在办公室外 他轻轻敲了敲门走了进来 秦叔念看到是傅熙岩 微微有些惊讶 熙岩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过来找我 是身体不舒服吗 不是 傅熙岩摇了摇头 一双小鹿眼表情过分担忧 念姐姐没有看学校论坛吗 没有 我一般不会去学校论坛 怎么了 傅熙岩拿出自己的手机 递给秦叔念 念姐姐 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论坛里胡说八道 帖子的热度太高 我联系管理员让他删掉 他不肯删 他们太可恶了 秦叔念接过傅熙岩的手机 垂眸浏览览览谈里的内容 他表情淡淡的笑了声 这样的流言蜚语 不攻自破 不用太在意 现在某博上都转疯了 好多人都在下面造谣 说念姐姐 你是靠潜规则上位的 傅熙岩脸颊气鼓鼓的 眼眶也有些红 他们凭什么这么造谣欺负你 不就是气他们 你太过分了 眼看着傅熙岩感性的金豆豆 要从眼眶里落下来 秦叔念连忙安慰 妍妍 我真的没事 你不用替我担心 他们在网上说的话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秦叔念说完 转头看着傅熙岩可爱的小脸笑起来 晚上去我家吃个饭 好耶 傅熙岩的注意力 全然被秦叔念的话吸引过去 好久没去姐姐家吃饭了 我晚上可以叫上我哥哥一起去吗 当然可以 晚上多做几道菜 你们一起过来 好 论坛风波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被秦叔念掠过 他晚上快做好饭的时候 傅熙岩到了 身边却没跟着傅廷称 傅先生呢 秦叔念有些惊讶于 傅熙岩会支身前来 傅熙岩红润的嘴唇撅了起来 哼急地挽着秦叔念的胳膊撒娇 我哥把我送过来就走了 他公司今天有个重要的货要开 没办法陪我 秦叔念捏了捏傅熙岩的脸颊 语气颇有些溺爱 等一会儿吃完饭 我送你回去 傅熙岩十分乖巧地在旁边点头 吃饭的时候 傅熙岩还是没忍住 拿着手机上论坛刷了起来 忽然 他筷子掉在了桌上 表情猛地苍白起来 秦叔念察觉到不对劲 皱起眉头 从他手中拿过手机 看到了论坛里的内容 这是一条楼主刚更的评论 附了一张清晰的偷拍图 正好是傅庭琛打开车门 让傅熙岩下车的偷拍 后面还有一张秦叔念 出入这个小区的照片 有图有真相 不用我多说了吧 这里可是高档小区 他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有钱住进来 还不是攀上了有钱人 今天让我拿出证据的人 怎么不说话了 下面有人疯狂跟铁 我就知道他是被包养的 被我猜对了 看他那个样子 就不像是什么好女人 亏我今天还帮他说话来着 大眼睛 但那个下车的 不是傅少的妹妹吗 也可能只是认识而已 楼上的别说胡话了 这要不是被包养了 我把头给你扭下来 秦叔念皱着眉头 从学校论坛里退了出去 妍妍 你现在不能受刺激 这些人的话 你不要看 傅熙岩别了别嘴 泪珠有些委屈地滚了下来 念姐姐 我今天要是不来找你 他们也不能拿这些话编排你 都怪我 怪你干什么 他们要是想造谣 就算你今晚没有来 还会有别的理由 别的罪名安插到我身上 傅熙岩咬了咬唇半 明亮的眼睛看向秦叔念 念姐姐 这件事 让我哥来帮忙吧 不用 秦叔念浅眸带着笑意 这点小事 我一个人可以解决 当天晚上 某博热搜热闹起来 他的某博私人账号 被人扒了出来 从四面八方 涌进吃瓜群众和键盘侠 他一共发过三条微博 每条微博下面 都被骂了上万条评论 沈依依的电话 适时地打了进来 电话那头好友沉默了一会儿 没忍住到 叔念 你火了你知道吗 第37章 污蔑 你是说 微博上转发的那些 你都看见了 我正准备让人把热搜撤了 这些无凭无据的 一看就是为了往你身上泼脏水 沈依依愤愤 我看到他们 好像是从你们学校 论坛截图传出来的 谁那么嫌污蔑你啊 秦叔念听到自己好友 为自己担心 心情又好了几分 污蔑我的人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热搜不用撤 倒是希望你再替我拱一把火 啊 沈依依在电话那头疑惑地问道 拱什么火 一番商讨 秦叔念挂断电话 看着自己的热搜 高高挂在榜上 微微勾起唇角 立文涵想他被拳王网爆 那他就给他这个机会 希望他到时候 不要后悔就好 果然第二天一早 热搜上面第一名 就是建华学校老师 走后门教学的事 他的微博评论区 也已经彻底沦陷 五万多条评论 二十多万的转发 不用点开 也知道里面的乌言会语 秦叔念还没来得及 打开评论区 傅听称的名字 忽然跳跃在他的手机屏幕上 他怎么这个时候 打个电话过来了 秦叔念这起电话询问 是傅小姐 哪里不舒服了吗 西岩和我说了网上的事 抱歉是我没有注意到 男人和煦的声音 让秦叔念愣了愣 傅先生为何要跟我说抱歉 你不需要为别人的胡编乱造 而感到抱歉 昨晚要不是我送小五过来 他们也不会有机会偷拍 傅听称声音柔和 电话那头的表情 却极为深沉冷鸣 这件事我来解决 不用担心 秦叔念语气坚定地 拒绝傅听称 这件小事 就不用麻烦傅先生了 要是舆论把你也牵连进去 就该是我觉得抱歉了 我已经知道 是谁在背后操纵舆论 现在还没有到时候揭穿他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 因为傅听称温润的声音才响起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就打电话给我 好 谢谢傅先生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舆论发酵 这件事不仅在微博和论坛里闹大起来 秦叔念上班的时候 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有几个家长正在里面闹个不停 必须要把秦叔念辞退才行 校长秉公处理 拿出学校聘请秦叔念的文件 和秦叔念当时上学 在国内和国外拿到的几大奖项 小秦老师 是我们特聘回来的没有错 他上学期间拿到的奖项 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他上学期间 在国外考取高级医师行医许可证 做过许多尖端困难的手术 其中非常有名的手术 也都出自他之手 校长把资料递给那几个闹事的家长 让他们之间互相传看 这几次手术 我想你们不会不清楚吧 这几场手术都非常出名 一个是给国外中枪冰死的高级政客 就回了一条命 还有就是 国内非常有名的富豪 进行了一次秘密手术 那富豪本来得了绝症 并遭切除之后当然痊愈 互联网上大肆宣传 他大难不死的事 还圈了一波粉 为首闹事的家长 显然不相信秦书念有这样的本事 目光打亮着站在一旁的秦书念 别不是吹出来的吧 他要真有这样的本事 还在学校教书干什么 校长笑了笑 十分有素质的开口道 教书育人 也是秦老师想完成的人生梦想之一 他想把自身所学的实践知识 交给更多的学子 让更多的人有活下来的机会 秦老师的确没有大学毕业 但是他的学籍一直破格 留存在我校之中 没有什么走后门 更没有什么背景 只因为秦老师在我校成绩优异 为我校和祖国皆做出过贡献 这次秦老师回来 也是要在校继续进修考取毕业证 和博士学位的 校长的娓娓道来 反而将那为首闹事的家长 显得格外没素质 另外几个跟随而来的家长 也觉得有些没面子 互相小声讨论了几声 准备要走 那家长面子上挂不住 瞪了秦书念一眼 没有毕业证 就是大学没有毕业 这件事也算隐瞒了我们家长 除非开大会让他道歉 不然这件事绝对没完 秦书念神色淡淡地站在一旁 学校特聘老师 看的是能力不是一张毕业的文凭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要道歉的 你不道歉 那家长的声音陡然拔了起来 尖锐的指甲指向秦书念 你信不信我把这件事闹上去 让你在这个学校做不成老师 今天你必须全校公开道歉 秦书念正想开口 门口突然一阵骚动 校长门外人突然间多了起来 李温涵带着好几个家长从外面见 目光阴险地看向秦书念 我们不需要一个靠陪睡上位的女人 在建华大学叫我们读书 更不需要她的道歉 看到学校的校董出现在李温涵的背后 校长微微皱起眉头 郭校董 郭培上抬手指住校长的话 打量了秦书念一眼 到旁边的沙发坐下 刹那间 校长室外涌进好几个记者和视频网站的人 端着摄像机和相机拍了起来 还有好多学生过来凑热闹 有的甚至把直播开了起来 想趁着这个机会火一把 校长是被挤得乱作一团 闪光灯围绕着秦书念的方向 让他微微皱起眉头 人群拥挤混乱 校长不得已 让几个老师维护秩序 才转头向校董问道 郭校董这是什么意思 学校内部的事 为什么要找记者过来 郭校董点了根雪茄 抬眼看向校长 我们家长投资学校 每年也要二三百万 我们总不能看着能打了水漂吧 他轻飘飘的一句话 引来好多家长跟腔 就是我们每年花在孩子身上 没有百万也有几十来万了 想要的就是良好的教育环境 现在出了这个污点 还让我们怎么放心 就是就是 可不就是这样吗 立文涵一脸胜券在握的表情 看着秦书念 你欺骗学校改造文凭 甚至还坐过牢 靠着棒上男人来学校镀金 这件事没冤枉你吧 秦书念忽然嘀嘀地笑了一声 抬起眼眸冷冷地审视着立文涵 立文涵 你敢问你今天说的话负责吗 第38章 舆论迫害 立文涵被秦书念突如其来的笑 看得有些发毛 但嘴上还不肯服输 比先前还嚣张 有什么不敢的 我说的都是真话 你就是为了我们家的股份 嫁给我个 还妄图隐瞒自己劳改犯的过去 想进入建华来祸害学生 因为校市是乌泱泱的人群 加上还有他请来的校董和记者 他更是底气十足地邪逆着秦书念 你敢说 你不是走后门进了建华的 你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的 有什么本事进我们建华 后面拿着手机直播的学生 听到劲爆的地方 把手机向上抬了抬 致力于让直播间的人看得清楚 本来刚开播的直播间没什么人 发现这是建华大学美女老师的事件后 许多人涌进直播间吃瓜 弹幕疯狂刷屏 直播间人数直逼五万人 我靠 这老师比照片上的还漂亮 姐姐贴贴 别太恶心好吗 漂亮的三观都不要了 拜金女撒谎金 赶紧开除吧 要不然学校的名声就毁了 屏幕上的弹幕快速刷过 几乎全部都是在辱骂秦书念的声音 校董坐在沙发上 敲起二郎腿 对着校长说道 不管怎么说 这位老师师的方面非常有问题 我希望校方能直接把人开除 这件事就算了 校长拿出秦书念在国外的成绩 以及他在国外救助的经历 放在记者和校董面前 这些都是经过我校严谨调查过后 秦小姐的真实资料 绝对没有作假 校长把一份秦书念背景资料 展现在记者面前 让他们的摄像机录得清清楚楚 这是秦小姐的生平经历 相信大家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秦小姐绝对没有做过了 几家媒体记者 争相挤到前面 拍摄秦书念的背景资料 拿着手机直播的同学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挤到了前面 把手机对到了那张资料上 弹幕又是一阵刷屏 有眼尖的人 发现秦书念的资料上 有他在国外大学拿到毕业证 以及学士卫的详情 卧槽 我没看错吧 他居然是外国德顿大学毕业的 那个大学全球排名第一 他我们在那个学校毕业 真的假的 一言假 他能德顿 那我也能上建华了 碰瓷大学就算了 还碰瓷那么离谱 理财女人设施吧 气质性心脏病解决方法有哪些 这位财女能不能说出个123来 笑死了 我来考考你是吧 前面的你别太离谱 显然 校长拿出来的资料 吃瓜群众很少有人相信 突然弹幕刷出一条 大V的弹幕 我认识他 他是我师妹 的确是德顿大学毕业的 我们是一个老师 这条弹幕刷出来 显然屏幕上的大幕滚动得更快 有人认识这个大V 他在某波是做医学科普的 又是医科大学有名的教授 有当代肝脏圣手的称号 他的专科号 已经排到了今年的下半年 直播间里有好多人都认出他来 弹幕狂滚 齐大师 他真是齐大师的师妹 牛逼了 齐大师出来辟谣了 不会是请水军出来洗的吧 齐大师是什么人 齐明昊你都不知道 很牛逼的一科教授 挂他的号非常难 秦淑念居然是他的师妹 有的人 顺着齐明昊这条线 查到国外德顿学校的毕业生名字 果然在齐明昊的第三届毕业生中 找到了秦淑念的名字 是真的 齐大师说的是真的 我在外网上 查到秦淑念的名字了 他真的德顿大学毕业的 而且还是双学位 好牛 我的妈 幸亏我没骂 美女姐姐好牛好牛 顿时 直播间的舆论反转 都是一些夸赞秦淑念 还有姐姐贴贴的话 厉温寒不知道直播间发生的事 看到校长拿出来的资料 冷笑了一声 只不过是一张纸 有可能是你们伪造的 就是为了让他留在学校 他没有毕业证的事 是真的吧 这些在国外的经历 也可能都是造假的 造的假谁不会啊 厉温寒抱着手臂 看着秦淑念 原本你认个错到个歉就完了 现在设计你学术造假 恐怕你不进去都难了 不过也无所谓 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进去了 和回家也没什么两样 听着厉温寒的嘲讽 秦淑念脸上挂着笑的表情都没变 我是不是学术造假 只要查查 就会一清二楚 秦淑念抬起纤细的手指 点了几个周围的记者 这么多摄像头记录着 今天造的谣 可是全部都被记录下来了 厉温寒脸色一变 色力内忍地抬手 指着秦淑念 你敢威胁我 秦淑念语气依旧淡淡 我是想告诉你 人要为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 难道我说错你了吗 厉温寒心中没底 声音却愈发激烈起来 几乎是喊了出来 你坐牢的事 难道是我冤枉你的 你就连大学都没有毕业 你还不是学术造假 谁说他大学没有毕业的 一道苍静的声音 在嘈杂的校长室内猛地响起 第39章 出了口恶气 大家的目光 都被那道声音吸引得向后看去 一个白发苍苍 老人穿着一套中山装走了进来 在其他人还在疑惑 这人是谁的时候 人群中忽然有人喊道 钟老 这是钟老 人群中一片哗然 记者也把镜头转向钟老的方向 就连话筒也递了过去 钟老 您一直在医科院研究新型特效药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钟老的表情不怒自威 看到秦淑念的时候 对着他微微点了点头 医科院的同志 给我看了 他们在网上欺负书念的帖子 老头子 我来给他撑腰 穿过记者话筒的阻拦 钟老走到秦淑念身边 声音不大不小的 传到在场所有人耳中 秦淑念在德顿读书期间 我就是他的老师 而且 他也是我的关门弟子 自他之后 我没有再收过一位学生 直播间里 看到钟老现身 已经炸开了锅 轻而听到钟老的话 更是弹幕直接刷屏 在线人数 超过十万家 钟老 我只在电视上见过 羡慕他们学校的学生 竟然能见到钟老本人 这可是钟老啊 为全国做了多少贡献 一些绝症 都是钟老带头 研发出了特效药 真的很牛逼 秦淑念是钟老的学生 他没有撒谎 那到底是谁 在造谣美女 害得美女被网爆 肯定是极度美女 年纪轻轻 就在这么好的大学 当了老师 心里不平衡呗 怎么什么人都有 你们怎么知道 是被冤枉的 不可能是 他请钟老来演戏的吗 这条弹幕一出 直接被喷了几百条 请钟老来演戏 上面的脑残吧 国家级元老级别的 医科院博士教授 来这儿陪他演戏 你真是笑掉爷的牙了 上面的真是绝望的法盲 要真实来演戏 他的那些学术造假的事 就已经能让他进局子了 眼看钟老的出现 让舆论全往反转 立温寒硬杠道 秦淑念你以为 随随便便找来一个人 就能证明你没有学术造假 你没有坐过牢了吗 秦淑念轻痴一声 看着立温寒的目光中 带着怜悯 我所有背景调查资料 都在这里 你是没长眼 还是眼瞎了 论坛上最开始 发帖污蔑我的人 是你吧 秦淑念嘴角擒着一抹笑 冷冷地看着立温寒 立温寒眼神一阵慌乱 但想到秦淑念并没有证据 表情又巨傲起来 你别污蔑我 肯定是有人看不惯你 才在论坛上发的帖子 而且这是事实 怎么叫污蔑你 秦淑念什么都没说 转头向校长问道 校长室里有投影仪吗 我想用一下 有 校长用遥控 把投影仪放了下来 秦淑念走到电脑前 指尖轻轻敲击键盘 发出清脆的响声 很快 电脑连接到投影仪的屏幕上 秦淑念表情认真地盯着屏幕 手指速度极快地打开几个网页 分评出了几张聊天记录 和论坛上的IP 屏幕上是几张群聊的截图 立温寒的头像 首当其冲地跳跃在前面 你们多带些人去帖子 下面带节奏 现在帖子已经热起来了 好多人都在骂 让他们煽风点火 骂得更狠点 等热度上去之后 你截图去发微博 买水军直接把这件事冲上热搜 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下面跟了好几条 群里的回复 发了几个OK的手势和表情包 另一张截图里 是立温寒把家经的帖子 发到了群里 在天点火 他翻不了身了 他的微博也被冲了 让他尝尝被全网网报的滋味 下面还有好几个人 发上来的评论截图 现在的网友和傻逼一样好骗 我们说什么 他们就是姓什么 跟着一起骂 头脑跟风呗 反正现在舆论对咱们有利 利用这些傻逼网报情书念 太爽了 直播上看到投影仪屏幕上的截图 都开始发疯 这女学生太恶毒了 竟然想利用舆论害人 跟风骂人的的确是傻逼 但是这几个女生更傻逼 我支持给他们处分 小小年纪就这么恶毒 造同位女生的黄谣 还造谣别人坐过牢 简直不能原谅 TMD这样的人必须退学 网络上的人骂得有多凶 秦淑念尚且不知道 秦淑念表情不变 抬手切换屏幕页面 把发帖的IP地址录了出来 是在女生独动宿舍301 她抬起眼眸沉溺的目光 盯着站在远处的利温涵 这人是你吧 利温涵 第四十章 最有应得的 看到宿舍 IP被秦淑念扒了出来 利温涵眼神彻底慌乱 却还是为自己辩解 301 怎么就能证明是我 谁知道 你这是不是故意来冤枉我的 再说了 我很少住在宿舍 也很少会回去 我们班里的人都知道 谁知道 是不是有人进了我们宿舍 用了我的电脑 直播镜头里的好多观众 都看出利温涵的表情 纷纷截了她的表情包 放到某博话题广场上 这也太心虚了 一看就是她先造谣的 太可恶了 利用人性 想要网爆美女 幸亏美女聪明 这美女好厉害 不仅逻辑清晰 还能让施暴的人自己露出马脚 而且你们发现没 她电脑操作的也好厉害 你们都去给我看美女子的微博 美女子竟然是赛车手 而且居然是网上最有名的美女赛车手 TKL 美女还有什么 是我不知道的 这一条评论 又引得无数人 去秦淑念的某博底下打卡 秦淑念为数不多的三条微博 都是她在国内知名的赛车比赛中 拿奖的照片 最后一条微博 是她揭晓身份后 第一次露脸和奖杯合影 长发被微风扶起 借着黄昏的光韵 她脸上泛着淡淡的笑意 捧着奖杯肆意张扬 原本这条微博下面骂声一片 现在直接被涌进来的网友 把那些评论全部冲了下去 我靠 姐姐又美又有才华 还会赛车 这是什么天选之子 这世界上多我一个像姐姐 这要牛的人会数吗 姐姐杀我 姐姐有女朋友吗 老婆老婆 我可以 只是半天的功夫 全网舆论反转 这是连始作俑者利温寒 都意想不到的事 现在记者的话筒 全场的摄像头 都对准了利温寒 利小姐 你哥哥是A氏 有名的资本家 你为什么要来为难 你们学校的老师 难道只因为 老师是你哥哥的前妻吗 这一句话 只捅利温寒的心窝 让他脸色发白的说不出话来 然而 记者并没有想 就此放过利温寒 利小姐和这位秦老师 到底有什么纠葛 能不能说出来 给我们听听 校长室内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利温寒的身上 有怀疑的 有鄙视的 还有看好戏等着他出丑的 利温寒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逃出校长室 可他被包围着想逃也逃不掉 他只能硬着头皮 抬头狠狠瞪了秦叔念一眼 你冤枉造谣我 我可以报警的 不用报警了 清脆的声音响起 沈依依拨开人群走了进来 挑眉看着利温寒 警察我替你请来了 有什么要狡辩的 还是趁现在吧 沈依依身后跟着的 是几个穿着正装的警察 他慢悠悠的开口 警察同志 这就是网上发帖 造谣声势的人 还要麻烦你们 把他带回去查清楚 前面带头的警察 公事公办的禁礼后 严肃地拿出证件 对着利温寒道 有人举报你 涉嫌造谣诽谤等领域造谣 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看到警察之后 利温寒彻底慌了 我可是立一辰 你们不能抓我 不管利温寒还想怎么反抗 他还是被警察强制带走 来跟着闹事的家长 知道是被利温寒耍了 也灰溜溜地跟着走了出去 郭孝董站起身 对校长叨叨 这件事情恶劣 我听说利家也是家长代表 这种人不配做建华的家长代表 校长明白郭孝董的意思 利家这次 就算是直接被 踢出上流学校的圈子 以后想再挤身进来 恐怕不会容易 利温寒被爆出学校的丑闻 利市股票 直接跌了五个百分点 利一辰在忙得焦头烂额 又接到利母哭喊的电话 要他把利温寒 赶紧从公安局里接出来 宋婉婉在旁边 听着利母挂断电话 他轻轻给利一辰按着太阳穴 温寒这次做的是不对 但他是岁数小不懂事 也不能全都拐他 主要是没想到 事情会被闹这么大 我以为秦小姐会提醒一下温寒的 温寒的性子 秦小姐也不是不知道 再对我和阿诚你有不满 也不该对温寒这个小孩下手 即便开始温寒是小性子 他早点跟温寒说一句 怎么会闹这么大 温寒只是不懂 没想到被有心人利用 唉 宋婉婉清秀的眉头皱起来 语气关心又担忧 阿诚你也不用为了公司公关费心竭力 利一辰皱起眉头 心中隐隐带着怒气 他本来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你心地善良 自然是想不出他这样的人 还会做出什么恶毒的事 沈依依陪着秦淑念在警局做笔录 秦淑念把他查到的资料全部交给警察 利文涵虽然被两个警察看着坐在一边 态度依然嚣张 秦淑念你给我等着 我哥一会儿就来了 他肯定要让你好看 秦淑念勾起唇淡淡地笑起来 他客气地向警察问道 警官恶意造谣诽谤 损害我的名誉权 不知道这样的罪名能判多久 警察正经严肃道 构成诽谤罪 一般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秦淑念转头冲着利文涵弯下眼毛笑了起来 恭喜你 能在监狱做到大学毕业 利文涵脸色刷得变白 这才有些害怕起来 正巧这个时候 利一辰带着宋婉婉从外面走了进来 秦淑念你别太过分 利文涵看到自己的哥哥 眼睛都红了一圈 激动想要站起来 哥哥救我 可惜他还没有站起来 就被两旁站着的女警按着坐了下去 利文涵委屈巴巴地别嘴冲着 利一辰哭唧唧道 哥 秦淑念他害我 利一辰冷着眼眸看了自己妹妹 冰冷的目光掠过秦淑念的脸 看向前面的警察 我们要保释 他身后的律师上前准备交涉 警察抬手拦住他要说的话 如今提交证据齐全 他面临有期徒刑刑罚 他就料了 暂时不能保释 然啊